吉祥文莲花楼之旋舞 作者 腾平 观音垂类 贬州本是个不大奇眼的地方 他开始出名是二十年前这里出了个穷的发疯 最后杀官上吊了事的窝囊费 开始发迹十六年前紫袍喧天 孝紫金带着红颜知己乔婉勉到贬州小清风隐居 自从这两位名满天下的大人物隐居贬州 贬州便突然热闹起来 如小桥酒楼 紫金布庄 武林客栈 仙旅茶馆等等行当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生意兴隆 江湖中有不少年轻人喜欢到这里喝喝酒打打拳 游山玩水 以期待偶然和那两位大人物途中相遇 亲热一二 但孝紫金和桥婉勉隐居至今 不知是大侠不仅姓侠仗义了得 连躲迷藏的功夫都很了得 还是两人运气甚好 隐居六年 从未有人发现两人究竟隐居小清风何处 但本月十五 这个秘密已不是秘密 苦练乔婉勉十年之久的孝紫金 孝大侠 终于要在小清风迎娶乔婉勉 并且发下武林帖 邀请武林同道前往道贺 痛饮喜酒 难怪孝紫金如此高兴 她本是世家子弟 从小喜欢热闹排场 性子韧性得很 跟随李相仪入四股门后 以一身武功一压群雄 身任三门主一职 更是风光绝伦 只是李相仪死后 瞧完免数度自尽 她也消沉许多 随着年纪长大 形势也趋于稳重 不负当年任性 如今人到三十有四方 采取的美娇娘 无怪她心情欢喜 要大大的热闹一场 8月15 扁州小清风百草坡 无论是相识的还是不相识的 想去的还是不想去的 大家统统都要给孝紫金面子 云集百草坡野霞小柱 参与这对神仙眷侣的婚礼 一 问莲根 有思多少 莲心之为谁苦 叮叮咚咚 叮叮咚 咚 叮叮咚咚 吉祥文莲花楼里 不住传出敲打之声 李莲花满头木屑 十分专注地 把已修补好的木墙表面抛光 然后上一层青漆 这栋原本很宽敞的木楼里 此时满地木屑铁钉抹布 十分紊乱 窗外有鸟在叫 声音很是清脆 她看窗外的鸟 那是一只太平鸟 稍微停顿了一下 便正式飞走 秋深了 再过不久连鸟雀都罕见 李小花 快点快点 有人搬了她的椅子 坐在大门外 兴致盎然地正在吃一只烤鸡 金黄香嫩的烤鸡 在深秋日光下 映得越发令人蝉咸欲低 何况那人还搬了李莲花的桌子出来 桌上放着一瓶十分有名的美酒 叫做葡萄 这搬了人家桌椅出来做 桌上放了美酒 却只倒进一个酒杯的恶客 当然就是江湖方氏的大公子方多病 莫小看他带来的这只烤鸡 和这瓶葡萄美酒 那只烤鸡据说是雪山松鸡 与卢花鸡之后代 用桑木慢火加密 以及十数种神秘调料精心烤旧 而那瓶美酒 则是朝廷赠予方氏的 自西域进贡来的贡品 方多病携带两样美味来看望老友 当然美酒和烤鸡 都是进了他自己的肚子 他不过来借李莲花一张桌子 和一张椅子而已 啊 李莲花本在看鸟 文言转过头来 很遗憾地看着那只 你千疮百孔的烤鸡 快要好了 我本已饿了 但看着你的鸡 突然又不饿了 方多病对着鸡腿大咬一口 十分享受地问 怎么不饿 李莲花叹了口气 你若是带来一只整鸡 那也罢了 这只鸡给搞得就跟狗啃的一样 让人哪里有心情 方多病这次却不生气 笑嘻嘻地吃肉喝酒 是吗 我一早知道 李小花的话是万万不能信的 李莲花又叹了口气 你又变聪明了 方多病喝酒喝得嘖嘖有声 五天后是孝子金和乔婉勉的大婚 我家收到喜帖 这就要让方大公子送红包去了 莲花你去不去 那个媚眼在你脸上飘来飘去的 姓苏的小姑娘定在那里 其实我实在想不通 论长相 本公子比你轻弱俊美 论气质 本公子比你温文而雅 论风度 本公子一贯偏偏 而且从不装傻骗人 忠厚老实又诚恳可靠 居然遇见的许多小姑娘都喜欢 往你脸上瞟眉眼 真是奇怪也在 李莲花斯文的抖了抖衣袖上的 木鞋灰尘 微微一笑 因为我比你有名 方多并噎了一口肌肉 瞪起眼睛 这倒也是 你比本公子有名 的确又是一件奇怪野灾的事 死莲花 李小花 五天后的大婚你最好跟我一起去 这是我家老爷的意思 你若不去 我就绑了你去 李莲花吃惊地看着他 你家老爷的意思 方多并斜眼看着他 你不明白 李莲花立刻摇头 我当然不明白 方氏的老爷养尊处优 与朝廷达官贵人交往密切 肃不过问江湖闲事 你忘了 我有个娇滴滴的小姨子 也很喜欢往你脸上飘 魅眼的 方多并笑嘻嘻地道 虽然上次你给他看病 害他上吐下泻了三个月 但是他却没有怪你 李莲花大吃一惊 啊 方多并悠悠地道 我家老爷也觉得 小姨子年纪不小 难得有人让他一见钟情 所以他有意思 要招你做我小仪仗 这次孝子金的婚礼 冲着他的面子 我家老爷也会去 要我绑了 你去给他仔细瞧瞧 李莲花立刻摇头 如此不妥 大大的不妥 方多并心情十分愉快地继续喝酒吃肉 其实我那小姨子虽然娇滴滴 坐坐又无聊 但的确美得很 李莲花又摇了摇头 突得一笑 其实笑 大侠的婚礼 我本就会去 只是万万不是为了做你一仗 方多并倒是有些意外 停下酒杯 你会去 李莲花正色道 不但会去 还要送一份大礼 方多并上上下下地打量他 真的 李莲花点头 真的 方多并道 我信你才有鬼 贬州 白草坡 野霞小猪 时已是深秋 小清风白草坡的草色已经微黄 山风瑟瑟 虽是新婚将近也有几分喜气 却不脱八分消锁 几缕黑烟在山风中消散 点点带着火星的指尽 刹那随风高飞 田仙向天空深处 风中混合着这烟火 泥土和草梗的味道 令人一闻便知 有人在上门 天色黄昏 白草坡野霞小柱门前不远 有一处石林 石林之中有片不小的水潭 潭水深不可测 水潭旁边立着一个简单的石碑 石碑之后是一个土种 碑前未曾烧尽的明纸仍在飘零 坟前烟火未尽 两人并肩跪在坟前 默默无语 四世已经跪了很久了 那两人是一男一女 男子身着紫袍 身材挺拔修长 侧望面貌英俊 目光炯炯 颇具摄人威势 女子一袭白衣 身材婀娜 一头乌发晚了个继子 未带金银事物 却在并边插了朵白花 这二人正是五日后将要成亲的主 紫袍喧天孝子金和李湘怡的红颜知己 瞧完勉 两人所拜的是李湘怡的衣冠种 并肩跪在衣冠种面前 也已跪了半个时辰之久了 两人都未说话 只是静静看着那杯上 至有李相仪之木七字 彼此出神 真快 已经十年了 跪了许久 乔婉勉终于缓缓地到 已经十年了 她的面貌显雅端庄 并非十分娇艳 却别有一份温婉肃静之美 语调听不出是悲是喜 似是十分茫然 孝子金缓缓从坟前站了起来 震了震衣袍 十年之中 你我之间并未对不起她 乔婉勉点了点头 却仍跪在李相仪坟前 垂眉闭目 不知再想些什么 孝子金伸手将她扶起 两人相依相伴 缓步走回野侠小柱 慢慢关了大门 孝子金和李相仪 相识在十二年前 那时候李相仪十六岁 她二十二 李时嫡妃生尚未组成金鸾盟 江湖安逸 她和李相仪 以及后来成为四顾门二门主的 丹姑刀三人结拜兄弟 时常游山玩水 饮酒比武 有过一段年少轻狂的岁月 而后嫡妃生祸害江湖 李相仪非但武功了得 而且才知过人 在江湖中影响日大 她和丹姑刀 渐渐成了小兄弟的副手 几年后丹姑刀在松林仪战中战死 李相仪坠海失踪 风光一度的四顾门风流云散 其中无尽寂寥 各中滋味 除了她之外 又有谁知道 她扶着乔婉敏回到野霞小住 屋中早已布置得喜气洋洋 张灯结彩 不若门外消锁 看了一眼乔婉敏幽黑的眼瞳 笑紫金突然问 你还是忘不了她 乔婉敏微微一颤 过了好一会儿 才低声道 我不知道 笑紫金并不意外 背过身去副手站在窗前 山风萨萨吹得她一发飞飘 只听身后乔婉敏静地道 我只知道对不起你 嫁给我吧 笑紫金道 终有一日 你会忘了她的 你也没有对不起她 乔婉敏微微一笑 早已搭允嫁给你了 嗯 我们没有对不起她 笑紫金回过身来 伸手搭住她的肩膀 你是豁达女子 不必在意旁人说些什么 五日之后 我要世人都知道 今生今世 你我白头偕老 永不分开 乔婉敏点了点头 缓步走到窗前与她并肩 窗外夕阳夕下 树木秋草皆染为金黄 十分温暖和谐 转眼 距离笑紫金和乔婉敏的婚礼 尚有三天 扁州小清风下 以热闹非凡 小乔酒楼 武林客栈 仙旅茶馆等等地方 早已人满为患 无处睡觉的武林人 不免有人挂出条绳子 躺在绳上睡觉 而既然有人横绳而睡 必定有人大为不服 在横绳的对面地上 横两根狼牙棒 躺在上面睡觉 而既然有人睡狼牙棒 不免也有人睡梅花装 有人倒吊着睡 有人睡在筷子翻戏的树梢上 有人睡在水面上 有人在大石上睡觉 第二天醒来 大石给他睡成了石渣子 等等等等 稀奇古怪的睡法随处可见 听说其中最耸人听闻的是 有人睡在蜘蛛网上 还有人把自己的刀 倒插在地上 直接睡在刀尖上 也不知真的假的 李莲花和方多病 是在8月11日 乘方家的马车来的 所以睡在武林客栈 天子一号房的床上 那房里本来有客 但是他先被方多病 一手励指如刀 把保纸插入木桌的本事 吓得魂飞魄散 而后拔起插入木桌的 那张50两银票 跑得犹如兔子般 快方多病 后来才知道 原来这人并非来参加 孝子金的婚礼 不过是个路过扁州的客商 武林客栈最好 最舒适的房间 共有4间 都号称天子一号 李莲花住了左边一间 李方多病住了左二 而右边第一间住的 就是苏小雍 右边第二间住的 正是赫赫有名的 乳燕神针 观和梦观侠一 方多病和李莲花 是在吃饭的时候 遇见苏小雍 而后结识观和梦的 虽然住在隔壁 方多病却觉得 这位极恶如仇的江湖俊艳 对李莲花并无好感 这点让他好奇得很 李莲花的房间里 此时4人 正坐在一起喝酒 苏小雍换回女装之后 并不十分娇美 个子高挑 身材干瘪 方多病 私心觉得 他还是男装俊俏的多 无怪假扮 男人像得很 观和梦应挺秀拔 只是不善言笑 为人十分认真严谨 和李莲花大大不同 李前辈 我在15日前 收下一个病人 观和梦与李莲花 结识之后 一开口便要讨论医术 方多病十分耐心地听着 偷眼只见苏小雍的目光 在两个男人之间 转来转去 心意不定 不免暗暗好笑 观和梦道 该病人血须体弱 自言日见鬼魅 经济争充 夜不能魅 而后持刀杀人 十分狂躁 我用黄莲 蓝芝 麦门东 阴沉 海TXT小说下载网 紫身 白头翁 白威 白鲜皮 龙胆 大黄 勺药十二味药水 兼连服数日 未见效果 以银针刺血 可赞压狂躁 却不能治本 不知李前辈 有何看法 李莲花道 可以尝试 加一位虎掌 方多病一口冷酒 差点喷了出来 虎掌 老虎的脚掌 却听苏小雍 疑了一声道 虎掌有剧毒 下药需谨慎 观和梦摇了摇头 兽性丸之说 本草有宰 只是 他沉吟了半赏 只是想那天南星 本是药草 在土坑中 倒入三十斤 红热木炭 加五升烈酒 闷上一日一夜 那 那起飞成了草木灰 李莲花想了想 病人若是武林中人 内力不弱的话 不妨将新鲜湖掌 直接服下 观和梦大吃一惊 和苏小雍一起 瞪着李莲花 半赏说不出话来 方多并听得莫名其妙 全然不知所云 不知李莲花所说的 胡掌和观和梦 所说的天南星 乃是同一种剧毒药草 又称胡掌南星 胡掌为苦姓温 有剧毒 有话谈消淤 屈风止净之效 焚草钢木中油仔 医治经济 狂惑之症 可用寿性丸 用胡掌一斤 绝一土坑 以炭火30斤烧红 倒入酒五升 肾干后 把天南星放入其中 用盆盖住 第二日取出盐墨 加琥珀一两 朱砂二两 以生姜汁条面 做成丸子 煎人参 食昌葡汤送下 称为寿性丸 胡掌大毒 用药需谨慎 未经炮制 轻易不可内服 李莲花居然要病患 将剧毒直接服下 那无疑是以内力修为 与剧毒 搏一次性命 酒桌上气氛将至了一会儿 观和梦慢慢地道 李 你这是在杀人 他本想称呼李前辈 但心里尾时惊怒交集 这前辈二字 却难以出口 李莲花道 若他是因为中毒疯癫 将胡掌直接服下 应该能够清醒 若是内力不足抗毒 可以泡水再服 胡掌虽有剧毒 却能延迟或者缩短疯癫发作的时间 观和梦和苏小雍不知李莲花不通医术 只是惊怒 方多病却是大大的吃惊 李莲花对医术一窍不通 此时却居然敢说 胡掌可以医治疯癫 真的是很奇怪 你怎知病患是中毒疯癫 观和梦沉生问 苏小雍知道 观和梦说到的病人 指的是他的好友 龙心圣手张长弓 张长弓被人下了迷魂之毒 已疯癫了数月之久 观和梦一致半月 始终不见起色 李莲花一正 欠然道 啊 我随口说说 观和梦脸先蕴色 治病救人 若无十分把握 岂可轻言 你可曾如此医好病患 李莲花张口结舌 观和梦虽不再说话 方多病已看得出 他心下不快之极 一开始对吉祥文莲花楼主人 尚有几分敬意 说到如今 观和梦对李莲花已是大有成见 突见观和梦对苏小雍瞪了一眼 方多病猛然醒悟 为何这位观侠依 一开始对李莲花就不大亲热 他心下大笑 这位侠依感情对一美清新李莲花 大为不满 李莲花见观和梦神色冷淡 满脸欠然坐在一旁 方多病对他翻了个白眼 苏小雍却道 观大哥你又怎知李 李大哥他不曾以新鲜胡掌医好病人 李大哥是当事名医 胡掌虽有剧毒 说不定正是因为有剧毒 所以对某几种疯癫十分有效呢 李莲花啊了一声 尚未附和 观和梦冷冷地道 你可能确保病人服下天南星 一定能够痊愈 绝不会死 李莲花苦笑道 不能 观和梦喷得一声拍案而起 大怒道 那你便是以病患试验药物 草菅人命 李莲花和方多病都吓了一跳 苏小雍叫了一声观大哥 观和梦极恶如愁 性子耿直 脾气虽不甚好 对待病患 却极有耐心 他也很少见他如此大怒 但以活人誓要 乃及其残忍恶毒之事 他也隐约明白 方多病打圆场 陪笑脸 服下剧毒也无妨 只要有人 以致纯内力化解 不会有性命之忧 哈哈哈哈 观和梦气急返笑 这等功力世上几人方有 李相仪 狄飞生 少林元化掌门 方多病正要便说 他家方而忧 方老爷子 也有这等功力 观和梦 你竟敢看不起他家祖宗 李莲花已用一杯酒 堵住他的嘴 微笑道 我突然困了 观和梦摔袖便起 服燃道 告辞 头也不回 拂袖而去 苏小雍看了李莲花一眼 顿了一顿 欲言又止 忠实狠狠瞪了他一眼 追着观和梦出去 方多病差点被李莲花 那杯酒枪死 好不容易喝下 怒道 你干什么 李莲花叹了口气 我怕你再说下去 观少侠要拔剑杀人 方多病揉了揉 杯酒枪的难受的喉咙 嘀咕了一声 还不是你不懂装懂 胡说八道 让他暴跳如雷 李莲花喃喃的道 下次定要说 李莲花对医术半点不懂 一窍不通 无论头疼脑热 伤风咳嗽 都万万不要来问我 方多病忍不住好笑 你要是说你一窍不通 他必定也要生气 两人面面相去 突然大笑 又饮了两杯酒 各自沐浴上床 一夜好眠 第二日起床的时候 观和梦早已起身 不知上何处去了 苏小雍一人独坐客栈楼下一桌 见李莲花和方多病下来 微微一笑 李莲花抱以十分抱歉的微笑 震了震一脚 和方多病在他桌边坐了下来 李大哥早 苏小雍今日一身淡紫色长裙 略失之粉 倒是比昨日美貌许多 不知是为谁梳妆 方多病白衣皎洁 诗诗然在他身边一坐 不问方大哥早 苏小雍规规矩矩地又道了一声 方大哥早 李莲花温言询问观和梦何处去了 苏小雍到观和梦 正在小清风下等候 要一同上山道喜的风尘剑梁颂 紫菊女康慧和 白马鞭杨锤红和吹销书龙富杰 这四人并不相识 但都曾受过观和梦救命之恩 此次孝子今宴请天下武林客参与他的婚礼 这些后生晚辈也都远道而来 观和梦早到几日 为朋友定下房间 此时已去接人 方多病大赞如观和梦这等 辖士古道热肠 李莲花连忙买了八个馒头 到了八杯茶水等候观和梦五人归来 苏小雍见李莲花 即认真的摆放馒头的位置 即觉得好笑 又心里甚是温馨 李莲花人即聪明 又是名震江湖的人物 却从未自视甚高 看他买馒头的模样 如何能认得出他是一位 医术通神而又才智绝伦的奇人 今日已是十三 方多病道 再过两日 就是婚期 苏小雍瞎了一口茶水 乔姐姐真是令人羡慕 能和李相怡这样的奇人相遇 而后又有孝大侠这样的痴情男子守护 十年 他轻轻叹了口气 是多么漫长的岁月 孝大侠从未离开过乔姐姐身边 方多病祈祷 你认识那两个人 苏小雍点了点头 我和关大哥八月初八已经来到 上小清风游玩的时候 遇见了他们 他们正在给李相怡的衣冠种上香 李莲花微微一笑 私人疑疑 活着的人只要过得好 死者就能安心 倒也不必如此执着 苏小雍却道 那不过是李大哥你自己的想法 江湖上还是有不少人说 乔姐姐一女配二夫 说她心智不坚 移情别恋 再难听的 我都听过 她哼了一声 李相怡已经死了十年了 凭什么女人就要为男人守活寡一辈子 乔姐姐又没有嫁给李相怡做妻子 方多病插口道 这骂人的人多半在极度笑紫禁 苏小雍恶然 极度 方多病一本正经的道 她心想 瞧完免你会变心 怎么不变到我这里来 竟变到孝子金那里去 你若变心嫁给了我 便是从良 嫁给了孝子金 就是荡妇 苏小雍扑痴一声笑了出来 后又忍住 你这话让孝大侠知道 定要打破你的头 她无比敬重乔姐姐 方多病好奇 怎么敬重 苏小雍道 孝大侠带乔姐姐很温柔 她虽然不常看她 但是乔姐姐无论要做什么 在想什么 她都知道 乔姐姐要做任何事 她都不反对 再小的事她都会帮她做 我真是羡慕得很 李莲花听着 突而微笑 眼色也甚是温柔 方多病却道 孝大侠也特英雄气短 儿女情长 难道她娶了老婆 还要给老婆擦桌扫地 洗碗做饭不成 说到擦桌扫地 她看了李莲花一眼 心里一乐 这死莲花若是娶了老婆 倒是必定在家里擦桌扫地 洗碗做饭的 这个乔姐姐想必不至于 让孝大侠如此吧 苏小雍皱眉 被方多病一说 她还真不敢说 孝子今婚后 就不会在家里擦桌扫地 方多病本在胡说 见她当了真 心里暗暗好笑 十分得意 几人正在闲谈胡扯之间 突见门外一阵马蹄 有几个人在武林客栈前下马 快步走了进来 苏小雍叫道 关大哥 当先进来的是关和孟 一身黑色长袍 十分英挺 见李莲花和方多病 和苏小雍同桌而坐 脸色微沉 却不失礼数 两位早 李莲花连连点头 早早 方多病却往她身后张望 关和孟身后四人两男两女 两名男子 一人做书生打扮 一人身着锦装 书生打扮的那人 腰上悬挂玉佩的腰带 乃是一条软边 自是白马鞭杨锤红 据说此人一手白马金螺鞭 在天下鞭法中可排第五 灰袍锦装之人 是风尘见梁颂 此人的武功并不怎么高明 但是为人诚恳勤义 侠名慎龙 两名女子一位娇美名艳 身着绿色衣裙 是紫菊女康慧和 另一位却是一席不群 不失之粉 天然一股书卷之气 正是吹销书龙腹节 几人相互介绍 不住拱手 一阵久仰久仰之后 终于坐了下来 对同桌之人 竟是大名鼎鼎的 吉祥文莲花楼主人 和方氏少主 也是十分惊讶 尤其李莲花已神秘闻名 却居然是如此文雅 寻常的一介书生 不免都是心下诧异 略饮了几杯茶水 攀谈起来 方多病才知道 这几位狭少侠女 不仅被关和梦救过性命 也被孝子金救过性命 风尘见梁颂道 我生夜晚 未曾赶上四顾门 和金鸾蒙的那一场大战 但有幸在两年之前 岳之枯一战 与孝大侠有过一面之缘 孝大侠相貌英俊 为人潇洒 和乔姑娘却是天生一对 康慧和民嘴微笑 孝大侠却是英俊潇洒 但也未必天下无双 梁兄武功虽然不急 英雄侠义却游有过之 这位姑娘容貌美丽 嘴巴很甜 与她同来的吹销书 龙富杰却是奄然一笑 梁兄英雄侠义游有过之 也有人英俊潇洒 与英雄侠义都不逊于 康慧和满脸声晕 称道 龙妹妹 龙富杰似笑非笑地 看着观和梦 举杯喝了口茶 拿起面前的馒头 悠悠撕了一片 吃了下去 方多病饶有兴致地 看着观和梦 李莲花归归聚聚地喝茶 目不斜视 梁颂倾可一声 他早知康慧和清新观和梦 观和梦却似乎对苏小雍较为特别 为避免观和梦尴尬 他向杨锤红道 杨兄远道而来 不知带了什么鹤里 杨锤红本是翩翩公子 也不小气 当下从袖中取出一个如折扇大小的墓盒 这是兄弟的鹤里 康慧和好奇 这是什么 方多病也好奇得很 这墓盒长约一尺 宽约两寸 这里面是什么 筷子 杨锤红一笑打开墓盒 只见墓盒中光滑闪烁 却是一只齐短齐窄的匕首 金刚匕首必使寒光闪烁 这匕首却焕发着一种奇异的粉红光泽 煞是好看 方多病看了一阵 突到 小桃红 杨锤红点头 赞道 方公子果然好眼光 这正是五十六年前天思五蝶陶夫人的那只小桃红 龙腹节颇为惊讶 听说瓷笔斩金断玉 风锐非常 更为可贵的是瓷笔所在之处 神兵之杀器可令蚊虫绝技 猛兽必走 是防身神物 你从何处得来 杨锤红颇有自得之色 小桃红是兄弟偶然从当铺建的重金买下 孝大侠与我有救命之恩 此比赠与乔姑娘再合适不过 众人纷纷点头 当下相互询问贺礼 龙腹节带的是一支凤钗 明珠为坠黄金漏酒 十分昂贵 最珍贵之处是短短三寸来长的 钗身上细细刻有路由凤头拆那一缺词六十个字 字字清晰 笔法流畅 却是一件名品 几人嘖嘖称奇 心下却不免觉得新婚之计 这拆上刻这首词未免不及 但此拆乃是古物 倒也难以苛求 康慧盒的鹤里是一盒胭脂 那胭脂颜色娇艳明媚 却是西域齐花所致 常用能够助盐 又能当作金创药使用 涂在窗口之上颇有奇效 梁颂带来一幅字画 乃是当代书法名家所写之狼才女帽四字 官和梦和苏小雍未代鹤里 方多病的鹤里却庸俗得多 乃是白银万两 以及葡萄美酒二十坛 各色绫罗绸缎石匹 一种花卉一百品 这些鹤里由方而幽方老爷子率重带来 方多病代表方式将于八月十五交于孝子金 但若是说方多病庸俗 李莲花便是小气了 她的鹤里是一盒喜糖 方多病目瞪口呆 半赏道 要不这一种花卉一百品便算你送的如何 其他几人看着那盒喜糖 心下或是鄙夷 或是诧异 李莲花确实不肯 应要送与孝子金夫妇一盒喜糖 众人都是皱起眉头 按道这人不识实物 孝子金和乔婉勉是何等人物 你送去一盒不值一吊钱的糖果 岂不是当面给人难堪 李莲花拍了拍她那盒喜糖 小心翼翼地包了起来 当作宝贝一般 方多病心里幸幸然 原来这就是李莲花的大礼 不过这李小花是只铁公鸡 小气得很 花五个铜板买盒糖果 的确也是个大礼了 二 双花默默交相相 只是旧家儿女 十五日 天色清明爽朗 傍晚一缕紫霞 写抹天空 瑰丽动人 扁州小清风 夜霞小住宾客迎门 人来人往 十分热闹 门口高悬红色灯楼 庭院内张灯结彩 酒席裂了数十桌 挤满了整个庭院 桌上各色韭菜 鸡鸭鱼肉 水果鲜酥 冷盘凉拌都已上起 入座的宾客已有五成 大多满带笑容 彼此拱手 久仰久仰 恭喜恭喜之声 不绝于耳 乔婉免对镜梳妆 同镜颜色昏黄光滑暗淡 她缓缓描眉 点纯 镜中人依然如当年那般颜色 即使会上浓妆 亦不见增严多少 只是容颜依旧 人是已非 嫁给孝子金 十年之前 纵然是最荒诞离奇的梦 也从未想过自己会嫁给孝子金 爱子金吗 她问过自己很多次 十年前 八年前 六年前 四年前 一直到昨日深夜 爱子金吗 昨夜梦见过她为她流的血 做过的事 却从未见她为她流的泪 醒过来以后静静地回想 真的 她只见过子金为自己流过的血 从未见她为自己流过泪 这个男人 一直拼命做着她的称天之助 其他的 从来不说 也不让她看见 她和湘仪不一样 爱湘仪吗 爱的 一直都爱 湘仪很任性 高强的武功 出群的智慧 辉煌的工业 让她目空一切 她喜欢命令人 很会命令人 奇怪的是 大家都觉得很服气 从来不讨厌 她也是一直被她命令着 安排着 去哪里 做什么事 在哪里等她 一直一直 听着湘仪的指挥 信着她 等着她 一直等到永远等不到 但子金不同 子金永远不会指挥她 必须做些什么 只要她开口 她可以为她去死 乔婉勉 微微牵动了一下嘴角 那微笑 未免见了几分凄凉 她自不会要子金为她去死 她绝不会要任何人去死 她痛恨所有抛弃一切 可以轻易去死的人 爱子金吗 爱的 花费了十年光阴 有今日的婚礼 她真的十分欢喜 外边宾客进场 入席的时候都送上贺礼 她也是习武之人 听见了外面的声息 礼物大都十分名贵 乔婉勉会好妆容 微微一笑 子金虽然这几年身子收敛 但想必心里十分高兴 她本来喜欢排唱 乔姐姐 门外有人敲门 我是小庸 乔婉勉到 进来吧 苏小庸推门而入 啊了一声 乔姐姐今日果然比平时更美 乔婉勉扑吃一笑 小丫头虚伪得很 苏小庸叫了起来 乔姐姐本来就是江湖中有名的美人 我哪里虚伪了 乔婉勉微微一笑 有名不假 美人未必 这般有名 不知是姓 还是不姓 苏小庸拾起桌上的梳子 轻轻为她梳紧发迹 也不知有多少人羡慕你呢 乔婉勉闭起眼睛 而后睁开微笑 你没见过与美人角姑娘 那才是真正的美人儿 苏小庸嘴巴一扁 我干嘛要看妖女 听说这女人手下帮途乱七八糟 奸淫掳掠掠做什么事的都有 她肯定不是什么好人 乔婉勉有些好笑 正要说话 花轿却已到了门口 苏小庸为她带上凤冠 离好衣裳 扶她入教 大红花轿在众教夫的药喝声中 缓缓前行 走向中庭 喜言就设在中庭 喜堂就在中庭之后的大堂 自乔婉勉归房到大堂 不过穿过一条回廊 数百步路程 喜乐吹奏 客人已纷纷到习 一时间声息烧净 只听那欢快热闹的乐曲 四响自四面八方 花轿之鸦之声隐约可闻 宾客在烧净之后轰然议论 欢笑声 吆喝声 敲击声和开嗓歌唱声混合在一起 热闹已急 乔婉勉 乔婉勉坐在轿中 突得觉得害羞起来 红韵了双颊 偷眼往花轿帘子缝隙看一眼 摇摇却见孝子金伟岸的背影 站在喜堂之中 他从未见她着过红衣 猛然看见 竟觉得有些好笑 情不自禁的嘴角含笑 心头竟有些跳 就似仍是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 第一次见了可心的人儿一般 众多宾客也都在酒宴边坐了许久 等着花轿已等了许久 见花轿自回廊中转出 不少人都是目不转睛看着那花轿 只盼在轿上盯出两个洞来 瞧瞧新娘子究竟是如何美貌 令两个江湖七男子为她颠倒 苏小雍一路跟着花轿 轿边跟随的有丫鬟 媒婆和轿夫 露媒走多远 轿边又跟了不少年轻莽撞的江湖少年 她忙着阻拦众人靠近花轿 以免冲撞花轿 正忙碌之间 有人轻轻拍了下她的肩 诶 她回身一笑 是你 怎么 有事吗 那人点头 对她招了招手 苏小雍略有迟疑 但见花轿也一走到门口 这人的脾气她也知道 不是真有要事 此人对她避之唯恐不及 绝不会上前招呼 便点了点头 跟着那人往客房走去 花轿边人头攒动 却也没多少人留意到苏小雍离去 人人只盼在乔婉勉出轿之时 看她一眼 喜乐之声吹奏 前头手持缩轻之人 已经扫过了喜堂的门槛 乔婉勉并无兄弟 婴儿也无就业叫在前 更无媚人 所以迎亲队中也没有媚婆叫 前头脱轻之人过后 新娘轿子就直接到了门口 及时一到 新郎就可出迎 牵新娘入内拜堂 瞧完免的大红花轿在外一停 宾客中轰然起哄 大家都笑了起来 纷纷吆喝 孝子今回身一望 嘴边也隐约见了笑意 方多并坐在喜言正习 他身边便是方氏 当家老爷子方儿幽 在自家老爷面前 方多并规规矩矩 谨言慎行 与他同习的是观和梦 以及佛比白石中三人 四虎银枪三人 四顾门尚存的友人 都前来道贺 佛比白石中 云比丘没有道座 说是百川苑不能无人留守 加之他有病在身 因此不能前来 李莲花坐在第七席中 他本要说明他就是江湖传说中神秘莫测的吉祥文莲花楼楼主 但转念想到方儿幽正等着要看和小凤的准夫婿 不免有些胆寒 还是不说为妙 坐在他左边的是丝皮大侠房客虎 右边是雪花仙子柳寒梅 满桌皆是久仰久仰之声 伴赏之后 李莲花终于忍不住悄悄问身边的雪花仙子 那位丝皮大侠究竟是何方神圣 柳寒梅奄然一笑 在他耳边巧声道 丝皮那是南南荒芜之地的一个小地方 方圆不过二十来里 李莲花啊了一声 十分敬仰地看着房客虎 二十来里也大得很了 柳寒梅顿时流露出轻蔑之色 那也算大侠 李莲花唯唯诺诺 过不多时又低声问房客虎 嗨嗨 柳仙子又是何处的高人 房客虎哈哈大笑 她是黄河五环刀门下的女弟子 什么雪花仙子我根本没听说过 不会是今日前来临时自封的吧 柳寒梅喷的一声拍桌而起 柳梅倒树大怒道 你说什么 你妄为江湖中人 居然不知我雪花仙子 乃是近年来江湖有数的人物 李莲花大吃一惊 连连拱手 两位声名远扬 在座各位都是久仰了 息怒息怒 请坐请坐 柳寒梅余怒未消 重重坐下 秃得斜眼看李莲花 你姓谁名谁 报上名号 李莲花一正 这个 这个 在下姓李 她一句话还没说完 柳寒梅斜眼看到 她手里抱着一个红色的洗糖盒子 为之恶然 这是你的鹤里 李莲花汗手 柳寒梅黑了一声 起身坐网别席 竟是觉得和她同袭 十分屈辱 柳寒梅离席 第七桌有不少人纷纷离开 只余下三两人仍旧坐着 看似也都是来白吃白喝的江湖混混 却又一人 山山而来 坐在了第七桌上 却是龙腹节 她对李莲花微微一笑 似是对离开之人十分不屑 方多并坐在正席 掉眼看着第七席的变故 肚里大笑 却听一名长须老者 浊然而起 扬声道 及时已到 喜言一阵喧哗 人人回头 只见孝子金一身红袍 胸挂红花 缓步走向停在门口的红叫 喧哗声渐渐平息 孝子金轻轻牵起较前的红丑 叫连晃动 一人头戴红盖头 自叫中慢慢下来 红衣鲜艳 家人窈窍 孝子金牵动红丑 红衣新娘缓步前行 突然之间 喜言中 宾客情不自禁 发出一阵欢呼 孝子金微微一阵 她是何等人物 却在牵起红丑的刹那 微微颤抖 李莲花手持酒杯 目不转睛地看着孝子金 宾客满堂 孝子金全心全意 只在乔婉免一人身上 牵着新娘子 走过洗盐 登上洗堂 那长须老者原来是孝子金 叔父 只听他运气震声道 一拜天地 孝子金和乔婉免 携手对门口 同拜天地 那老者又喊 二拜高堂 两人回身 对老者 徐徐拜下 夫妻对拜 两人转过身 彼此深深拜下 携手而起 酒宴的宾客 有些喊叫起来 恭喜孝大侠和乔姑娘 喜结良缘 恭喜孝大侠 喜得家人 多福多寿 早生贵子 顿时一片哄笑 孝子金终是笑了 牵着新娘步入洞房 李莲花手中的喜堂尚未送出 微微一笑之后 她将喜堂放置在靠近第七桌旁的收礼盘中 旁人所送的礼物大都名贵 这一盒喜堂倒是十分显眼 送出喜堂之后 她拾起筷子 加了一筷子蔬菜 吃了下去 同桌之人均觉诧异 这位食客未免毫无礼数 果不多时 正习开始动快 大家纷纷劝酒 场面热闹一场 李莲花却只吃了那一筷子蔬菜 也自停快 她左右无人 过了一会儿微笑 举杯低唱 一杯香煮 此夕何夕 却又一人走到她身侧 悠悠吟道 西江碧 江亭夜演天涯客 天涯客 一杯香煮 此夕何夕 竹蚕花缆歌声集 秦官汉远无消息 无消息 树楼吹角 故人难得 李莲花吓了一跳 抬起头来 猛地看见来人红衣乌发 容颜娇艳妩媚 发际一只芙蓉金钗 十分华丽灿烂 竟比新娘还要明艳 却是何小凤 同桌之人都认得 这位武林第三美人 见她突然来到 不免十分稀奇 靠近第七席的宾客 纷纷回头 均在好奇 这位武林第三美人 究竟所为何事 只见她笑吟吟地 看着李莲花 在她身边柳寒梅的空位 坐下 好久不见 别来无恙 李莲花道 别来无恙 和姑娘好 何小凤媚眼 在李莲花脸上 瞟来瞟去 李楼主何等身份 怎能坐在次席 这孝大侠也太不讲道理 你到我那里坐 来 李莲花温言道 我坐这里就很好 何小凤奄然一笑 那么我坐在这里陪你 同桌几人顿时心里 幸幸这位李楼主 不知是何方神圣 居然能得江湖中 身价最高之家人的青睐 这位家人年纪 虽然大了那么一点 难伺候了那么一点 却也是千娇百妹 正在这时 正习起了一阵喧哗 孝子金换了身衣裳 出来陪酒 正习上纪汉佛 白江唇和石水一起站起 举杯敬酒 孝子金一杯酒一饮而尽 白江唇笑道 孝兄弟多年夙愿 终是得偿 恭喜恭喜 石水却冷冷地道 门主若在 三门主万万取不到乔姑娘 纪汉佛喝了一声 石水阴阴闭嘴 纪汉佛对孝子金道 恭喜恭喜 孝子金不以为武 吐得常常吐出一口气 我其实 很庆幸他已经死了 饮下第二杯酒 他眼中饮有泪光 缓缓地道 你们可以恨我 纪汉佛用力拍了拍他的肩头 淡淡地道 不会 王忠 和张和刘如今三人也自站起 连道恭喜 孝子金连饮七杯酒 面不改色 方多病和方而忧 也站起敬酒 方多病从未见过这位孝大侠 这时对他上上下下 看了个仔细 只见他面貌英俊 气度沉稳 身材高大挺拔 的确是自有威仪 和江湖萧小之辈 如李莲花之流 大大不同 孝子金竞满首席 一桌桌轮番敬酒 他内力深厚 又出身名门世家 酒量甚豪 连饮食数桌 脸上毫无酒意 很快他走向和小凤这一桌 身侧有人替他倒酒 他举杯走向第七席手座 突然一正 喷得一声 那一杯酒水失手跌落 在地上打得粉碎 喜盐中 顿时寂静无声 人人心里惊异 自李相仪和嫡妃生死后 孝子金的武功 纵使称不上江湖第一 也是第一之一 他手上净到何等稳健 就算在手上抓住 数百斤重物 也不在话下 这小小酒杯 敬而会失手跌落 实在是万分古怪 只见孝子金盯着第七席中的艺人 目不转睛地看着 偷盗 你 你 那人微微一笑 举杯站了起来 李莲花 恭喜孝大侠和乔姑娘喜结莲礼 祝两位白头到老 不离不弃 孝子金仍是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你 李莲花先行举杯一饮而尽 孝子金却待了好一会儿 才从桌上取了另一支新杯 倒酒饮下 只听李莲花温和地道 你要带自己好些 孝子金僵硬了好一会儿 竟点了点头 李莲花举杯饮下第二杯酒 再次道 恭喜 孝子金又点了点头 仍道 你 你 李莲花晾了两杯底 李莲花 孝子金在他面前站了好一会儿 身旁的人窃窃私语 都到孝大侠醉了 才见他自行倒了一杯酒 一口吞下 砰的一声至杯余地 大步转身离去 他居然没再向第七喜的其他人敬酒 何小凤吃惊地看着孝子金 大步走过 你真是个怪人 李莲花恶然 我怎么奇怪了 何小凤指着孝子金 在指着李莲花 你们 你们 很奇怪 李莲花祈祷 他去老婆我来道喜 有什么不对 何小凤呆了半赏 他没给我敬酒 李莲花更起道 他不是见了你失手打碎酒杯吗 何小凤张大嘴巴 指着自己的鼻子 他是见了我打碎酒杯 我怎么觉得 他是见了你 李莲花叹了口气 他自是见了你 一时失神 打碎酒杯 何小凤将信将疑 心下却有丝窃喜 真的 李莲花正色道 当然是真的 他不是见了你失魂落魄 难道是见了我失魂落魄 何小凤想了想 言若春花的奄然一笑 这倒也是 喜言中不少人议论纷纷 好奇地看光看着李莲花 正习中观和梦 却既为战起敬酒 也不看李莲花 甚是心不在焉 方多并已留意了他许久 忍不住问道 观兄可有心事 观和梦已争 眉头紧簇 我在想一美不知何处去了 方多并东张西望 也有些奇怪 果然苏小雅踪影不见 他和乔婉免交情非浅 不该不做正习 怎会不在 自从去给乔姑娘梳妆 他至今未归 观和梦 沉声道 方多并本想干笑一声 但老爷子坐在身边 只得温文尔雅的微微一笑 莫非他一直陪着乔姑娘 心下却道 莫非他陪新娘陪到洞房里去了 观和梦摇头 绝不可能 他目光在喜言中搜索良酒 缓缓地道 他失踪了 方多并道 这里是野霞小住 紫袍喧天的住所 有谁敢在这里生事 苏姑娘想必是走散了 不会出事的 你放心 观和梦脸上危险冷笑 慢慢地说 我只怕就因为这里 是孝大侠的居所 所以才有人敢在这里生事 因为今日此处毫不设防 方多并见了他的冷笑 头皮有些发炸 勉强笑笑 观兄说的也有道理 不过我想不至如此 此时孝子金已敬酒敬了一圈 喜言也用过了大半 正在此时 门外有人惊叫一声 你是什么人 啊 庭院中众人一正 只见一件事物横空飞来 姿势怪异的平平落地 却是野霞小住门前的仆役 那仆役爬江起来 东张西望 由自卫搞清楚发生了什么 竟连惊骇都不觉得 喜言中高手众多 相顾骇然 要将一人置入院中不难 难得是将人滴滴抛起 平平坠地 既不尘土飞扬 一步鼻青脸肿 更不必说被抛之人 居然还来不及觉得惊骇 人就已经进来了 那是什么样的武功 孝子金此时至少已经饮下 树坛美酒 微有醉意 却仍是反应敏捷 刹那间已拦在了 庭院拱门之前 来者何人 喜言中 有心与来人一较高低的 都已纷纷站起 只见站在庭院拱门之前的 是一位轻衣男子 年貌来看不过三十左右 容颜俊雅 手上拖着一个木盒 冷淡淡站在门口 脸上既无祝贺之色 亦无挑衅之下 众人目光一起看着来人 此人容貌陌生 绝非近年来江湖中常见人物 正习上几人却都是浑身一震 脸色大变 童声叫道 狄飞声 刹那之间几人纷纷拦在孝子金身前 心里均想 不管这魔头因何未死 今日拼的性命不要 也要保孝子金和乔婉免周全 喜言中刹那间寂静如死 人人睁大眼睛 看着这位传说已死了十年的金鸾盟盟主 狄飞声背风白杨心法 为武林中第一等刚盟内力 若是此人真是狄飞声 今日喜言众人做得如此密集 他以掌之威 便足以利弊场内数位宾客 这位杀星怎会未死 十年之中他又究竟去了何处 今日来到野侠小住又所未合适 众人静若寒蝉 心下一片冰凉 若是他来向孝子金寻仇 要大开杀戒 我等今日确实冤死了 狄飞声淡淡站在门前 眼见众人神情紧张 他却不看在眼内 环顾庭院之内 宾客皆惜胆寒 不知他想要如何 孝子金张口欲言 季汉佛挡在他身前 低声道 乔姑娘尚在房内 一言提醒 孝子金本来心里怒疾 不知狄飞声未死 又不知他前来所为何事 乘着酒意便要拔剑 季汉佛提及乔婉勉 他心头一惊 满腔一粉顿时凉了 季汉佛拦在众人之前 陈生问道 狄飞声 狄飞声手中木盒一抛 啪啦一声 那木盒跌在季汉佛身前 但闻他淡淡地道 十年不见 别来无恙 季汉佛不知他心里 做的什么打算 也淡淡地答 别来无恙 不知狄盟主前来 所为何事 狄飞声却不理他 上下打量了孝子金一阵 听说这几年来 你武功大尽 江湖中白道黑道 无不默认 你是如今武林第一高手 众人一听便知来者不善 季汉佛陈生道 武林第一高手云云 乃是江湖朋友过誉 江湖中藏龙卧虎 哪有人真敢自认第一高手 狄飞声黑的一声 眼光只看着孝子金 孝子金却不能在众多宾客面前 做缩头乌龟 双眉一阵 朗声道 肖某绝非武林第一高手 但如敌盟主要仰仗武功 饶我婚宴 莫怪肖某不自量力 敌飞声打断他的话 淡淡地道 今日你如能接我一掌 这何中之物 便算我赠予你成婚的贺礼 孝子金一正 喜言中众人大齐 这狄飞声竟不是来报 金鸾盟全军覆没之仇 而似乎是来比武的 这地上墓盒之中 不知放置着什么事物 人人好奇得很 孝子金震了枕衣袖 朗朗一笑 既然狄盟主是为送礼而来 肖某便接你一掌 狄飞声脸色淡漠 缓缓往前踏了一步 孝子金身后 众人情不自禁往后变退 旁人不知狄飞声的武功究竟如何 当年四股门下事却再清楚不过 季汉佛低声嘱咐 孝子金千万小心 狄飞声的武功刚强暴力 虽是一掌 但已是性命交官 若是不敌 万万不要勉强 往后必走就是 他和白江纯站在孝子金身后 孝子金一旦不敌 便立刻着手救人 方多病心头砰砰直跳 他未曾想到 今日竟会看到狄飞声 以他的武功地位 这等大事自论不上他插口 他却情不自禁地 瞄了眼李莲花的作息 不知李莲花 可有化解局面的妙法 却见李莲花 目不转睛地看着狄飞声 就似也被这传说中的 魔头震住了 没有半点反应 这时只听门前地面一声歌唠轻响 却是狄飞声踏上了一块稍微翘起的青砖 众人为之一领 他面对孝子金 踏前两步 竟然全身放松 尚未运进 已知孝子金全神戒备 已是胜出一筹 若非对自己极有信心 绝不能如此 既汉佛和白江纯都已将真力运变全身 一旦发生变故 便当机立断 绝技要保孝子金全身而退 狄飞声踏前第三步 简单地仰手挥掌 往前批出 坐在方多病身边的方儿幽 一直没有说话 此时突然一拍桌面 贺道 白日消战鼓 方多病吓了一跳 才知这一掌掌力炽热刚猛 乃是狄飞声极其出名的一记杀手 若是被磁掌所伤 必定高烧七日而死 自有磁掌而来 未曾有人能自掌下逃生 宾客席中多有惊呼 孝子金双眉耸动 一掌拍出 竟对狄飞声那一记白日消战鼓 赢了上去 方多病心里佩服 大赞孝子金豪勇 只听喷的一声大响 既无想象中土木崩裂 飞沙走石之象 也无血剑三尺 惨烈悲壮之木 却是狄飞声登登登连退三步 众人大齐 看这两人对了一掌 竟是孝子金胜了 既汉佛和白江唇 甚是不解 孝子金自己也十分茫然 只见狄飞声黑了一声 这地下木盒 算是你的鹤里 严霸转身 大步离开 竟而掉头而去 众人面面相去 均是莫名其妙 浑然不解 这魔头岂会安得好心 木盒之中不知是什么东西 观和梦道 寄汉佛摇了摇头 狄飞声一带枭雄 虽是滥杀无辜 却从来光明磊落 他既然说是鹤里 那便是鹤里 绝技不会虚言欺诈 观和梦便不说话 孝子金久易已醒 对狄飞声的来意 全然摸不着头脑 拾起木盒 打开一看 只见盒中空空 只放着一个小瓶 那瓶子洁白如玉 上有青花小字 写的是观音垂类四字 季汉佛突然领悟 心中暗道 看来那西陵中的观音垂类 却是被狄飞声取走 他失踪十年 此时方才出现 必是当年受伤极重 无法复出 如今突然出现 只怕是已经服下灵药 伤势已经痊愈 今日挑战孝子金 必是为了饰演他的武功 恢复了几层 方才看似孝子金胜了 却不知这魔头 施展了几层功力 何况他灵药服下不久 想必武功尚未全赴 时日一久 孝子金并不是他的对手 此时孝子金 已经把小瓶打开 其中空空如也 并没有什么东西 只是瓶塞拔开 但觉清香扑鼻 嗅之可知 其中放置过上家灵药 却不知狄飞声将此空瓶 当作贺礼送予自己 究竟是什么用意 既汉佛踏上一步 与他低声解释 观音垂类的来龙去脉 白江纯等人退回正席 各自坐了下来 方多病心里对 狄飞声的气质风度 倒是颇为欣赏 只觉这位所谓魔头 也并不如何穷凶极恶 其他人却知 狄飞声杀人不眨眼 时事松了口气 这顿喜炎 是说什么也吃不下去了 前头喜炎 其风突起 洞房之中却也另有别情 瞧完免头戴红金 静坐洞房之中 突得一阵微风吹过 他在野侠小住中久居 立刻变直窗户动态 其的是这窗户开得无声无息 他的武功虽未撑得上一流 却也在一二流之间 窗户近在咫尺 竟未听到丝毫声息 当下瞭起红金 猛地看见窗外 有张脸对他一笑 只见黑夜之中 那张脸红红白白 却是一张彩绘的鬼脸 乔婉勉着实吃了一惊 那张鬼脸很快被人拿下 鬼脸之下的娇眼 令他心头一跳 世上女子貌美之人众多 但这窗前女子的容貌 竟能让他也为之怦然 实在是美得一乎寻常 何况容貌虽美 仅是有形之相 此女天然一段绝世风华 仅是眼眸微微移动 便让人绝如流水桃花 轻艳交融 令人心魂俱罪 这面带鬼脸的女子 自是角力乔 乔婉勉与他十年未见 此女已年于三十 却依稀比十年之前更美了些 只见他在窗口招了招手 乔婉勉将头戴的红盖头 握在手中 心下戒备 却见角力乔那张色泽柔美的红唇 在窗口无声地道 李 香 怡 还 火 赵 乔婉勉心头大震 师生问道 他现在何处 突厥口中一凉 原来角力乔鬼脸之中 暗藏细微暗器 他一张口 那暗器由口而入 随即融化 再也吐不出来 顿时眼前一黑 往前栽倒 窗前的女子奄然一笑 若是有人见他这一笑 非倾倒在他十六裙下不可 只见他先止一弹 一封红色的书信 自窗口射入 堪堪插在床头枕下 随即转身而去 诺大洞房 床椅空洞 只有红衣新娘的衣角 和飘落一旁的红盖头 在夜风中轻轻颤动 三 天已许 甚不叫 白头生死鸳鸯谱 庭院中众人 虽已没了喝酒的兴致 却还在谈论 狄飞生的来意 观和梦心神不定 方多病也暗暗奇怪 经过狄飞生这么一扰 苏小雍竟然还不回来 难道真的出了事 但在野侠小柱 又能出什么事 喜言很快散去 大多数宾客纷纷离去 孝子金在外送客 未过多时 野侠小柱只余下十来 为与他相交较深的好友 方多病已忍不住 从方而幽身边远远逃开 和观和梦一起四处寻觅苏小雍的下落 方而幽却将李莲花叫住 李莲花本坐在第七席发呆 突得被方而幽叫住 满脸茫然之色 只听方而幽问道 你姓谁名谁 是何年何月何日何时出生 李莲花啊了一声 我姓李叫莲花 那个 物子年七月初七 子时生 方而幽摁了一声 在他身边坐下 父母为谁 家里可有余产 李莲花欠然道 家中父母双亡 有失散多年的同胞兄弟 名叫李莲碰 还有发妻一人 方而幽眉头一皱 只听李莲花继续说下去 小妾一人 但因家乡贫困 瘟疫流行 发妻和小妾都已过世多年 方而幽道 你既是当事神医 怎会发妻和妾室都因瘟疫而死 李莲花正色道 只因发妻因瘟疫而死 我方才奋发图强 花费十年光阴苦练医术 方而幽脸上不见喜怒之色 上下看了李莲花一阵 你家住何方 家乡特产何物 李莲花对达如流 我家住苗江丝毛山 家乡特产乃是一种剧毒目鼠 生食有剧毒 用清水浸泡之后再烤熟食用 味道却十分鲜美 方而幽微微一正 你那起死回生的医术 原来出自苗江 李莲花连连点头 丝毛山上有一种一草 果实生满绒毛 共有一百三十五粒子 颜色是青中带黄 经上仅有两片叶 紫上绒毛越有半寸长短 折断之后 它流出鲜红色之叶 犹如鲜血 方而幽沉沿了一阵 它本料定李莲花满口胡言 但却是越听越难以断定 它是否胡说 如果李莲花真是出身苗江蛮荒之地 又曾有发妻小妾 无论和小凤怎样重义 方氏不能和她结亲 正在此时 秃地方多病从厢房中快步奔了出来 大叫道 死莲花快来 苏姑娘受了重伤 她一句话未说完 孝子金横抱一人自洞房中大步走出 脸上的血色退了个干净 颤声道 婉免她 她被角力乔下了剧毒 方多病一句话耿在咽喉 瞪大眼睛看着昏迷不醒的乔婉免 心里惊骇异常 众人听闻苏小雍出事的消息 本已吃了一惊 猛的又见孝子金 把乔婉免横抱了出来 更是大吃一惊 有人咬牙切齿地道 我终于明白 狄飞声那恶贼为何突然出现 又突然离开 原来是声东击西 让角力乔这妖女 对后房的两位姑娘下手 真是奸诈险恶 可恶之急 稍有头脑的却不免奇怪 角力乔给乔婉免下毒 自是大有道理 却为何只是伤了苏小雍 以角力乔的新性武功 一百个苏小雍也是顺手杀了 李莲花也是大吃一惊 却见孝子金抱着乔婉免大步向她走来 腾出右手一把抓住她 脸色苍白异常 沉声道 跟我来 李莲花为乐一声 孝子金的武功何等了得 她伸手来琴 饶是狄飞声也未必能轻易抵开 李莲花被她一抓就抓正衣领 孝子金比她高大 手臂一抬把她整个人提了起来 大步走向最靠近的一间厢房 众人眼见孝大侠出手抢神医 目瞪口呆 只听那厢房的门 喷得一声重重关上 将李莲花 孝子金和昏迷不醒的乔婉免 关在了里面 方多并忍不住奔到那房门前 鼻子突然撞上一堵肉墙 她倒退三步 才看见不知什么时候 白姜唇已挡在房门之前 脸色有些变 白姜唇身肥如鲤 体型硕大 居然轻功了得 这一略无声无息 方多并竟然没半分警觉 只听她道 等一等 方多并揉着很痛的鼻子 可是苏姑娘那边也 记汉佛冷冷的截断 那里有观和梦 石水目光奇异地看着紧闭的厢房 嘴边似笑非笑 看不出究竟她是变了脸色 还是幸灾乐祸 相访之中 孝子金抓着李莲花大步入内 左手轻轻把乔婉缅放在床上 右手却牢牢地抓着李莲花 脸色苍白至极 目中神光暴涨 近乎狠毒地盯着她 一字一字压低声音道 我不管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你一定要救她 一定要救活她 算我 求你 李莲花目瞪口呆 你 孝子金另一只手掐住她的咽喉 极低沉地道 香仪 求你 救她 李莲花道 我不是 孝子金手上加劲勒住她的猴头 目中神色痛苦异常 你不用争辩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 我怎能认不出你 你救她 这世上除了杨周曼 谁也 救不了她 李莲花被她勒得脸色苍白 眼色很是无奈 叹了口气 我不是不救她 孝子金你要先放开我 孝子金睁了一阵 缓缓松开了掐住李莲花脖子的手 突然颤声道 我绝非怪你不死 李莲花微微一笑 我明白 她拍了拍孝子金的肩 你们今日成婚 我很高兴 真的很高兴 孝子金目中流露出复杂之极的痛苦神色 滴滴一声如腹伤野兽般的嚎叫 你先 救她 李莲花在乔婉缅身边坐了下来 轻轻掠了掠她的发丝 孝子金从怀里取出一张揉得不成形状的信件 缓缓放在桥丸面枕边 那是一张喜帖 也就是孝桥联姻所发的红色喜帖 上面写着几个字 冰中蝉 雪霜寒 解其毒 扬州曼 这冰中蝉之毒 在天下剧毒之中名列第28 因其入口冰寒 容易察觉 所以并不是什么特别厉害的毒物 也很少有人会中其毒 冰中蝉毒入口 只要口中没有伤口 及时漱口吐出 并无大碍 但若是口中有伤口 又误时冰中蝉 那剧毒顺序而入 直下肠胃 半个时辰之内 内斧会结成冰 将人活活冻死 解救之法多为驱寒取暖 但往往驱寒药物尚未生效 身体尚未被捂热 病人就已冻死 所以难以救治 唯一比较可行的治疗之法 便是寻觅一位内功精纯的好手 以治纯内力护助内斧 戒之与剧毒相抗 等候冰中蝉药性发作过后 病人不但平安无事 而且自此终生不畏寒冷 可谓因祸得福 而天下内功心法 论至纯至和 首推扬州曼 这抗寒的内力 若是有一丝霸气 便会伤及因受冻 而极其脆弱的腐葬 令病人诉死 乔婉缅的脸色仍很红润 新娘的立妆尤在 她显得端庄典雅 犹如陷入浅眠之中 只是触及她的肌肤 便会觉得一丝寒意 自肌肤深处渗透出来 接触得越久 那丝寒意越是让人难以忍受 李莲花看着那红色喜贴上 十二个秀丽的小字 那字迹虽然潦草 却不知为何有一股风姿摇曳的 极美之态 她叹了一口气 脚大帮主可谓煞费苦心 她未接着说下去 孝子今突然醒悟 脚立乔给婉缅下毒 只怕便是为了试验 李相仪是否还活着 只要乔婉缅毒伤痊愈 便知李相仪还活着 但就算她还活着 给乔婉缅疗伤 也必元气大伤 许久不得复原 便万万不是迪飞生的对手 李莲花见孝子今脸色大变 突然微微一笑 因为这十年之中 我得到了一本一道奇书 上面载明了各种伤病的治疗方法 这冰中蝉的解毒之法 以红心鸡蛋三个 寒冬梅花六十朵 十日之内的落雪三生 蜂蜜一生 五彩公鸡一只 烈酒五生 大火熬至一碗水浮下就好 倒也不必以内力救治 孝子今沉声道 这都是义得之物 我去找 李莲花看她推开房门 身形刹那消失 那轻功身法比起对敌快得多 不免叹了口气 心里有些后悔 早知她武功进步如此 实该说要红心双黄鸡蛋一斤 寒冬金斩白梅六百六十六朵 天山雪莲蜜一生 有四条腿的公鸡一只 大内上扇梅酒一坛才是 念头转弯 她扶起乔婉脸 垂眉闭目 杨周曼至纯至和的内力 自她背心透入 瞬息之间游遍她全身经脉 助她抗寒 她却是四股门 当年坠海失踪的李向怡 只不过十年光阴 在这个人身上留下的印记 比谁都多 当年 她只是个孩子 如今她身负狄飞生催神掌伤 两年之内便会理智全尸 变成疯子 一身武功早已毁去十之七八 若是滥用真理 疯狂之妻便会提早 事到如今 当年红颜嫁于挚友 悲伤吗 悲哀吗 李莲花微笑 她已不再是个孩子 能看到悲伤 也能看到欢乐 有些事 其实未必如看起来那般不好 李之嫁于李向怡 能嫁于孝子金 或许是幸运的多 她的功力已经毁去十之七八 若让孝子金在旁边看着 必定会看出端倪 角力乔不是要让她功力减退 她是要她发疯 那些糟糕的事 实在不该让今日成亲的人知道 李莲花 徐徐运气 乔完免体内的寒毒 一分一分减退 屋里一片寂静 在另一间厢房之中 观和梦 却是惊怒焦急的 看着昏迷不醒的苏小庸 苏小庸倒在 桥婉缅归房隔壁的厢房之中 厢房中 四壁都是血迹 显然苏小庸和人动手 在房中负伤而战了很久 只是房外喜乐震天 人人都在关注校桥的婚礼 竟没人留意到这间房内的动静 墙上的血迹横七竖八 苏小庸身上的伤口也很奇特 有些似是尖锐的器物深深刺入 有些似是被刀刃所伤 有数道伤口深达脏腑 若不是方多病借口去找苏小庸 幼妇及时寻到 等到喜严结束 他早已死了 观和梦面对苏小庸奄奄奄一息的躯体 健眉紧促 双手微微颤抖 全神想要如何诊治 在他身后来到的白江纯几人 却是打量着墙上的血迹 脸色甚是诧异 这间厢房足有两丈剑方 墙上的血痕倒倒笔直 或横或数 地上有一大滩已经变色的血迹 显示苏小庸所留 此外并无其他血点 每一面墙都有血痕 房内桌椅都已翻倒 连床上的枕头都已跌下地来 被入尾地 显示曾经打斗得非常激烈 观和梦艳看苏小庸的伤势 越看越是心惊 他身上的刀伤认口虽小 却是刀刀入肉 那些锐气刺入也是极深 若非这两样凶器似乎都有些短 差了毫厘未及心肺 他早已死了 最可怖的伤口在胸口和脸颊 胸口被连刺两下 两下都扎断了肋骨 脚腥断骨未曾刺入心肺 另一下是刺在脸颊上 那锐气刺头腮帮 从左脸插入了咽喉 伤势也十分严重 这下手之人十分残忍狠毒 杀人之心昭然若揭 却不知是谁竟在孝子金和乔婉勉的婚礼之中 残害如此一位年轻女子 苏小雍年纪轻轻 在江湖中尚未闯出名头 又有一兄官和梦为靠山 有谁要杀害这样一名胶质纯真的小姑娘 白江纯人虽肥胖 心却极细 苏小雍重伤的情形给他一种说不出的别扭感觉 似是有哪里明明违反了常理 而他却尚未发现 只是思来想去 只是不明白 官和梦见他皱眉不语 直到他对苏小雍之事毫不关心 心下怒急 按道这等人高高在上 自不把常人死活看在眼里 堪堪止住了苏小雍伤口的血 将他横抱起来 大步走了出去 白江纯尚在思索究竟这房中是何处不对 突见官和梦将苏小雍抱出房去 不由的一正 石水站在他身边 侧身一让让官和梦出去 等他出去了 方才因侧侧的道 嘿嘿 第一次杀人 白江纯嘻嘻一笑 苏姑娘也是第一次被杀 石水阴森森的道 这人是第一次杀人 方才不知道要往何处下手 才能将人一杀就死 徒子弄了许多血出来 白江纯哈哈一笑 这人不但是第一次杀人 而且武功差劲得很 实在应当让老四教他一教才是 官和梦将苏小雍横抱出来 方才知道原来乔婉勉也身中剧毒 昏迷不醒 众多宾客多已散去 其余众人多在关心乔婉勉的毒伤 心里更是愤懑 下手欲杀苏小雍的人 必定就在方才宾客之中 却不知究竟是谁 此刻必定早已离去 眼见无人关心苏小雍的死活 他提一口气展开轻功 将他稳稳抱在怀中 镜子扬长而去 奔回武林客栈去了 方多并见他出来 本要上前打招呼 却见他沉着脸 突然抱着苏小雍大步出门 奇怪之余 不免嘀咕这位江湖少侠 未免跑得太快 而自孝子今出门之后 李莲花和乔婉勉还关在房内 众人的确都在关心 李莲花这医术通神的神医 到底能救活乔婉勉否 十数双眼睛 都是牢牢地盯着房门 过不多时 房门割拉一声开了 李莲花走了出来 回身带上了门 方多并抢先问了一句 怎么样了 李莲花喊了一声 他身中兵重禅之毒 众人等着他的下文 半嗓却没有听到什么下文 反而是他奇怪地看着众人 听说苏姑娘被人伤了 众人点头 李莲花问道 他人呢 众人摇头 方多并叫道 死莲花 他被人伤得满身是血 就在乔大姑娘的闺房旁边 乔大姑娘呢 他怎么样了 李莲花道 他身中兵重禅之毒 方多并不耐烦地道 我知道他身中兵重禅之毒 然后呢 然后如何 李莲花叹了口气 他身中兵重禅之毒 方多并又听到这句 简直要发疯 幸好他终于接了下去 除雀寻觅到如李相仪 嫡妃生 少林方丈 武当掌门之类的奇人 为他炼起抗毒 唯有与他至亲至爱之人 与他洞房花竹 方能解毒 众人一正 按道这道不难 就算他不中剧毒 今夜也是要洞房花竹 只是新郎官却到何处去了 李莲花说完那解毒妙法 对方多并满脸不信之色 只做不见 正色道 苏姑娘在何处受伤 方多并往山下一指 我看到关大侠客 抱他下山去了 李莲花微微一笑 我下山看看 言霸施施然对众人 供了拱手 转身镜子下山去了 方多并追之莫及 心里大齐 莫非他把乔婉免医死了 故作神秘 打算逃跑 李莲花形势 一贯慢如蜗牛 今日这么快就走 分明其中有鬼 正在议论纷纷之时 孝子金却已回来 他身后还跟着几人 一人手里抱着半棵梅花树 一人抓着一只大公鸡 一人提着两个大圆坛子 孝子金一贯寡言少语 形势稳重 众人见他突然搬运来 如此稀奇古怪的东西 鼻中尚闻到一阵酒香 不由的心中各自存到 莫非他气急攻心 得了失心风 却不知孝子金年轻时 性情浮躁 喜好奢华 刚愎自负 本不是冷静的性子 李莲花满口胡说八道 他心急如焚之石 却是深信不疑 哥拉一声 孝子金推开房门 突然一震 房中已不见了李莲花的影子 乔婉勉呼吸均匀躺在床上 被入盖的整齐温暖 不见方才僵冷的模样 他抬手阻止身后人 将花束攻击扛进房内 轻轻闭起了门 走到他床前 试了试他额上温度 乔婉勉被人点了穴道 一时半刻不会醒来 但触手温暖 冰中缠 剧毒已解 孝子金此时心中已然明白 所谓解毒之方的妙用 不过是要他暂闭一时 只是为什么 李莲花给他疗毒的时候 不愿他在旁 难道他难道他其实还是对他 对他 孝子金呆呆地站在床头 拳头紧握 过了好半晌 目中流露出一丝恨意 你要是真死了 那有多好 李莲花正走在半山腰上 突然打了个喷嚏 阿球 谁在骂我 他停下脚步 回头望远在山顶的野侠小柱 悠悠叹了口气 这时却有人冷冷地道 不做亏心事 怎会时时担心有人骂你 李莲花大吃一惊 回过头来 却见身后不远处的草丛之中 有一男一女 那女子躺在草地之上 那男子在草丛中寻觅着什么 正直起腰来 正是观和梦 李莲花欠然道 不知二位在此 有失远迎 观和梦脸色清铁 再下一枚失血过多 恐怕撑不到山下 你可有盛水之物 让她喝水 李莲花啊了一声 让我看看苏姑娘的伤 岩霸弯腰穿过树丛 钻到草丛之后 一看之下 她也是一症 苏小庸身上奇异的伤势 令人难以理解 她从怀里摸出一只羊皮水袋 里头有水 奇怪 这是什么事物所伤 观和梦接过水袋 扶起苏小庸 将水袋口凑进她唇边 让她喝水 一边僵硬的道 似是刀刃和铁锥 李莲花身指点了苏小庸胸口四处穴道 亦有可能是峨眉刺 观和梦脸色越发阴沉 关东鸳鸟鞋鞋鞋头代刃 西北双刃矛头 都有可能 李莲花干笑 若是鸳鸟鞋鞋或者双刃矛头 苏姑娘只怕早就 哈哈 观和梦一争 若是鸳鸟鞋鞋或是双刃矛头 苏小庸只怕早已一命呜呼 绝不可能活到现在 只听李莲花继续道 那人把苏姑娘弄成这般模样 一种可能是因为她的武功 不如苏姑娘 另一种可能是凶手心性特异 故意要将人弄得痛苦万壮 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观和梦一临 李莲花道 对自己有自信的凶手 不会把人杀得满身是血 且又不死 观和梦心里一环 今夜婚宴 武功不如一美的人倒是不多 李莲花微微一笑 今夜究竟来了哪些人 问笑大侠便知 此时苏小庸喝下许多清水 脸色稍微好了一点 李莲花和观和梦将她抱下小清风 到武林客栈中疗伤 苏小庸伤势虽然沉重 侥幸凶器韧短 尚未伤及内斧 只是外伤及重 敷上了观和梦上好的金疮药 在她急救之下 她终是捡回了一条命来 只待她醒来 就知道是什么人将她伤成这般模样 观和梦心里虽然焦急 却比方才安定了些 李莲花大半个晚上 帮观和梦扇火熬药 收拾废弃的绷带真药 抹捉扫地 观和梦只看着昏迷不醒的苏小庸发争 眼角眉梢全是憔悴之色 她对这位姑娘的心意 已是昭然若肩 这一夜无眠 第二日早晨 康慧和梁颂 龙富杰 杨垂洪等人从野霞小住下来 不诸议论昨日乔婉免中毒之事 联想到苏小庸同时为人所伤 这是多半是同一伙人所为 要知道究竟是谁 想要对乔婉免和孝子金不利 只烧苏小庸醒来 说出与他搏斗之人是谁 就能清楚 苏小庸却一直高热 昏迷不醒 观和梦日日为他煎药 日日皆是有时煎煮 虚实服下 从不稍差半分 如此过了几日 孝桥联姻之后的第四日 似夕阳无语 方多病在李莲花走后 没过多久就借口溜了出来 李莲花那日尚在半山腰施舍水带 方多病就已回了武林客栈 还因四处寻找不到观和梦 苏小庸 李莲花几人和掌柜的吵了一架 幸好观和梦三人适时回来 财勉区掌柜的背方多病驱打成招 承认自己是一个叫做角力乔的苦力的同党 这日已是乔婉勉嫁与孝子金的第四日 听闻苏小庸重伤 乔婉勉和孝子金也来看过 不知为何 这对新婚的神仙抗力 脸色都有些苍白 并没有什么喜气 倒是行色匆匆 留下许多名归药物 来了便去 好似都怀着十分沉重的心事 方多病心下稀罕 但左林观和梦因为一枚之伤 而憔悴如死 心情愤懑 又涉李莲花这几日却说人不舒服 整日躲在房中睡觉 她无聊的紧 只得在杨锤红房中玩耍 她本要去找人赌钱 杨锤红却说要联聚 方多病憋了半天 硬生生说了句好 这几日她便哈欠连天地 和两位文武全才的江湖俊燕连聚 什么一朵梅花开 开完又要开 什么暖欲温香爆满怀 销魂暗解青罗山 什么红颜味老恩先断 从此销朗是路人 如此这般的绝妙好词层出不穷 直连的她头昏眼花 心里大叫救命 而那两人却失性大发 家具连篇 仿佛这一辈子没有做过诗一般 连到第三日 好不容易挨到有识 方多病供了拱手 兄弟肚子饿了 严霸溜出门去 不管身后人如何招呼 他是万万不会再回来了 孝桥联姻之后 如杨垂洪 梁宋这般的江湖少年 尚有不少留在扁州 一则是因为此地仍有不少武林大豪未走 二则是因为狄飞生和角力桥都现身此地 留此不走 说不定会看到些热闹 方多病却是因为老爷方而优先走了 他便在此多留两日 并且昨夜连聚之后实在无聊 他竟跑去小桥酒店大大的醉了一场 日上三杆方才回来 回来之后 李莲花却还没有从他那客房里出来 死莲花 李小花 吃饭 他敲了敲李莲花的房门 李莲花睡了一天 再不起来就要发霉了 一哑一声 房门一敲就开 方多病一脚踩进李莲花的房间 李小 他突然睁住了 李莲花 喂 李莲花 李莲花拥被坐在床上 一双眼睛黑而无神 茫然看着门口 方多病不是没见过李莲花 两眼茫然的模样 但不是这样 不是这种空洞的像死人眼睛的眼神 方多病一触及纳目光 倒抽一口凉气 竟觉得全身都寒了起来 那分明是一个很熟悉的人 但怎会有这样的眼神 就像李莲花的身体里 进去了一只吃人的恶鬼 那只鬼透过李莲花的眼睛 恶狠狠地瞪着他 喂 李莲花 他顿了一顿 全身冷汗都出来了 李莲花却毫无反应 仍是眼睛眨也不眨 阴森森地盯着门口 方多病终时忍耐不住 大步走过去摇晃了他一下 李莲花 啊 李莲花全身一震 终于转过目光看了他一眼 你 你 他眨了好几下眼睛 微微一笑 是你啊 方多病全身鸡皮疙瘩还未消退 他仍觉得李莲花方才根本没有认出他来 你怎么了 李莲花道 没什么 方多病半心半疑 真的没什么 李莲花道 没什么 苏姑娘怎么样了 方多病道 也没怎么样 大概今晚就会醒了 李莲花问道 关大侠呢 方多病道 不知道你若是关心 不如去看看 在这房间里睡了三天 也不嫌闷 李莲花欠然道 这道也是 岩霸钻进被窝 换好了衣裳 慢吞吞从被里钻了出来 我们去看看苏姑娘 苏小庸的房间在观和梦隔壁 两人从观和梦房门而过 李莲花足底一滑 抬起脚来 只见那鞋底 染上一块黑红色的污渍 她游自呆呆 这是什么 方多病 却越看越眼熟 这好像是 猪血 血 李莲花大吃一惊 两人相视一眼 齐齐伸出手 猛地推开观和梦的房门 血迹是从床下 蜿蜒出来的 地上丢着一只匕首 血迹顺着匕首刃 缘缘缘流向门口 从门槛缝隙中渗了出去 血迹早已干涸 两人目光尚移 只见床上一片狼藉 被褥凌乱 背下依稀一个人形 被褥上十数个刃孔 被下人一只手臂垂于床侧 鲜血便是顺着手臂和手指流了满地 最骇然的是床上上插有一只长剑 直透背入床铺 剑尖露出床板之底 剑尖下的地面却并无多少血迹 跌在地上的匕首 短小精亮 泛着淡淡的粉红色光泽 赫然正是小桃红 而穿过背入的长剑剑身 比寻常剑长而围语更短 竟是风尘剑 方多并心头砰砰直跳 迟疑两久 走过去轻轻揭开 那盖在床中人脸上的被褥不出所料 被乱刀戳刺 而后被常见贯穿胸口的人 是苏小雍 并非观和梦 李莲花站在门口 文雅温和的眉目 有瞬间泛起了一层愤怒之色 方多并狠狠一跺脚 低声道 这 这是怎么回事 有谁要他死 他不过是一个什么也不懂的 李莲花按住额头 半仪在门框上 常常吸了口气 而后慢慢吐了出来 是我的错 昨夜我居然没有听到半点声音 方多并眉头一皱 方才李莲花那模样 猛的都上心来 你这几天真在生病 李莲花静了半嗓 点了点头 方多并也常常呼出一口气 那我明白 以你那样子 就算隔壁敲锣打鼓 你也不会听到 怪不得你 李莲花脸色苍白 苦笑一声 方多并道 重要的是谁是谁 要杀苏小雍 谁和他有深仇大恨 竟忍心把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乱刀刺死 这凶手伪食残忍狠毒 泯灭人性 李莲花摇头 声音微微有些沙哑 重要的是观和梦 方多并遗症 观和梦 李莲花慢慢地道 这里是观和梦的房间 苏小雍为何在他床上 苏小雍为人所杀 观和梦却在何处 方多并悚然一惊 不错 这里是观和梦的房间 观和梦却在何处 苏小雍面容痛苦的闭目躺在床上 衣着整齐 穿着鞋子 他没有睁眼 左夹的伤口让他整个容貌都扭曲了 浑身浴血 看起来十分可怖 李莲花握住苏小雍 身上那只风尘剑 用力一拔 那只剑本有倒勾 牢牢勾住床底 确实拔之不起 只得叹了口气 方多并忍不住道 那是梦颂的 难道他 李莲花苦笑 如是他 他把自己成名兵器留下作肾 唯恐天下不知苏小雍是他所杀 何况梦颂侠明昭著 料想不会做这种事 又何况 方多并问道 又何况什么 李莲花道 又何况梁颂要杀苏小雍 一掌便震死了他 何必杀成这样 方多并甘笑 那道也是 这里还有小桃红 不对啊 他末地想起 这只匕首不是送给孝子金做新婚贺礼了吗 怎么会在这里 李莲花叹了口气 只怕在小清风上将他刺成重伤的凶器 就是这柄小桃红 方多并毛骨悚然 那 难道凶手是杨锤红 李莲花叹道 杨锤红要杀苏小雍 何尝不是一杀便死 他又有什么理由要杀苏小雍了 那小姑娘明明什么也不懂 方多并瞪眼道 你莫忘了他是观和梦的一妹 他虽然什么也不懂 未必有什么仇人 但是观和梦初到三年 姓霞仗义 得罪的人不可谓不多 他竟然喜欢他这一妹 有人要杀苏小雍 有什么稀奇 李莲花漫不经心的道 那也有些道理 抬起头四下张望 屋里其余事物都摆放的 有条有理 并没有看出有人动过的痕迹 若在小清风上 将苏小雍刺成重伤的人 也是将他杀死的人 那就是说 他从山上跟了下来 就在我们身边 既然他能用风尘剑和小桃红杀人 说不定就住在这家客栈之中 方多并大皱其眉 你要说这凶手武功不高 他却能拿走风尘剑和小桃红 你要说他武功很高 他杀苏小雍却杀了两次 又杀得满身是血 花费许多手脚 实在是奇怪得很 李莲花叹了口气 你真的想不明白 方多并摇头 秃又瞪眼 难道你就明白 李莲花道 要拿走风尘剑 武功不一定要很高 只要见过梁颂 世界是偷是抢都能拿到 至于小桃红 那日昏眼人来人往 从礼品盘里拿走一样什么 也不困难 难得是他要知道 礼品中有这么一件杀人戾气 方多并打了一个寒劲 你是说 凶手就是梁颂 杨锤红 甚至苏小雍身边的人 李莲花又叹气 梁颂和杨锤红也很可疑 方多并忍不住又反驳他 不是你说 他们不会把自己兵器 丢在杀人现场 何况他们要杀苏小雍 也不必如此麻烦吗 李莲花瞪眼道 你又怎知他们不会因为 猜到我们会这么想 故意把兵器留下 故意将人杀得满身是血 方多并目瞪口呆 勃然大怒道 那你说了半天 等于什么都没说 李莲花倾咳一声 至少知道了一件事 方多并本打算不再理睬 这个满口胡言的尾神医 钟还是忍不住问 什么事 李莲花微微一笑 如果真的如你所说 杀苏小雍的目的是为了观和梦 那么凶手至少要知道观和梦 喜欢他这位异美才成 那就证明凶手和观和梦很熟 他轻易拿到风尘剑和小桃红 也证明他和观和梦的朋友很熟 或者就住在这客栈里 不是吗 方多并突然醒悟 你是说凶手是参加了这次婚宴 和观和梦很熟 武功也许不高 知道礼品中会有小桃红 很可能也住在这所客栈里的人 并且从孝桥成婚那日到昨日 还没有离开扁州 那就是说 李莲花道 就是说 凶手是梁颂 杨锤红 你 我 观和梦 康惠和 龙富节中的一个 也就是那天看见小桃红的其中之一 话正说到此处 门口光线微微一暗 有两人走到门口 突然看见门内凄惨的状况 其中一人尖叫一声 全身瑟瑟发抖 另一人居然往前一载 几乎昏了过去 李莲花和方多病 连忙赶出门去救人 那几乎栽倒的人 正是观和梦 只见他双目大睁 呼吸急促 脸色惨白 显示疾痛攻心 惊怒焦急 方多病连点了他几处穴道 心里甚是同情 另一人却是康惠和 他被房里惨状 吓得魂飞魄散 连道 小庸 小庸 天 李莲花只得也点了他的穴道 欠然道 对不住了 方多病点了观和梦几处穴道 却把他抓住摇了摇 你到哪里去了 昨晚你在什么地方 为什么苏小庸会在你房间里 只听啪的一声 观和梦怀里跌下一包事物 方多病拾起一看 却是一包金疮药 观和梦极力定了定神 他本已几于疯狂 此时勉力要镇定下来 沙哑的道 我到药铺买药 本想即刻回来 但一味主要没有了 才赶到临阵去买 一夜未归 怎会 怎会变得如此 小庸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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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会在这里 我 我 他 他是大夫 只看一眼便知苏小庸 确实已死 哀痛之下 凸得呆呆地看着李莲花 目中流露出极强烈的 期盼之色 李莲花号称能起死回生 若传言是真 世上唯有他能救苏小庸一命啊 李莲花知他在期盼什么 此时此刻 要说他自己实在不会什么起死回生术 却是说不出口 顿了一顿 叹了口气 方多病却道 你放心 这位李莲花 乃天下第一神医 医术神奇之极 你远远不及 不消时日 定能让苏姑娘起死回生 还你一个活蹦乱跳的大美人 观和梦心之 全是无稽之谈 却可盼自己能够信邪 此时浑身乏力 热泪盈眶 只得闭上了眼睛 康慧和一边看着 突然落泪 眼面而泣 李莲花道 二位请先回去 这里有我和方公子在 关大侠想必累了 还请康姑娘多加照顾 康慧和点了点头 观和梦却不肯离去 只想再将苏小庸之商 厌看清楚 只是被方多病点了穴道 康慧和将他扶走 他却反抗不得 如果观和梦真的昨夜不在 究竟是谁把苏小庸 搬到了观和梦房间 又是为了什么 方多病越发奇怪 苏小庸的客房 和观和梦的客房一模一样 也和你我的房间一模一样 有谁要特地把它搬到隔壁 李莲花道 啊 方多病又道 我一说你能把他医活过来 凶手为了自保 定会打算向你下手 杀人灭口 这时我方大公子一出手 就能将凶手捉住 给苏姑娘报仇 李莲花道 嗯 方多病得意洋洋 你放心 在我方大公子手下 绝技不会有事 我定能抓住凶手 李莲花道 那凶手若是武功不及苏小庸 明知你在我身边 又怎么敢来杀我 何况李莲花的武功 虽然不怎么高强 至少也比苏小庸高强些 方多病的笑脸突然僵住 只听李莲花很失望地看着他 喃喃地道 你果然聪明得很 方多病恶狠狠地瞪着他 少说我也想了条妙计 总比你半点伎俩都想不出来的来的聪明 李莲花在房中环木四顾 方多病方才在说什么 他就当半句没听到 苏小庸静静躺在床上 凶手杀人的方法疯狂而简单 却几乎没有留下痕迹 将棉被压在苏小庸身上 小桃红透过棉被刺入苏小庸体内 凶手和苏小庸之间并未接触 而且血迹也不会喷溅到身上 小桃红被弃至地上 凶手并未带走 杀人手法让人看得清清楚楚 却是不知究竟是谁 看似无论是谁 也不会做出如此疯狂之事 昨日深夜 大家究竟在做什么 并要好好问问 他喃喃的道 小清风 野霞小株 乔婉勉和孝子金默默对坐 他们成婚已经四天 殊无欢乐之态 乔婉勉心神不定 孝子金双眉之间 隐隐约约带着一层杀气 两人静坐着 却是各想各的心事 貌合神礼 过了许久 乔婉勉突然道 我还是不信 兵中禅只有扬州曼能救 如果不是他 他还活着 我 我怎能活到今日 什么洞房花烛就能解读 那江湖上无稽之谈 我 我怎会相信 你是不是骗了我 他低声重复 你是不是骗了我 孝子金缓缓地道 我平生不屑骗人 怎会骗你 湘姨已经死了十年了 她坟上青草 年年侍你亲手拔去 你怎能不信 乔婉勉 末地站起 那 那坟里没有她的尸体 她跌进海里 我们什么都找不到 孝子金双眉耸动 不错 她跌进海里 我们什么都找不到 她早已尸骨无存 早已死了 死人死人 是绝技不会复活的 乔婉勉颤声道 可是 可是 孝子金猛地将她抱入怀中 亲了亲她的面颊 哑声道 她真的早已死了 婉勉 你可以不信任何人 但是我 我是不会骗你的 忘了她吧 她当年不曾用心待你 你何必为她如此 我会让你下半辈子快活无忧 绝技不会让你伤心难过 你难道就不会为我们往后的日子 想一想吗 乔婉勉呆了一呆 双手抱紧自己的身子 闭上了眼睛 眼角流下眼泪 紫金 那是我上辈子欠她的 欠她的 孝子金 吻去她的眼泪 沙哑地道 我是这一辈子欠你的 她在吻上 乔婉勉的红唇 缠绵了一阵 低声道 婉勉 我从不骗你 她真的死了 她绝对 乔婉勉 闭着眼睛点了点头 孝子金 余下几个模糊的字眼 她没有听清 婉勉 我从不骗你 她真的死了 她绝对 是要死的 武林客栈 方多病和李莲花 微略商量了一阵 将上流在客栈内的几人 分开来询问 此时上流在客栈中的人是 梁颂 杨锤鸿 龙富杰 康慧和 观和梦 以及李莲花和方多病自己 听闻苏小雍被人所杀 众人都觉惊骇 昨夜客栈中风平浪静 无人自称听到奇怪的声息 武林中人 本字刀头填写 为人所杀并不奇怪 其的是并非死于堂堂正正的搏杀之间 却无声无息地被乱刀刺死 苏小雍的惨状 未免让人嗅到思思疯狂的气息 昨夜天黑到天亮 梁兄都在做些什么 方多病坐在梁颂对面 直接了当地问 为何梁兄的风尘剑会插在苏姑娘身上 不知梁兄做何解释 梁颂本来见到那风尘剑插在苏小雍尸身上 就满脸惊骇 被方多病这么疑问 更是神情绷紧 昨夜我一早就上床睡了 方多病大事奇怪 半晌道 昨夜你明明和我联聚连到三更半夜 哪里上床睡了 你昏了头吗 梁颂一呆 正是 正是 昨夜我是和杨兄和方公子联聚 他神思不定 自从见了那风尘剑后便神情恍惚 方多病皱眉问道 难道是你杀了苏小雍 梁颂大吃一惊 不不 不是我 当然不是我 方多病怒道 你一会说在睡觉 一会说在联聚 难道昨日联聚之后 你便悄悄杀了苏小雍 梁颂连连摇头 不不不 方公子 你可为我作证 昨夜我确实和两位联聚 直至深夜 我和你出门之时都已过了三更 怎有时间去杀人 又怎么能杀人杀得无声无息 再说就算有仇人 我也定要按照武林规矩 方多病嘿嘿一笑 不必说了 昨夜你我走的时候 是三更过后 距离天亮尚有一个时辰 要杀人绰绰有余 定是你在婚宴上盗取了小桃红 潜入苏小雍的房间将他刺死 然后在他身上装模作样 插了自己的封尘剑 妄图证明是有人栽赃嫁祸给你 梁颂脸色尴尬 方公子 方多病道 我说的不对 梁颂苦笑 沉吟良久 苏姑娘确实不是我所杀 只是 只是 方多病问道 只是什么 昨夜三更之后 我的确是看到了些东西 梁颂道 我看见了凶手 方多病奇道 你看到了什么 梁颂沉吟了半日 昨日夜里 我从阳兄房中出来后不久 我听闻有夜行人自我房上越过 伸手矫健 武功不弱 手里尚提着一柄长剑 我觉得来者不善 于是 于是开弓射了一箭 方多病一症 你是说那支箭是你射出去的 可是怎会插在苏小雍身上 梁颂摇了摇头 对于此事我也十分奇怪 昨夜我射了那一箭之后 那夜行人很快隐去 我心里存疑 在客栈四下走了一圈 没有发现那夜行人的踪迹 倒是看见 看见 方多病问道 看见什么 梁颂低声道 我看见龙姑娘从关凶的房间开门出来 方多病大骑 龙姑娘 龙腹结 梁颂点了点头 脸色甚是尴尬 昨夜我只当其中有男女之事 不便多看 便回房睡下 怎知 怎知苏姑娘却死在里面 方多病难难自语 龙腹结昨夜竟从观和梦房里出来 难道苏小雍是他杀的 真是奇怪野灾 岂有此理 杨垂红房中 李莲花勤勤恳恳到了两杯热茶 请杨垂红坐下 昨夜饮食 杨兄都做了些什么 杨垂红浮然道 我做了些什么 何须对你说 不知李兄昨夜又做了些什么 李莲花欠然道 我近来伤风咳嗽 接连睡了几日 对昨夜发生何事全然不知 杨垂红脸线不屑之色 显然不信 李莲花继续道 说不定我在睡梦中起身 稀里糊涂杀了苏姑娘也未尝可知 杨垂红一政 李莲花诚恳地道 苏姑娘昨夜被杀 人人皆有嫌疑 不只是杨兄如此 杨垂红心里暗道 李莲花此人道也诚恳 昨夜 他微略沉吟了一下 我和方公子 梁兄在房中连聚饮酒 他们回去之后 我便睡了 倒是没做什么特别的事 李莲花点了点头 你并未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 杨垂红立刻摇头 没有 昨夜饮得多了 整个人有些糊里糊涂 就算是真有什么奇怪的声音 我只怕也是听不出来 李莲花嗡嗡两声 多谢杨兄 方多病问过了梁颂 前脚走出梁颂房门 便要直奔龙腹节的房门 李莲花也刚从杨垂红房中出来 见他一副见了鬼火烧屁股的模样 奇道 怎么了 方多病悄悄地道 乖乖地不得了 梁大侠说 他昨晚看见龙腹节 从观和梦房间出来 那时绝对已经饮食 苏小雍十有八九已经死了 他却居然装作不知 李莲花吓了一跳 当真 方多病直指龙腹节的房门 我这就去问问 康慧和那里就看你了 李莲花点点头 两人在院中交错而过 各自询问下一个目标 龙姑娘 方多病一脚踏进龙腹节的房间 拉过一把椅子坐在门口 劈头就到 有人昨夜看见你从观和梦房间出来 半夜三更 龙姑娘一个年轻女子 进入观和梦的房间 究竟所为何事 那时苏小雍应该已经死了吧 你为何不说 他本料这一番话 定能让龙腹节大吃一惊 吓得魂飞魄散 立刻承认自己是杀害苏小雍的凶手 不料房内正子梳头的素衣女子淡淡的道 昨夜我的确去过关大侠的房间 方多病一症 气焰顿时收敛 当时房内情况如何 龙腹节不答 安静了一会儿 达菲所问 我看见了杀害苏姑娘的凶手 方多病大吃一惊 什么 龙腹节缓缓地道 我每在三更过后练起打坐 昨夜也不例外 正当气通百翘 神志清明的时候 听到了有人从我房顶掠过的声息 并且有弓弦之声 非同寻常 方多病心里一震 这是第二个说 见到夜行人的人 看来夜行人之说 并非虚妄 只听龙腹节继续道 我恰好作息完毕 就悄悄跟了出去 结果看见有人 从关大侠房间的窗口跃入 给了床上人意见 我很吃惊 所以即刻追了上去 也跟着进了关大侠的房间 方多病不由地紧张起来 那杀死苏小雍的人 究竟是谁 龙腹节冷冷地道 那人给了床上人意下 即刻从对面窗户翻出 我并没有看清面目 方多病皱眉 你又说你看见了凶手 龙腹节闭上眼睛 我虽然没有看清面目 但是那人对床上偷袭的那一件 我却看得清清楚楚 那叫落叶盘杀 是白马金落鞭二十四史中 唯一一招可以化为剑招施展的招式 方多病长大嘴巴 目瞪口呆 你说杀死苏小雍的是杨锤红 那你又为何不早说 龙腹节冷冷地道 我说了 我只看见剑招 没有看见人脸 世上已白马金落鞭出名的人 只有杨锤红 但是能施展落叶盘杀仪式的人 何止千百 我怎知就是杨公子 方多病只觉他瞒不讲理 世上能施展落叶盘杀之人 明明只有杨锤红一人 心里狠狠骂了两声 女人 性性然闭嘴 心里暗想 不知李莲花问杨锤红问得如何 李莲花却在康慧和房中喝茶 康慧和相貌娇美 衣饰华丽 客房中也装饰得十分精致 一只绿毛鹦鹉在窗前梳理羽毛 神态如他一般妩媚娇拥 李莲花手中端着的那杯清茶茶香扑鼻 茶杯辞质细腻通透 十分精秀 他尚未开口 康慧和悠悠叹了口气 先开了口 我知道很难取信于人 除了方公子和李楼主 我距离关大侠的房间最近 但昨夜 昨夜我的确什么也没有听见 一早就睡了 李莲花问道 一早睡下了 可有旁人作证 康慧和疑症 俏脸上泛起一针怒涩 我一个年轻女子 一早睡下了 怎会有旁证 你 你当我是 当我是什么人 李莲花欠然道 对不住 我没有想到 康慧和满脸韵色 李楼主若没有其他要问 可以请回了 李莲花连连道歉 很快从康慧和房中退了出来 方多病尚在龙妇节房里 李莲花绕着庭院缓缓地躲了一圈 再次踏进了观和梦房中 此时已尽深夜 自门口看入 苏小庸的容貌 隐没于窗影黑暗之中 不见可不的容色 他点起蜡烛 俯下身细细看苏小庸 想了想 伸手翻开他一脚一筋 依下丑陋的伤口进入眼前 一处薄细的刃伤 伤口周围一圈红肿 肌肤颜色苍白 只微微带了一层淡紫色 那是淤血之色 李莲花按了按他时身 身体已完全僵硬 冰冷至极 数日之前的割伤和刺疮尚未愈合 仍旧猙獰可不 这位豆蔻少女遍体鳞伤 十分惨烈可怜 她胸口剑伤倒是十分干净 颜色苍白 似乎血液已随着那罐胸一箭流光 李莲花皱了皱眉头 转而细看床底剑头 那剑头上设有道沟 牢牢勾在床底沙漠之上 无怪拔之不出 剑上并无多少血迹 她的目光移到地上 突然看到地上有一点淡淡的白色痕迹 那是被什么东西撞击形成的 在灯光下闪着光泽 煞是漂亮 那是什么东西 抬起头来 窗台上一个浅浅的痕迹 她方才就已看见 那是一个很浅的半支血血印 血印清晰之极 连鞋底棉部的纹路都印了出来 依稀是一支男鞋 只有厚足根短短的一节 那又是谁的鞋印 李莲花响了很久 突然打开大门 走进隔壁苏小雍的房间 她房里要为浓郁 床上被褥打开 桌上一个空碗 门并未锁起 地上碎了一个铜镜 她看了一阵 叹了口气 关起了门 死莲花 方多并从龙腹节房中 十分迷惑地走了出来 事情真是越来越古怪 龙腹节昨日半夜竟然真的去过关河梦房里 李莲花起到 她真的去过 方多并苦笑 她非但去过 还看见了凶手 凶手居然还施展了一招落叶盘杀 只是她没看清楚究竟是谁 你说古怪不古怪 这小妞的话可信吗 李莲花道 可能 可能 可能可信吧 她喃喃自语 无头命案多半都是连凶手的影子都摸不着 昨夜居然有两个人看到了凶手 总而言之 昨夜饮食过后 梁颂 龙腹节和杨垂红都到过关河梦房中 至少也到过房外 方多并不耐烦地道 这些我都知道 死莲花 你到底想出来谁杀了苏小雍没有 说不定杀苏小雍的人就是角力乔 李莲花瞟了她几眼 突然叹了口气 十分认真的道 如你这般聪明 时不该处处问我 她整了整衣裳 居然做出一副教书先生嘴脸 一本正经地夺了两脚方布 指了指观和梦窗口的血血印 看见了吗 方多并被她弄得障碍金刚摸不着头脑 皱眉道 你当本公子是瞎子 当然看见了 早就看见 这当然是凶手的血印 李莲花摇了摇头 眼神很遗憾 打开房门 两人走了进去 她指着地上那一点淡淡的白色痕迹 看见了吗 方多并道 没看见 现在看见了 李莲花 你疯了吗 一旦我日后真的疯了 如你这般愚笨 实在是放心不下 李莲花叹气道 我定要将你教得聪明一些 方多并被她气得蹊跷生烟 怒道 李莲花 你竟敢戏弄本公子 李莲花又摇了摇头 低声叹道 如子不可叫也 方大公子 他站在房门口 凡指轻轻敲了敲房门 昨夜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 龙 杨 梁 康四人都已说了些 若大家说的都是实话 那么昨日银石在这房门口发生的事便是 观和梦出去买药之后 有夜行人掠过梁 龙二人房顶 到了观和梦房中杀死了躺在床上的苏姑娘 梁大侠和龙姑娘都听到声息 追了出来 龙姑娘先到一步 她看到了杀人凶手 施展 落叶盘杀 刺死苏姑娘 而后她从窗口追入 那夜行人从对窗逃出 龙姑娘从大门出来 却被梁大侠看见 对不对 方多病点头 杨锤红和康慧和 你问的如何 李莲花道 他们都在睡觉 方多病哼了一声 不禁不时 李莲花微微一笑 那么单凭这些 你想得出谁比较可疑 龙腹结 方多病斩钉截铁的道 她既然看到人行凶 怎会从窗口坠入 却从大门出来 她干嘛不追到底 为何不出声叫人 何况半夜三更 这小妞不睡觉 本就可疑得很 李莲花连连点头 还有呢 方多病一呆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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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名思苦想伴上 恶狠狠的道 还有那夜行人 不知是真是假 梁颂说不定 和龙腹结串通一气 满口胡言 李莲花这下连连摇头 不是如此 不是如此 方多病怒道 不是如此 那要怎样 可李莲花咳嗽一声 摇头晃脑道 君子坦荡荡 小人长七七 岂可轻易一人 方多病勃然大怒 你就是君子 我就是小人 李莲花仍是摇头 正色道 凶手在当日看到 小桃红的几人之中 那么 官 杨 龙 梁 汤 无人之中 必定有一个是凶手 也就是说 他们五人所说的 昨夜行踪 必定有一个有假 方多病道 不错 李莲花又道 官梦河对苏小雍 情真意切 想必不是凶手 他若要杀苏小雍 大可在半路上悄悄杀了 何必在小清风下弄得满城风雨 所以官侠依所说 前去买药 大是可信 何况他究竟是不是去买药 疑问药铺便知 倒也假不了 方多病道 有道理 莲花继续道 如此说来 凶手就在龙阳梁康四人之中 而他们所说的昨夜行踪 简单来说便是 龙姑娘说施展盘杀落叶的人 是凶手 其实也就是指认杨锤红是凶手 梁颂指认龙姑娘是凶手 杨锤红和康慧和都说 在说睡觉 也就是他们都说自己不是凶手 是不是 方多病脑筋乍停 想了半日 勉强想通 李莲花微微一笑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只是一个人说谎 龙姑娘说杨锤红是凶手 杨锤红却说自己不是 梁颂说龙姑娘是凶手 而龙姑娘显然也不承认 要么龙姑娘和杨锤红之间 必定有一个人在说谎 梁颂和龙姑娘之间 也必定有一个人在说谎 当杨锤红说谎的时候 他就是凶手 但若是如此 梁颂却说凶手是龙姑娘 岂非梁颂也在说谎 这和假设只有一个人说谎不和 所以杨锤红没有说谎 那么说谎的便是龙姑娘 假设龙姑娘在说谎 那么杨锤红和康慧和自然正在睡觉 梁颂指认龙姑娘是凶手也没有错 所以方多病恍然大悟 我明白了 所以只有龙富杰一个人在胡说八道 所以他就是凶手 他心里大乐 不管李莲花说的多么有道理 他方大公子却是一早认定了凶手就是龙富杰 他果然比李莲花聪明多了 但是李莲花满脸都是最温和最有耐心的微笑 你莫忘了得出龙姑娘是凶手的结论 前提是四个人之中只有一个人所说有假 若是四人之中并不只有一个人说谎 以上所说的就都不成立 方多病正想大笑 猛地被他呛了一口 嗨嗨嗨嗨嗨 不会吧 难道凶手不止一个人 李莲花道 若凶手有两个人 三个人甚至更多 十个苏小雍也一早杀了 更不会等到观和梦离开之际再下手杀人 方多病勉强同意 但你方才所说 十分的有道理 李莲花慢吞吞的道 如果龙姑娘是凶手 那只风尘剑就是他拿走了 在苏小雍身上刺上一剑的人自然是他 奇怪的是他既然用了梁颂的剑 为何要嫁祸垂红呢 这岂不是很奇怪吗 他若是他瞧见了梁颂 在房里施展一招梅雨剑 岂不是比较符合常理 方多病有失一呆 李莲花继续道 何况苏小雍第一次被害 是在小青峰上 校桥联姻之时 他明明一直坐在第七席上 方多病啊了一声 突然想起 那时龙腹节的确一直坐在李莲花那桌 没有离开过 难道凶手不是龙腹节 李莲花笑了笑 要问凶手是不是龙姑娘 就要问四个人之中 是不是只有一个人所说是假 如果不止一个人说谎 凶手就可能不是龙姑娘 方多病这回大大地皱眉 那我又怎知其中 究竟有几个人在说谎 若不是凶手 何必虚言骗人 李莲花慢吞吞地说 不是凶手当然不必骗人 但有时候说不定不是想骗人 而是自己已经被骗了 哈 方多病目瞪口呆 脑子里已成了一团江湖 跟不上李莲花的思路 什么 李莲花非常友好且善良 充满同情地看着方多病 有时候不一定想说假话 只不过是眼睛里看到的事 未必是真的而已 方多病呆呆地问 什么意思 李莲花温和优雅地道 也就是说 他们四个人中的其他人 未必想说谎骗人 但是所说的是 未必就是事实 怎么说 方多病诚心诚意地请教 李莲花走进房中 揭开苏小雍衣上一脚 方多病跟了过去 李莲花在他耳边 轻轻说了一番话 方多病猛地啊地大叫一声 怎会 李莲花从袖中丢了件事物 在他口中 堵住他一声大叫 差点将他枪死 嗨嗨 死莲花 他尚未骂完 李莲花挥了挥衣袖 一溜烟钻出门外 你慢慢想 我吃饭去了 方多病急急忙忙 把堵在口中的事物拿出来 舌头一卷 却尝到一股甜味 仔细一看 是一颗洗纸包裹的糖 奔出门 奔出门去 李莲花已踪影不见 不知上哪里吃饭去了 他跺了跺脚 转身大步走向身后房门 一脚踢开其中一间的大门 将房中一人一把抓住 跟我来 房中上有另外一人挣扎起身 满面疑惑地看着他 放下人来 你要干什么 方多病冷笑着看着他 我给你一枚勤凶破案 你有意见 那人瞠目结舌 满面惊疑 凶手 凶手 方多病提起手中 被他封了穴道的人 凶手 当然就是他 床上脸色苍白的人 是观和梦 而被方多病提在手中的人 正是康慧和 半住相时间之后 武林客栈庭院之中 梁颂 杨锤红 龙腹杰等人已纷纷出来 个人脸上都有惊异之色 面面相去 似是谁也未曾想过 凶手竟是康慧和 方多病点了他全身上下 十数处穴道 丢在地上 观和梦因为照顾苏小雍 数日不眠不休 本已十分憔悴 遭逢苏小雍被人所杀 大受打击发起高热来 却也摇摇晃晃站在一边 惊疑不定地看着方多病 方才康慧和仍在房中照顾他 这女人美貌温柔 怎会 怎会杀死小雍 方多病轻了两声嗓子 露出李莲花般慢吞吞的微笑 只是李莲花笑之谦逊温和 方多病如此笑来 未免让人毛骨悚然 只听他得意洋洋地道 我已查明 凶手就是康慧和 庭院中众人揭露出不信之色 龙腹节冷冷地看着杨垂红 让垂红满脸尴尬 梁颂的目光 在龙腹节和康慧和之间转来转去 差异至极 方多病一脚踩在庭院中时 椅上康慧和 你还有什么话说 你这杀人凶手 被他点中穴道 坐倒在地的康慧和渲染玉气 我何曾加害过苏姑娘 昨夜究竟发生何事 我根本不知 方公子纵使家大业大 明满江湖 也不能血口喷人 何况我 我弱智女子 清白何等重要 方多病喝道 放屁 你明明在野侠小住婚礼之时 盗走小桃红 刺杀苏小庸不成 又留在客栈之中 等候机会 等到观和梦离开苏小庸 去买药的机会 就趁机将他刺死 是不是 康慧和哭道 你 你 血口喷人 我为何要杀死苏姑娘 我和她无冤无仇 何必费尽心思杀她 方多病为之语色 顿了一顿 连忙调转话题 苏小庸身上许多心伤 是被小桃红所伤 小桃红虽然锋利 但是妊娠极短 隔着棉被刺下 虽然刺种多处要害 却入肉不深 你对她连刺十数下后 丢下凶器逃离 但苏小庸却没有立刻就死 而是流血流了半日之后 方才弃绝身亡 她身上的刺伤都已红肿 证明受伤之后 她并未立刻就死 也证明那些刺伤伤得很早 而龙姑娘看到有人 在苏小庸胸口刺入长剑 那已是银食之事 那剑伤十分整齐 伤口非但没有红肿 连振动的痕迹都没有 证明长剑刺入之时 苏小庸早已死了 所以 以小桃红刺伤苏小庸 致她死亡的人 和在她胸口刺入长剑的人 不是同一个人 龙姑娘虽然看到有人行凶 那人却不是凶手 因为她所杀的本是一个死人 龙父结疑症 下意识对着杨锤红看了一眼 目光甚是疑惑 杨锤红听方多病说到此处 表情也颇为惊讶 突然道 不错 昨夜在已经死去的苏姑娘 胸口刺下一件的人是我 但杀她的人并不是我 她看着方多病 方公子明辨是非 让杨某十分意外 其实昨夜 她的目光突然转到 观和梦脸上 昨夜我本要杀的人 并非苏姑娘 而是观大侠 众人都是大吃一惊 观和梦也是惊恶异常 却听杨锤红冷冷地道 杨某蒙观大侠救命之恩 本不该对观大侠不敬 但那日杨某和师弟一同前往求医 观大侠明明有灵药在手 却对师弟见死不救杨某 虽然得救 但尾时想不明白 她突而提高声音 音调七里之急 观大侠明明有谢药奇药 秋波在手 为何坚持缺药 不肯医治杨某师弟 难道你空有赫赫侠名 却舍不得施舍少许秋波救人 观和梦脸色苍白 贵师弟所中之毒 观某从未见过 医书所在可以空盐草医治 观某并非不救 而是并无磁草 阳垂红气的脸色清铁 你有能解百毒的奇药秋波 你 你难道就因为医书上没写秋波 能解湿地之毒 所以就任她死去 你可知她不过体质特异 被密封所伤 因而全身红疹 就算你不愿施舍秋波 只要对她稍加简单救治 说不定她就不会死拥医杀人 拥医杀人啊 方多并先是惊讶 而后听到这几字拥医杀人 差点笑了出来 世上拥医和其多 观和梦猛的一拳拍在石桌之上 那石桌割了一声 崩出列文 医书上没有载名之事 我岂敢擅作主张 胡乱用药 岂不是以病人誓药 草菅人命 杨锤红立声道 你不是不愿草菅人命 你是墨守成规 明顽不灵 难道你妄称侠依 医书上未写之事 你便不做 我等要你乳焰神针 又有何用 拥医 拥医 我不杀你 亏对往死你守的英雄 中魂 眼下妖记 白马金螺边 刷的一声抽出 杨锤红额抱青金 我明知既不如人 却也请官侠依 华下道来 抱不了师弟之仇 我死在你守 也不算往生为人 官和梦怒道 胡说八道 顿了一顿 转念一想 医书上未写之事 自己却是从未做过 道师对杨锤红的话 难以回答 心头愤懑异弥常 当下一筋一震 就在出手 便在这时 方多并一手搭在 杨锤红左肩 一手搭在官和梦右肩 双双往下一按 要打架等本公子 说完再打 本公子绝不阻拦 接着他又足一勾 将地上匍匐 爬行一边的 康慧和勾了回来 对他露齿一笑 本公子还没说完 你怎么就要走了 庭院中众人微微一震 惊讶未觉 又把目光 转到了康慧和身上 只听方多并咳嗽一声 得意之色 异于言表 昨夜饮食 杨锤红和本公子 联聚之后 换上夜行衣裳 行刺官和梦 杨锤红武功不及 官和梦 因而在客栈中 守候数日 等到官和梦 照看苏小雍 已是体力耗尽 元气大伤的时候 方才前去偷袭 路过梁宋房顶的时候 被梁宋发掘 接了他一支 风尘剑 但他却没有想到 官和梦那日出去买药 直到饮食还没有回来 官和梦房中光线幽暗 他只见床上躺有一人 灵机一动便想嫁祸梁颂 以风尘剑刺入床上人的胸口 他刺下之后 发觉不对 床上人非但不是官和梦 并且早已死去 这时龙姑娘追到门口 他只得匆匆由窗逃出 心里料想觉得古怪之极 韩一时不察 在窗口留下了一个血血印 杨锤红被他一拍 半身麻痹 心里惊害这位少爷公子的武功 点了点头 方多病见他点头 脸上得意之色 再也掩盖不住 哈哈 然后龙姑娘看到有人行刺 跟着追入房中 却在地上看见了一样事物 令他没有声张杀人之事 眼下方多病向龙父杰看去 龙父杰脸现惊讶之色 威意犹豫 点了点头 什么事物 梁颂更是惊奇 方多病口莫横飞 光和梦房中地上 有一点淡淡白痕 灯光之下光泽隐隐有七彩 那是珍珠之光 而痕迹如此之大 如不是珍珠被踩碎 就是那是一颗相当大的珍珠 我料龙姑娘定是在房中地上 看到了那个东西 龙父杰又点了点头 众人同声问 什么东西 方多病本就是在卖棺子 凤头差 龙姑娘抬起凤头差出门 却被梁颂看见 只当他是杀人凶手 众人恍然大悟 龙父杰在杀人现场 看见了自己赠与孝子金成婚的礼物 魏缅觉得十分惊疑 因此他拾起凤差 匆匆离去 对昨夜之事支字不提 方多病继续道 看到凤头差和小桃红 自然就会明白苏小雍是被何物所伤 他在野侠小猪 也正是被这两样东西刺得遍体鳞伤 几乎死去 梁颂其道 可是为何有人要拿这两样东西 作为杀人之物 方多病哼了一声 对他的问题只做不闻 知道孝桥联姻的鹤里之中 有小桃红和凤头差的人 自然是各位 因而凶手定在各位之中 但我始终不明 为何苏姑娘会在观和梦房中 杨锤红眉头深皱 毫无道理 方多病得意洋洋 这一点至关重要 因为正是他说明了凶手是谁 众人啊了一声 面面相去 茫然不解 在苏小雍房里 有一碗喝完的药汤 方多病道 观和梦每日的汤药都是有时熬制 虚实让苏小雍服下 既然汤药喝完 那么昨夜虚实 苏小雍还是活着的 房中尚有一面碎去的铜镜 并且他死去的时候 鞋袜穿得十分整齐 可以推测昨日观和梦给他灌下汤药之后不久 他醒了过来 观和梦却已不在 苏小雍起身穿好鞋袜 却从铜镜中看到自己被毁的容貌 害怕得狠 因此走到观和梦房中求助 观和梦既然出门 房间必有上锁 而除了他和掌柜的以外 能打开他门锁的人 自然只有和他一道投诉的苏小雍了 他是自己走进房里去的 众人点头 方多并索性坐上石桌 居高临下继续侃侃而谈 他既然虚实还活着 银石却早已死了 那他必是死在汉石或是紫石 而恰恰这个时候 杨锤鸿 梁颂和我正在联聚 证明人不是杨锤鸿和梁颂所杀 而如果龙姑娘害时 或者紫石杀了苏小雍 昨夜银石 他就万万不会出现在房里 又何况苏小雍第一次被杀的时候 龙姑娘从头到尾都和李莲花坐在一起 并没有分身杀人 所以凶手不是他 既然凶手不是他 方多病耸了耸肩 那自然只能是他了 他瞄了眼地上被他一勾脚封了雅学的康慧和 我等客房的排列是李莲花 本公子 不在房中 婴儿银石不在 李莲花倒在床上 人士不知 都不知道隔壁房间的变故 但有一个人 昨天晚上 有一个大活人从他房顶经过 另一个人对着他房顶射了支箭 还有三个大活人在他门口走来走去 又是开门又是翻窗 还在床板上狠狠戳了一箭 他也是学武之人 居然说他在睡觉 半点不知 岂不是很奇怪 梁松一呆 杨锤红鞭发了得 但内力轻功都不见长 他略过房顶 又被自己射了一箭 的确是把众人都惊动了 康慧和虽然武功也不甚高 但他就住在苏小雍房间之旁 距离观和梦的房间 只有丈许之谣 要说睡得全然不知 的确令人难以置信 方多病又道 何况苏小雍离开自己房间 走进观和梦的房间 也只有临近之人 方能发觉 诸位就都不知情 我猜苏小雍侥幸未死 这日就要醒来 他一旦醒来 就会说出是谁下手加害 观和梦一直守在他身边照料 令康慧和没有杀人灭口的机会 昨夜观和梦没有回来 苏小雍却走进他的房间 正是他下手的大好机会 因此他带上从婚宴偷回来的两样凶器 猛地把棉被盖在苏小雍身上 将他扑倒在床 连下石树下杀手 然后抛弃凶器 回到房中装作若无其事 龙腹结唇齿一动 虽然很有道理 但我始终不明 他要杀人 盗取小桃红自然很是合理 但为何连我凤头差也要依并盗取 凤头差虽能杀人 却不如小桃红风锐无当 要来何用 这点李莲花却没说 方多病瞠目结舌 心里大叫乖乖的不得了 本公子要穿帮 突然集中生智 一脚踢开康慧和的穴道 学着李莲花那种愉快而狡猾的微笑 这点 龙姑娘不如自己问他 众人的目光顿时射向康慧和 康慧和雅学初解 随即一声尖叫 不是我 方多病冷笑道 不是你 那是谁 康慧和呆了一呆 目光从众人眼中一一掠去 只见众人目中皆有鄙夷之色 心里突然委屈异常 放声大哭 昨夜 昨夜刺死苏小雍的人 是我 但 但在小清风上 野霞小柱 将他刺得满身是伤的人 不是我 众人大齐 方多病大出意料之外 什么 康慧和伏地大哭 方多病指的将他掺了起来 只听他哭道 那日孝大侠结婚之时 我的确 的确偷了小桃红 把苏小雍叫了出来 他也确实没有防备 我点了他的穴道 可是 可是 有个红衣女子跟在我身后 把我也点倒了 我不知什么时候 他便跟在我身后 我从鹤里中拿走了小桃红 他便拿了凤头拆 然后在我面前将苏小雍刺得 刺得可怕 可怕得很 方多病咒没到 谁信你胡说八道 世上哪有这么奇怪的女人 康慧和尖叫一声 他还 还扶在伤口上吸血 妖怪 妖怪 众人面面相去 都是不信 康慧和急急喘了口气 他戴了面纱 面纱下是一张鬼脸 个字不高 无论身形举止 都非常美 美的 像个仙子 像个妖怪 方多病心中一动 按道莫非他遇上了角力桥 世上除了那个女妖 岂是人会做出这等事 康慧和幼道 他问我这个女人 是不是抢走了我的意中人 他说他平生最同情 得不到心爱之人的女人 所以 他 他便把苏小雍弄成那样 众人恍然大悟 原来康慧和吃恋观和梦 观和梦却深爱苏小雍 他便起意杀人 方多病问道 那戴鬼脸的女人 长得什么模样 你可有看见 康慧和摇头 他这里 他指的指颈侧 有一颗颜色很娇艳 很小的洪志就像一滴鲜血 梁颂忍不住啊了一声 这个女子 我在婚宴之时的确见过 康慧和脸色凄厉 我以为苏小雍那时已经死了 但是那女人却没有把他赐死 他 他被我点了穴道以后就人事不知 醒来之后必定认为是我将他伤成那般模样 所以我 才 才在昨夜 昨夜将他杀死 方多病皱眉 那也狭小住那些满墙的血迹从何而来 康慧和脸现轻蔑之色 那不过是我用胭脂画上去的 你望称聪明 却没有瞧出来 方多病摸了摸脸 心里暗道 那死莲花根本没去杀人的第一个房间 看上一眼 否则定能看破 不过他似乎不大喜欢野霞小住 转身就逃了 现在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吃饭去了 嘴上却说 按照江湖规矩 比武打斗难免死伤 毒害刺杀确实为人不迟 此时佛比白石那几位当家大约还在小清风上 我这就去请下来和你亲近亲近 五蒜谢可烟中香飞浆上 未是断肠处 方多病在客栈后院中眉飞色舞 小人得志的时候 李莲花就坐在武林客栈外边大堂之中吃饭 油哉油哉点了一壶小酒 两叠豆干和一碗面条 这顿饭总计八个铜钱 他满意极了 酒喝了一半 豆干吃了一叠 他本来正在看别捉客人究竟在吃些什么 突然看到了一件紫袍 然后他就看到了穿紫袍的人 然后他就呛了一口酒 急急忙忙喝完了面碗里的面汤 从怀里摸出块方帕来 仔仔细细擦干净嘴巴 放下八个铜钱 站了起来 那紫袍客人也站了起来 他头戴斗笠 黑纱蒙面 手中有剑 李莲花指的纸上面 两人一起走了出去 小清风上 颠刻崖 两条人影静静站在颠刻崖边 一人身材高大挺拔 微移自来 另一人身材略矮 有些销瘦 身材高大的人一身紫袍 面纱斗笠已放在一边 正是孝紫巾 身材略矮的人灰色不一 正是李莲花 两人之间已默然很久了 久得李莲花终于忍耐不住 叹了口气 你吃饭没有 孝紫巾显示疑症 吃了 李莲花欠然道 我本也没钱请你吃饭 孝紫巾又是疑症 僵硬半傻 缓缓地道 十年不见 你变了很多 李莲花道 是吗 毕竟十年了 你也变了很多 当年脾气收敛了不少 孝紫巾道 我为了完免 她喜欢什么样的人 我就变成什么样的人 李莲花微微一笑 只要你们觉得都好 那就是好了 孝紫巾不达 目不转睛地看着她 李莲花在自己身上东张西望 啊了一声 惭愧道 我不知道 袖口破了 孝紫巾背脊 微微一停 你 既然已死 为什么还要回来 李莲花正在手忙脚乱地 拢住开裂的袖口 文言一正 迷惑地道 回来 孝紫巾低声道 你难道还不肯放过她吗 她已被你害了十年 我们十年青春 嫡给李向一只死 难道还不够吗 你 你为何要回来 李莲花满脸茫然 啊 是方多病 硬拉我来的 其实 她的语气微微一顿 悠悠叹了口气 不过想来看看故人 送份礼 回来什么的 从来没有想过 孝紫巾脸上 微现冷笑之色 李向以好大名气 至今阴魂不散 角力乔和嫡妃声 重现江湖 你不回来 怎对得起 你那诺大名声 还有那些死心塌地 跟随你的人 李莲花道 江山带有才人出 我信这十年的英雄少年 比之我们当年更加出色 孝紫巾冷冷地道 你信 我却不信 你若回来 完免定会变心 李莲花目光奇异地看着她 半赏道 紫巾 你不信她 笑紫巾眉头骤阳 我是不信她 你不死 我永远不信她 李莲花啊了一声 笑紫巾骤然喝道 跳下去吧 我不想亲手杀你 颠刻牙上山峰凌冽 两人的衣巾 烈烈飞舞 李莲花伸出脖子 对着颠刻牙下 看了一眼 连忙缩了回来 笑紫巾冷冷地看着她 你还会怕死 李莲花叹了口气 这牙底既无大树 又无河流 也没有洞穴里的绝带高人 跳下去非死不可 我怕得狠 笑紫巾手中剑微微一抬 那么出手吧 李莲花低声问道 你真要杀我 笑紫巾拔剑出鞘 当当一声剑鞘跌在地上 她手中破成剑 光寒直映到李莲花脸上 当然 你知我平生行事 说得出 做得到 李莲花松开那开裂的袖口 腹袖转身 衣袍在山峰里漂浮 她默不作声 笑紫巾心头微微一寒 李相仪武功如何 她自是清楚不过 虽然十年不见 当年重伤之后 势必功力减退 但见她在眼前 她居然兴起了三分距异 随即剑人一抖 嗡得一声剑鸣 破成剑直刺李莲花胸口 野霞小猪 正房客厅 乔婉勉临窗而立 笑紫巾陪她吃过了晚餐 说有点事 一个人下了山 窗外明月如沟 星光璀璨 草木山巒都如此熟悉 是何年何月何日开始 她已习惯了这样的日子 不复感觉到无可依靠 乔姑娘 有人在门口敲了敲门 她回过头来 是纪汉佛 纪大哥 纪汉佛很少和她说话 此时前来 依稀是有事的模样 乔姑娘身体可以大好 纪汉佛不论何时 语气总是淡淡的 即使是从前和相仪说话 她也并不热络 多谢纪大哥关心 她温言微笑 已经大好了 纪汉佛点了点头 淡淡的道 前些日子紫禁在 有些话不好说 乔姑娘当日见到了角力乔 那妖女的武功 是不是更高了些 乔完免汉首 她将冰中禅射入我口中 我几乎全无抵抗余地 那面具上暗藏暗器机关的技法 手劲 准头 很像是 纪汉佛缓缓地道 很像是比丘的武功 乔完免低声叹了口气 不错 纪汉佛脸色肃穆 沉声道 不瞒姑娘 佛比白石之中 必有角力乔的内奸 百川院坐下一百八十八牢 近日已被鱼龙牛马帮 开启三牢 带走囚犯三十 一百八十八牢的地址 只有我等四人知晓 若非四人之中有人开口 否则绝无可能被人连破三牢 乔完免微微一阵 你怀疑 寄汉佛淡淡地道 没有证据 我不敢怀疑是谁 只是请教姑娘是否能从绝力乔身上得到些许线索 乔完免幽幽地道 比丘他 当年吃恋角力乔 角力乔学会他的武功技法 那也并不稀奇 记大哥 四顾门早已风流云散 能守住当年魂魄不变的 唯有你们四人 完免实在不愿听见 你们四人之中 有谁叛离初衷 他微微闭上眼睛 低声道 自相已死后 这份佳业 我们谁也没有守住 只有佛比白石 仍是四顾门的骄傲所在 记汉佛副手而立 冷冷地看着窗外星月 并不看乔完免 突道 你可知百川院地下有一条通道 乔完免一正 摇了摇头 记汉佛冷冷地道 如无人相助 谁能 又有谁敢在我院下挖出一条大道 乔完免无语 目中渐渐渲染有泪 记汉佛沉默半赏 淡淡地道 如若我等四人真的无人有变 乔姑娘 我势必比你更为欢喜 严霸转身 大步离开 不再回头 乔完免 眼中泪顺塞而下 夜风吹来 满颊冰凉 回手望窗外星月寂寥 他闭上双眼 相宜 相宜 如你仍在 事实绝不可能变为今日这样 如你仍在 定能将四顾门一脉热血 延续至今 如你仍在 我 我们 定能像从前一样 心有所向 无惧无畏 各位前辈 如今江湖大乱未起 却已处处隐忧 如果四谷门能够重振旗鼓 东山再起 往北遏制角力桥 鱼龙牛马帮的势力 在南河赤子官抗衡 居中压制狄飞声 重现江湖 是苍生之福 房外突然有人朗声道 孝大侠婚后 我等一直未走 除了坐坐时刻 用几日白时之外 还是想向各位前辈敬言 自李相仪李前辈去后 四谷门分崩离析 难得各位到齐 我父衡扬人为言轻 但如各位愿意听我一言 或者江湖大事 自今日之后大大不同 房内众人都是一正 来人声音十分年轻 语言虽然客气 却不拖年轻气盛 抱负满满 却是何人 方多病中气十足 在房中大呼小叫 房中几人 都未听到来人的脚步声 可见来人轻功甚佳 并非泛泛之辈 纪汉佛眉头微醋 进来 门外笑声朗朗 一个身材奇长 秀意潇洒的白衣少年 诗诗然站在门外 面目陌生 众人面面相去 都是甚感诧异 方多病对来人上上下下 看了几次 你是谁 来人抱拳还礼 在下傅衡扬 出师无名 乃是无聊之徒 平生别无所长 为好狂妄二字 方多病心下疑乐 哈哈一声笑了出来 好一个狂妄小子 你可知道你在和谁说话吗 傅恒阳正色道 佛比白石大名鼎鼎 我岂会不识 不过是各位不识的我而已 方多病大笑 白江纯也是哈哈一笑 石水音策策地站在一旁 脸上毫无笑意 只有记汉佛淡淡地道 四顾门东山再起 谈何容易 当年盟友 多疑 傅恒阳打断他的话 我已替各位前辈想好 四顾门东山再起 只要各位前辈一句话 方多病对这位傅恒阳大有好感 心中暗笑普天之下 甚少有人敢打断纪汉佛说话 这年轻人果然是狂妄得很啊 纪汉佛也不生气 哦 什么话 傅恒阳景象微台 微笑道 不过一个好字 纪汉佛淡淡地道 愿闻其详 傅恒阳道 四顾门要东山再起 一则缺乏门主一人 二则缺乏门徒若干 这门主一职在下推荐孝子金大侠 想必无人反对 而门徒 十年前的四顾门有前辈 十年后的四顾门难道前辈们就不能招募心血 收纳十年之后的江湖少年 他潇洒一灰衣袖 大门一哑一声 应袖而开 野霞小珠大门之外 李向怡衣冠肿旁 有灯火点点 我等一行 都愿为四顾门之重新出谋献策 流血流汗 方多病往外瞄了一眼 突然哀哑一声 我知道你是谁了 感情你就是和汝燕神针观和梦齐名的那个少年狂 傅恒阳也是哈哈一笑 不敢 不敢 傅恒阳从不屑和观和梦同流合污 既汉佛冷眼看这位短短数月之内 便在江湖中声名雀起的少年狂 重振四顾门之际 却是称得上狂妄二字 只是如今佛比白石 貌合神离 狄飞升和角力桥 有备而来 江湖中是处处艰难 又岂是如此容易 他尚未想定 突然房内竹帘一聊 一个人影一晃 颤声道 好 白江唇和石水大出意料之外 继汉佛更是遗症 方多病啊的一声叫了出来 孝夫人 那从房中冲了出来的人 是乔婉缅 傅恒阳朗声大笑 好 各位言出如山 自今日此时开始 我等一行七人 任凭四顾门驱使 为江湖大业而死 绝不言悔 方多病跟着他拍了下桌子 赞道 好好气 四顾门复兴 我也算上一份 记汉佛皱起眉头 乔婉免胸口起伏 一双明眸在房内众人脸上缓缓而逝 目中不知何故 竟有欺然之色 顿了一顿 白江唇先叹了口气 重振四顾门 这是我胖子也算一份 石水阴森森的道 你几时退出了 白江唇甘笑两声 长嘴 长嘴 我等本就生是门中人 死是门中鬼 记汉佛眉头皱得更深 沉默良久 瞧完缅目中突然有泪滑了下来 跌在他绣花鞋前尘土地上 紫金塔 想必很乐意 担任门主一职 他低声道 语言之中已有恳求之意 你一意求重振本门 不过追求李相仪的影子 记汉佛心中清楚得很 而孝子金本来浩大喜功 刚愎自用 虽然这几年来收敛许多 但本性难移 要他担任门主一职 他自是不会不肯 看桥婉免满面凄凉之色 记汉佛沉默良久 淡淡地道 重振之事 必当从长计议 此言亦出 众人都有兴奋之色 跃跃欲试 那便是说 佛比白石首先赞同了此事 傅恒阳大喜 阳首一声长啸 李相仪 衣冠肿后 亮起千百盏灯火 竟有数十位少年 列队齐后 领头的六位少年 起声道 并成前辈一致 我等傅汤蹈火 在所不息 六人武功都不弱 提气长吟 震得满山回响 纷至迭来 乔婉免看着眼前众人 却似看到四顾门初起的当年 只是当年 香仪比眼前这位少年 更加年轻俊美 更狂妄自负 她嘴角微露微笑 更现凄凉之意 他们口口声声称前辈 香仪如果未死 也不过比他们大了几岁 并不是他们想象中的前辈啊 小青封上 颠刻崖前 孝子金一剑 往李莲花胸口刺去 李莲花转身就逃 突然对面山崖 夜霞小猪那边轰然一声 有众人运气长吟 秉承前辈一致 我等傅汤蹈火 在所不息 声音红亮 震得山谷纷纷回明 两人都是一愣 孝子金那一剑 从李莲花警侧刺了个空 李莲花扑通一声 在地上跌了个四角朝天 只见对面山坡上灯火点点 竟排出重振四顾门 五个大字 孝子金和李莲花面面相去 孝子金满面一祸 李莲花满脸茫然 见她露出怀疑之色 李莲花连连咬手 不是我说的 孝子金收剑回翘 只见对面灯火闪耀 人影传动 依稀释出了大事 担心起乔婉缅的安危 突然纵身而起 道入树从小径 你若再见婉缅 我必杀你 李莲花方才是真的吓了一跳 在地上摔了个结实 腰酸背痛 一时也爬不起来 看了对面山坡半赏 难难的道 岂有此理 然而对面山坡灯火闪闪 不是她眼花或者幻觉 山坡上的人们壮志凌云 确确实实 怀着少年英雄般的热血豪情 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未过几日 四顾门重现江湖之事 已传遍武林 祭笛飞升 角力桥现身之后 江湖余波未熄 再度哗然 只听说这一次四顾门门主 乃是紫袍喧天孝紫金 佛比白十四人 仍旧持掌行堂 门中军师由少年狂 傅衡扬担当 旗下百姬堂 与百川院并列 成员乃是各门各派 以至极建长的少年俊艳 四虎银枪 止于三虎 也有二虎回归 此外少林掌门 武当道长 丐帮帮主纷纷前往道贺 方氏大公子方多并 在四顾门中担任客座一职 至此四顾门重振一事 尘埃落定 确凿无疑 四顾门重新一事 江湖上下 人人拍手叫好 唯一有人不大欢喜的莫约 就是李莲花了 身为吉祥闻莲花楼楼主 号称江湖第一神一 则无旁贷 他被傅衡阳列入四顾门 一师一职 专管救死扶伤 一时小清风上 人人见面皆是点头点头 拱手都道久仰久仰 谈笑有同道 往来巨大侠 热闹一时无双 六香联梦 好在灵芝锐露 四顾门号称重新之后 佛比白十三人并未在小清风久留 而是赶回百川院 处理一百八十八劳被迫三劳一事 傅衡阳着手处理千头万绪的事物 如按照当年四顾门的规矩 调整人手 训练新手 所招纳的新人分属和愿何人手下 也要理清 忙得他焦头烂额 方多病一则不会分配人手 二则胸无大志 虽然对重新之士满怀热情 却不过提供银两以功所需 这几日无所事事 只在小清风闷得无聊 但小清风上还有人比他更无聊 更显得发慌 那就是神医李莲花 小清风上一无病人 二无死人 三来就算有病人或者死人 他也不会医 所以李莲花这几日都躺在傅恒阳 给他安排的房间里 手包一卷本草纲木在睡觉 听说新四顾门里 谁都能得罪 就是方 多 并千万不可去招惹 李莲花这日正巧没有睡着 拿着尘辅担房间里的灰尘 突然听到门外有人悄悄说话 他本无意偷听 但那声音却不断钻进他耳里 李莲花把臣服仔细收了起来 换了块抹布擦橱柜 门口一哑一声 说话的几人却走了进来 李楼主在哪里 啊 李莲花转过身 只见进来的是三个百姬院里的弟子 一个高鼻小眼 一个长嘴爆牙 一个眼大如蛙 踏实的这几个都是白云派司马玉的高徒 前天投入四顾门的新人 李莲花不在 喂 扫地的 大爷给蚊子咬的满身是包 你给点药 看李莲花有什么好药好水 快给擦擦 开口的是长嘴爆牙的那位 一身腿 果然那腿上都是给山上的蚊子钉咬的红斑 李莲花又啊了一声 那高鼻小眼的怒道 啊什么 快给大爷拿药来 李莲花尚未说话 眼大如蛙的人笑道 大家 何何何何必那么大大大声 人人人家又又又没说 不不不不给 李莲花怯然道 治蚊子咬的药我没有 长嘴爆牙的那位 挠着红斑怒道 怎会没有 傅恒阳说 李莲花擅置天下顽疾 死人都能治活 何况只是几只蚊子 李莲花残残的道 没有 那人勃然大怒 我不信在这山上住的这几百人 人人不用蚊虫叮咬的药膏 你走开 让大爷自己找 李莲花道 李莲花道 我桌子还没抹完 请各位稍等我打扫干净 再找不迟 他一句话没说完 长嘴爆牙之人 已经一手抓住他的衣领 将他提了起来 其余二人打开抽屉 一阵乱翻 除却一些什么金石原 秀邪迹 天暴图之类的传奇小说 便是些抹布沉浮 此外衣裳两件 鞋子一双 虽有药瓶不少 其中却没有药物 长嘴爆牙之人 不免觉得被那蚊子咬过之处 越发痒了 药在何处 李莲花道 本门中人武功高强 气形百翘 发育肌肤 衣上如铁 那小小蚊虫如何咬得进去 三人变色 正要动手痛打 目的长嘴爆牙之人 哀哑一声 脸色一变 双眼翻白 跌倒在地口吐白沫 其余二人大吃一惊 齐声叫道 他奶奶的 那女鬼说的竟然是真的 李莲花也是吃了一惊 急忙将那人扶起 指尖片刻之间 那人身上的红色斑块 已遍布全身 触手灼热 他撞见了什么女鬼 剩余两人 你一言我一语的道 咱哥俩三在小清风下逛街吃饭 有个戴着奇奇怪怪面具的女人 上来问咱们是不是白云派的弟子 我等自然说是了 那女人又说白云派没有什么本事 只有一群农包 我等自然十分生气 大哥包牙便说 我白云派虽然武功很差 人长得也丑 但是有一样本事 天下无双 我白云派的内功心法 虽然没什么用处 却可令人时日时夜不睡 也不至于发困 听说我派前辈 当年是干那粮上够当的 所以练了这门内功 后来传给我师父 又传道我兄弟三人 这世上只有白云派弟子 是最不容易睡觉的人 那女人听了嘲笑大哥 说不睡觉也算本事 包牙大哥又告诉他 我等三人 是江湖中赤手可热的看门高手 无论河门河派 都已请到我等兄弟看门 或者看牢为荣 那女人又说 那你们三人不去看门 到小清风来做什么 我等自然说是听门四股门大名 特地前来替他看门的 那女人听完之后便走了 从他衣袖里飞出几只黑蚊子 我兄弟一人拍死了一只 结果就起了一身红斑 那女人又回头说 看我们兄弟忠厚老实 毒死我们也就算了 咱们只当他胡说八道 被蚊子钉一口也会死 那被蚂蚁咬一口也会死 被小鸡啄一口也会死 被跳蚤咬一口也会死 哈哈哈哈 他当我们没被蚊子钉过吗 李莲花连连点头 像几位英雄这样的精士奇才 自是知道被蚊子咬 是万万不会死的 包牙包大哥 你还听到我说话吗 那口吐白沫的包牙 微微点头 表情痛苦异常 那高鼻小眼的叫做高鼻 眼大如蛙的叫做掩塔 三人一起看着李莲花 只见他脸露微笑 手指点到包牙胸口七门穴 紧后曲齿穴 足指足翘音 手指中阻四穴 是不是比较不痛了 包牙点了点头 李莲花的手指带着一股古怪的温热 点上四穴 他身上的剧烈痛楚就减轻许多 只听李莲花微笑道 只要三位英雄 每日像这样在自己身上按几下 最好每日内息都在这四穴走一走 那便成了 高鼻大喜 凑上来 扫地的你也帮我按几下 李莲花在他身上也点了四下 他这四指点下 高鼻虽然尚不觉得什么 若是脱了衣服 便可见一个颜色鲜明的红印 李莲花纸上带有扬州曼之力 那又岂是寻常手指能够比拟的 替三人逐一点过四穴 那三人一听不必涂抹药膏服用药物 自己身上的痒痛又一大好 便自欢天喜地地走了 李楼主号称神医 果然名不虚传 窗外有人笑道 这黑珍珠之毒 杀人无算 能不需要物 举手就已治好 时事神乎其数 李莲花啊了一声 不敢不敢 不知副军师前来 有诗远迎 那从门口轻弹白衣 带着潇洒笑意走入的少年 自视副衡扬 只听他朗朗地道 本来还担心他们身上众毒难治 李楼主却不但医好剧毒 还教授了一手疗毒心法 给这三个活宝 只是如此苦心 他们是否能领会 可难说得很 李莲花对他凝视半赏 微笑道 副军师英雄少年 足智多谋 李莲花佩服得很 傅衡扬既然号称狂妄 对这等赞美之词 自视从不客气 李楼主 小清风尚如今228人 有225人 我自信了如指掌 只有三人 我尚无信心 李莲花诚心诚意地请教 不知是哪三人 傅衡扬牢牢地盯着他 答非所问 我不是看不透 是没有信心 说我已看透 李楼主 这三个人 一个是李莲花 一个是李向怡 一个是我自己 李莲花吓了一跳 李向怡 她也在小清风上 傅衡扬手一声长笑 她竟然把尸身葬在山上 自也算上一份 李向怡少年行尸任性之极 平生最不惜假话 却又喜欢别人对她吹牛拍马 待人苛刻冷漠 自视极高 这分明是年少轻狂 心性未定所致 我曾花费一年时间 经验李向怡平生所为 此人当得上一个傲字 若是活到如今 成就绝技远超当年 只是他所行事 众多矛盾 心性既然未定 我自也不敢说看透 李莲花苦笑 你很了解她 傅衡扬又道 而李楼主 你我平生不信 起死回生之事 世上却有一人 能以仗这四字 名扬江湖 并且近年以来 江湖数件隐秘杀人之事 凶手被擒 都和你有关 如此人物 上山数日都在睡觉 不得不让人想到 诸葛折服 只盼有人三入茅庐 只盼有人三入茅庐 李莲花甘笑一声 其实是最近天气很好 那张椅子躺上去 又舒服得很 所以 傅衡扬打断她的话 李楼主身藏不漏 我不敢说看透 李莲花听她口气 虽是说不敢说看透 语气却是肯定无比 估计也难以反驳 只得勉勉强强认了自己 是深藏不露 诸葛折服 只盼有人三入茅庐 叹了口气 那为何连自己也看不透 傅衡扬毫不讳言 我本狂妄之辈 如今为四顾门百姬院之首 四顾门若日以发展壮大 难说数年之后 我为江湖谋斧之心 仍如如今般纯粹 李莲花微微一笑 那你可会学笛飞声 想要称霸天下 傅衡扬摇了摇头 突然一声大笑 我不知道 所以说连我自己都看不透自己 哈哈哈哈 李莲花也跟着胡乱笑了几声 哈哈哈哈 傅衡扬的笑声疏然而止 目光犀利地盯着李莲花 你绝非泛泛之辈 瞒不过我的眼睛 在这小清风上 既是四顾门重兴之地 便绝不容有人放肆 无论你究竟怀有何等心计 所作所为 如有违反四顾门门规之处 都请李楼主想及 还有我傅衡扬在 李莲花听得连连点头 认真道 即是即是 傅衡扬子一阵 还有李楼主若是觉得自己 是千里良居未遇民主 因此不愿大展才华 傅衡扬愿做君之伯乐 四顾门百废待兴 正是用人之计 李楼主身怀绝技 正能够大展拳脚 为江湖立百世不忘之封碑 李莲花连声应道 多谢 多谢 岂敢 岂敢 傅衡扬一笑而去 严禁于此 李莲花连忙道 慢走 不送 带到看傅衡扬远去 他才常常吐出一口气 这位傅君师却是聪明得很 才华横溢 只是料是不大准 窗外阳光仍旧何须温暖 他躺回那张大椅 不知不觉又犯上一阵困意 不免将本草纲目再次压在脸上 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 七人间抚养金骨 海枯石烂情缘在 忧恨不埋黄土 此时距离野侠小猪那日新婚 也以一月有余 夫婿名扬天下 代己尽心尽力 温柔体贴 乔婉勉渐渐忘却了 有关李相仪的种种往事 日益温柔 过起了平淡从容的日子 这日午后 蝶飞燕舞 小清风上虽然云聚数百武林同道 却从无一人打搅他的平静生活 乔婉勉红衣批发 一身心欲 缓缓散步 到了李相仪坟前 那坟上粤鱼未经整理 居然开满了小花 色泽淡子 开作舞伴 淡雅清秀 我忠实负了你 他站在坟前 从前站在坟前 心情就不平静 如今更不 曾经以为自己可以守住一份感情 一生一世 甚至几生几世都不变 结果不过是几年 他微微垂下头 几年呢 五年 十年 不 未到十年 他就已经变了 嫁给紫金 决定的时候 以为自己一定会后悔 结果竟是很幸福 香姨啊香姨 我终是负了你 你若未死 必定是要恨我的吧 他常常吸了口气 缓缓地喝了出来 以他的性子 以他的性子 必定是要恨的 而且会恨得天翻地覆 致死方休吧 或者会杀了他 或者杀了紫金 李香姨 衣军肿后有人 他在坟前站了一会儿 渐渐注意到坟后不远处 有人弯腰在草丛中 石垛着什么东西 他正正地看了好一会儿 才醒悟他在整理那日 傅衡扬手下那群少年人 插在地上的蜡烛 心里一阵恍惚 世上也还有心情平和 十分温柔的人啊 李莲花这日午睡过后 交过那两盆被方多病 嘲笑过无数次的 庸俗之极的杜鹃花 便决定出外走走 绕着小清风逛了一圈 他喜欢打扫的脾气发作 便见一个蜡烛拔去一个 以免引起山火 又爱了花树生长 花有重开日 人无在少年 不须常富贵 安乐是神仙 那人哼着最近颇流行的曲子 将拔出来的蜡烛堆在一处 看似准备过会 找个箩筐背走 乔婉勉不知不觉 凝视了那个拔蜡烛的人许久 他自己心境烦乱 听了许久 方才听出他唱的是一出斗鹅渊 不免哑然 轻轻叹了口气 他拍了拍李相仪的墓碑 打算转身离去 突然坟后那人回过身来 似是听到声息 站止了身子 突然之间突然之间 他的手指僵硬 紧紧地抓住了墓碑 他脸色苍白 呼吸急促 双目直直地盯着那人 他从不信有鬼 从不信 那人也是一正 随后拍了拍衣裳 对他微微一笑 笑容温和真挚 别无半分勉强 他站在那里站了很久 他想他本是想狂呼大叫 本是想昏去 本是见了鬼 但他牢牢盯了他半赏之后 嘴角抽动 叫出了一声香仪 香仪 二字之后 他再也说不出任何话来 心头一片空白 就四字万丈云颠 一下子摔了下来 一种错觉在眼前浮动 让他刹那间以为 其实他一直都没有死 其实这十年以来 死的是他 那站在李相仪坟后的人 听到了那一声香仪 嘴角微勾 微笑得更加平和 点了点头 他再也没说出任何话来 突然全身颤抖 爹坐在了地上 牙齿在咯咯打颤 他不是害怕 他只是不知所措 是太不知所措了 以至于无法控制自己 他并没有过来扶他 也没有走近 仍远远地站在坟后 带着平静且心情愉快的微笑 突然到 那日跌下海以后 乔婉勉终于能够动弹 皱得用僵硬的双手抱住头 不必说了 他微微一顿 仍旧说了下去 我挂在敌飞声的船楼上 没有沉下海去 飘上岸以后 病了四年 四年中事 他没有再说 停了一阵 四年之后 江湖早已大变 你随紫金到苗江大战古王 四股门风流云散 我 他再度停住了 过了很久 他微笑道 突然想通了很多事 他摇了摇头 眼泪突然流了出来 他没有哭 是眼泪突然流了出来 他的牙齿仍在打颤 你骗了我 他低声道 你骗了我 李莲花摇了摇头 李向怡真的已经死了 我不骗你 那个怡指气使不可一世的 他突然尖叫一声 抢了他的话 那个怡指气使不可一世的孩子 是的 我知道那时他只不过是个孩子 我知道湘怡不懂是不成熟 我知道他会伤人的心 可是 可是我 他的音调变了 变得荒唐可笑 可是我已经喜欢了 你怎能骗我说 他已经死了 你怎能骗我说 他已经死了 你以为 经过了十年之久 李向怡还能从这坟墓里复生吗 李莲花悠悠叹了口气 是孩子终究都会长大 相依他 他再度打断他的话 被靠着李向怡的坟墓 古怪的看着他 低声道 你如果不骗我说 他已经死了 我不会嫁给紫金 他轻轻叹了口气 你伤心的不是你嫁给了紫金 是你没有后悔嫁给紫金 乔婉勉然看着他 眼泪滑落了满脸 足足过了一炷香时间 他突然笑了起来 滴滴地犹如伤兽般痛楚地笑 相依你 你还是还是那样 能用一句话杀死一个人 李莲花眼色温柔地看着他 完免 我们都会长大 能喜欢紫金 会依靠紫金 并不是错 你爱他 所以你嫁给了他 不是吗 乔婉勉不答 过了好一会儿 你恨我吗 他轻声问 恨过 他微笑道 有几年什么人都恨 他缓缓点了点头 他明白 只听他诱导 但现在 我只怕 我只怕孝子金和乔婉勉不能不离不弃 白头偕老 他听了半嗓 又点了点头 突然又摇了摇头 你不是相依 李莲花微微一笑 嗯 他抬起头来 正正的凝视着他 轻声道 相依从不宽恕任何人 李莲花点头 他也从不栽花种草 乔婉勉唇边 终于微微露出了一点笑意 他从不穿破衣服 李莲花微笑 他几乎从来不睡觉 他面上泪痕未干 轻轻叹了口气 他总有忙不完的事 几乎从来不睡觉 总是有仇家 很会花钱 老是命令人 把人指使来指使去的 却总能办成轰轰烈烈的事 李莲花叹了口气 喃喃的道 我却穷得很 只想找个安静点的地方睡觉 也并没有什么仇家 对了我房里那两盆杜鹃 开得黄黄红红 煞是热闹 你可要瞧瞧 乔婉勉终是微微一笑 这一刻他的心 似是突然豁然开朗 牵挂了十年的就是 那些放不下的东西 在这一刻全都消散 眼前的男人是一个故人 一个朋友 更是一个打者 我想看看 李莲花拍了拍衣袖 欠然道 等等我 瞧完免举袖事类 扶去身上的尘土 突然觉得方才自己甚是可笑 眼见李莲花背着锣筐 茫茫的奔进野侠小株后院拨几处 忍不住好笑 心下不禁想 若是傅衡扬之小 李相仪花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 把他辛苦安排的重新四股门的蜡烛清扫干净 不知做何感想 一念未必 眼见李莲花前边招手 他便跟了上去 走进李莲花房中 他对着那两盆杜鹃花 看了好一阵子 那两盆花颜色鲜黄 开得十分灿烂富贵 却是受到精心照料 生长得旺盛之极 只是乔婉免看了半日 忍不住问道 这是杜鹃花 李莲花呆了一呆 方多病说是杜鹃花 我从山下挖来的 山下开了一大片 乔婉免倾咳了一声 贤惠且耐心地道 这是黄花菜 是山农种来 种来 总之你快点还给人家 李莲花啊了一声 看着自己种了大半个月的杜鹃花 欠然道 我说杜鹃花怎会开得这么大 乔婉免尾时忍耐不住 扑持一声笑了出来 两人望着那两盆杜鹃花 相视而笑 房外不远处有人站在树梢纸上 摇摇看着两人 那人紫袍金边 身材修伪 本来俊郎挺拔 只是脸色苍白之极 呆呆地看着房内二人 不知再想些什么 房内李莲花看着自己勤劳 我种出的黄花菜 突然极认真地问道 黄花菜都开了 天快要凉 这山上的冬天冷不冷 乔婉免一正 冷不冷 李莲花连连点头 下不下雪 她点了点头 下雪 她缩了缩脖子 我怕冷 她微笑道 湘姨从来不怕冷 李莲花叹了口气 我不但怕冷 我还怕死 八香丝树 留年度 无端又被吸封物 又过数日 方多病最近终于觉得 有件事很奇怪了 她最近这几日 都在和傅衡阳下棋 那位少年狂妇军师 虽然将四顾门种种事物 处理得井井有条 却下得一手臭棋 方多病特别喜欢和她下棋 傅衡阳又自负得很 越输越下 这几日已不知输给方多病 几百回了 由自不服 这一日赢了傅衡阳三回之后 方多病终于想起来 最近觉得什么事很奇怪了 最近大白天时候 依稀没有看到李莲花的影子 傍晚闲逛的时候也没看到 竟然连吃饭的时候也没看见 那家伙不 会 溜 了 李莲花 方多病一脚踢开李莲花的药房大门 只见房内桌椅书卷摆放的整整齐齐 窗铃擦得干干净净 有一个窗户贴了新的窗纸 两个空的桃盆叠放在药房一脚 李莲花 方多病走入房中东张西望 从桌上拾起一张压在阵纸下的白纸 这家伙不会写了三个字 我去也罢 方多病看着房里的架势 心里意料中 十只七八李莲花果然在不知道什么时候溜了 举起白纸一看 眼睛顿时直了 那纸上果然不是我去也三个大字 而是密密麻麻迎头小字 李莲花竟留了张万言书下来 大出方多病意料之外 画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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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张白纸 上万迎头小字 写的全是画皮二字 方多病青天白日下看见 提在手中 眼睛一时发绿 竟觉得一阵鸡皮疙瘩泛上背来 倒抽一口凉气 那死莲花疯得不成 要溜就溜 花费什么功夫写的这什么东西 总而言之 即使四股门重新这样的大事 也没留住死莲花的影子 他还是溜了 方多病手里拎着那张画皮 不知何故 心里却总是掠过一阵发毛的感觉 无端端想起那日 李莲花拥被坐在床上 那双茫然的眼睛 像身体之中什么也没有 只有一只对人间毫不熟悉的恶鬼 透过她的眼睛 好奇地看着一切 此莲花必定有些秘密 方多病将万言画皮收入怀里 第一个念头却不是去找傅恒阳 而是去找孝子金 孝子金听闻李莲花已走 并不怎么惊讶 倒是展开那万字画皮时 显示一正 而后淡淡地道 角力乔所练的内功心法 叫做画皮 他能生得颠倒众生 也多是因为他修炼这等恶毒魅功 定力稍差之人 往往难以抵挡他的诱惑 画皮妖功练的功力越深 人长得越美 也越残忍好杀 会做出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事出来 方多病起到 李莲花怎么知道角力乔练的是画皮 孝子金看了他一眼 不答 只深深吐了口气 那人是不受角力乔魅功所获的第一人 他不知道角力乔练的画皮 有谁知道 李相仪绝是武功 但他终是没有说出口来 这细细碎碎 万字画皮也带给他一种异样的感受 工整异常的万字之中 透着一股诡异的不祥之兆 吉祥文莲花狼李莲花从小清风上不辞而别 对四顾门的震动并不算大 傅恒阳虽然吃了一惊 但想此人对四顾门多半本有不利之举 经他点破之后 自觉图谋不成便悄悄离去 自己毕竟是眼光犀利 当机立断啊 千里之外 黎州小远镇 一栋雕花精致的二层木楼 不知何时矗立在小远镇乱葬岗中 两个月前这坟堆里 明明除了被野狗刨出来的白骨和饿死的野狗之外 什么也没有 但最近去乱葬岗修祖坟的张三淡回来说 咱乱葬岗上不知谁修了栋房子 那屋主莫约是疯了 那屋就正正盖在窟窿上 谣言一传 小远镇百姓纷纷去修祖坟 都在那甚是堂皇华丽的木楼边转了几圈 摸了几下 确认不假之后 回来议论纷纷 这盖房子的定是个外地人 不知咱乱葬岗窟窿的厉害 原来 黎州小远镇乱葬岗上 有个地方叫窟窿 那的确是个窟窿 莫约也就人头大小 圆溜溜深不见底 平日看起来毫不稀奇 和乱葬岗上野狗挖打的洞并没有什么分别 但一到夜间 这窟窿就发出鬼哭狼嚎般的声音 而且还往外吐烟成白气 有时候走夜路的人经过 偶然还看见窟窿底下似乎有亮光 不知是什么东西在底下转悠 白天还有人会在窟窿周围瞧见一些古怪的事物 有人拾到过铜钱 古壁什么的 有人见过破衣服 还有人捡到奇怪的小玉器 最为可怕的是有一年夏天 这窟窿周围二十丈内突然荒草死绝 虫鸟绝迹 十几只野狗和两个走夜路的行客 倒闭在窟窿之旁 犹如刹那间从窟窿里出来了什么怪物 请客间就能杀人夺命 而这栋木楼就盖在窟窿上 每日夜间 窟窿照旧发出鬼哭狼嚎般的声息 那栋木楼也古怪得很 竟丝毫不为所动 主人似乎胆子很大 半点不怕鬼怪之说 偏生要在窟窿上吃饭拉屎 百姓对木楼好奇之极 经过满镇一百二十八人的偷窥打探 住在木楼之中的是一个穷书生 每日只在楼中读书打坐 一日三餐倒是有道镇上对付 却并不与人闲话 仍是喃喃地读他的诗经论语 这位穷书生每日天上位全黑 就已睡着 憨声与窟窿发出的声音不相上下 无怪他对自家地板底下的异状 无甚感觉 每日睡到日上三甘方起 日子倒也潇洒舒适 不过放眼景色不够优美 略见风雅一二 这一日 镇上又来了一个外地人 灰色如山 袖口打了补丁 身材不高不矮 微略有些消瘦 容貌文雅温和 说话十分和气 他来到小远镇做的第一件事 是到杂货铺买了两把扫帚 和一吊丝瓜囊杆 半斤躁 两个馒头 而后悠悠地往乱藏岗走去 镇上百姓不免心中暗响 莫非这年轻人的祖宗也葬在了咱乱藏岗上 他也要去修坟扫墓 但清明早已过了 浙江吉祥文莲花楼 搬到乱藏岗 又住在里面吃饭拉屎的人 当然是施文爵 他把李莲花的吉祥文莲花楼 从热热闹闹的扬州搬来 丢在小远镇乱藏岗上 然后写了封信给李莲花 说是今年上京赶考的时间将近 李莲花若不回来 他就要把这栋大名鼎鼎 价值千金的木楼丢在乱藏岗 静字去经考了 学而实习之 不亦说乎 诗文绝卷了本破破烂烂的论语 正字摇头晃脑的吟诵 门口有人敲门 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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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声 他心里一乐 常吟道 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站起身来 打开房门 眼前突然一按 尖头趴的一尘 一个人往前栽倒 摔在他身上 只听趴了一阵响 他带来的东西滚了满地 诗文绝骇然看着地上的扫帚 抹布馒头什么的 呆了一呆 将身上那人推了起来 脱口惊呼 骗子 李莲花双目紧闭 随着他一推之时 倒向木门 随即顺着木门软倒余地 一动不动 诗文绝大害 把那本破破烂烂的论语 往地上一丢 双手推拿李莲花胸口大穴 骗子 骗子 待他双手推拿了五六下之后 那昏厥余地的李莲花 突然叹了口气 我要吃饭 诗文绝一正 人尚未反应过来 双手尚在推拿 李莲花睁开眼睛爬了起来 欠然道 有剩饭吗 诗文绝目瞪口呆 指着他的鼻子 你你你 李莲花越发欠然 我太饿了 诗文绝哭笑不得 李莲花叹气道 我饿到腿软 诗文绝嘿嘿一笑 你这屋里一五米饭 二无炉灶 五米无火 哪里有饭可吃 你若饿死了 倒也省事 我将你和这栋破房子 一起丢在乱葬岗便是 李莲花慢吞吞地爬起身来 娇有不慎 东张西望了一阵 你干巴巴地把我的房子 搬到这种地方 有些奇怪 诗文绝道 我本要拉去放在贡院门口 日日读书倒也方便 谁知道那几头青牛 将你的房子 拉到这等地方 突然死了 我也就只得委屈委屈 落脚在这里 李莲花牧师周围 横七竖八的墓碑 排芳 坟墓 杂草 白骨和风吹震起的尘土 难难地倒 这里看来的确风水差得很 那日午后 诗文绝便上京赶考去了 三年前 他也这么上京赶考过一次 究竟考得如何 倒是谁也不知 只知他在京城 为一位号称杜春风的 青楼女子大闹了一场 差点沦为 捕花二青天 奸下之求 不知今年又去 能高中状元否 李莲花花了整整一个下午 将被诗文绝糟蹋得 一塌糊涂 便不废止 纸印 灰尘 头发 茶叶 凸笔等等等等的 吉祥文莲花楼 清洗擦拭了一遍 直到虚实方才坐下休息 明月稀起 今夜空中星星辽落 只有那一轮明月 分外清亮耀眼 李莲花一人独坐 给自己漆了一壶清茶 一壶一杯一人 静静地坐于吉祥文莲花楼二楼窗下 有道是举杯妖明月 对影成三人 今夜月下 终是一壶一杯 一人 几年前她也感到过凄凉寂寞 甚至有时候会刻意回避 一起一些往事 只是 如今 不了 在她基建写诗的年代 曾经赢过什么 人生花拜百年 即兴诗中 无限错落成青眼 如果人生真如一朵花开 她的花是开过 败了 或是正在开 倒是谁也说不清楚 只是识得李相仪的人 多半都会很惋惜吧 清风徐来 曾有的诗性随风散去 茶烟飘散在夜里 窗外虽是乱焚白骨 却巨事不会非一生人 是是非非的善客 李莲花悠悠的举杯 悠悠的喝茶 没有果品 木桌上空空如也 偶尔她以指甲轻弹桌圆 哼两句 行医有斟酌 下药医本草 死得医不活 活得医死了 自家姓卢 人道我一手好医 都叫做塞卢依 在这山阳县南门 开着生药局 国会又哼两句 妾身姓豆 小字端云 祖居楚州人士 我三岁上亡了母亲 七岁上离了父亲 俺父亲将我嫁与 蔡婆婆为儿媳妇 改名豆娥 至十七岁与夫成亲 不幸丈夫王化 可早三年光景 我今二十岁也 这南门外有个赛卢依 她少俺婆婆银子 本利该二十两 数次索取不还 今日俺婆婆亲自索取去了 豆娥也 你这命好苦也喝 这出最近流行的豆娥渊 她在路上见过几次 那台上戏子倒是做唱俱佳 有意思的很 正在这明月清茶 独自哼取享乐之际 李莲花突厥背后一阵凉风吹来 她回头一看 尚未看清背后的房门是如何开的 猛听地下一阵怪声大作 狂风骤起 一阵阵如鬼哭 如狼嚎 如惨叫 如哀鸣哭泣的怪声 似是从莲花楼楼底涌起 顺着楼梯 急急而上 想在每一个房门之后 她目不转睛 看着那打开的门口 那门口有一团黑影 饶是她使尽目利 也看不清那是什么东西 楼下的怪声越来越凄厉响亮 似是想在房中 每一个可以藏匿的地方 她平生历过无数劫难 受过无穷无尽的苦痛 见识过常人难以想象的种种怪事 愿读过愤恨过 却很少害怕过什么 突然之间 在这乱葬岗之上 月明之时 她心头一阵狂跳 竟然出了一身冷汗 身子微微在颤抖怪声 是狂风吹过缝隙的声音 她心里很清楚 却无法控制极度恐惧 还有门口的黑影 那是什么 她对着门口那团朦胧的影子 盯了很久 带到怪声渐渐停息 她突然发觉 那团东西没有影子 那是什么 鬼怪 这事上真的有鬼吗 李莲花终于缓缓眨了一下眼睛 那团东西突然消失了 等她将目光转向窗外 她又突然出现在窗外 和方才一模一样 只是无法辨认那是什么 她悬浮在空中 李莲花眨了眨眼睛 再眨了眨眼睛 无论她看向何处 那团东西一直都在 怪声已经停了 她心头那股极度恐惧 近乎崩溃的感觉 却越来越强烈 四周原本静谜 此刻却静得十分可怖 这里是乱葬岗 她心里觉得可笑 她何尝怕过坟墓 她见过比坟墓可不百倍的东西 但一念及乱葬岗 全身绷得更紧 身子颤抖之余 竟无法移动一下手指 或转身逃走 不正常 不该是这样的 在夜风中被吹得 彻骨冰凉之后 李莲花突然醒悟到 那团黑影并不是真的存在 她不在门口或者窗外 更不在其他什么地方 她只在她眼里 换句话说 那是她的一种幻觉 恐惧的反应 在一个时辰之后 渐渐退去 她展颜一笑 其实并不是什么怪声 吓得她魂不守舍 而是 而不过是 狄飞声那一掌的后患 终于开始发作 仰起头来 她喝了一口早已冷去的清茶 鱼姬未消 豪情突生 她一拍桌子 以杯底一具一盒敲击木桌 长吟道 大江东去 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 顾磊西边 人道是 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穿空 惊涛拍案 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 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宫谨当年 小乔出嫁了 雄姿应发 雨扇关金 谭笑间 强弩灰飞烟灭 突地一正 李莲花叹了口气 停了下来 喃喃自语 哎呀呀 想当年 雄姿应发 谭笑间 强弩灰飞烟灭 啊 她脸有欠然之色 似是对着茶杯 甚是抱歉 我把你给敲坏了 惭愧 惭愧 长夜慢之又慢 明月皎洁的妖艺之急 映得吉祥文莲花楼四壁 溢以生辉 条条雕文流过默默月色 在鬼火盈盈的乱葬岗之上 遥遥可见朵朵莲花盛开楼身 似祥瑞云起 又似鬼气森森 是仙居鬼斧 倒也难以辨认得很 窟窿 一群狮 窟窿就是洞的意思 黎州小远镇的百姓对窟窿自是熟悉得很 在镇后乱葬岗的那个洞 一直是他们的心头大患 此地除了传说曾经出过什么价值连城的祖母绿宝石 也就乱葬岗上的那个洞文明四方 但据说今天 距离那个乱葬岗窟窿发出怪声25年之后 终于有一位胆大心细的英雄 挖开洞口的浮土 要入洞一探究竟了 听闻如此消息 小远镇的百姓们纷纷赶来 一则看热闹 二则看那胆子奇大的英雄 生的什么模样 和自家闺女有缘否 三则看英雄将从洞底下挖出什么东西 怀有如此三门心思 故而小远镇乱葬岗 今日十分热闹 活人比死人还多 阿黄是做花粉生意的单头 有人要下窟窿去看究竟这消息传到他耳朵里 恐怕已是到第二十二人了 但不可否认他来得很快 在窟窿周围的人群里抢了个看热闹的好位置 黄土堆上 那圆溜溜的窟窿口的确已被人用铲子挖开了一个容人进出的口子 底下黑油油深不见底 那挖开窟窿正往外抛土的年轻人 也就是传言里那位不畏艰险的英雄 身穿灰色如衫 一脚微略打了一两个小小的补丁 一面挖土 一面对围观的众人回忆疑惑的目光 似乎不慎明白为何他在地上挖坑 村民便要前来看戏 难道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别人在地上打洞 喂 读书人 你做什么 人群中阿黄看了一阵 忍不住开口问 那年轻人咳嗽一声 温和的道 我瞧见这里有个洞 恰好左右欠一口水井 所以 人群中有个黑衣老者 文言冷笑一声 在藏岗上打井 岂有此理 你是哪里人 是不是听见了这洞里有古怪 特地前来挖宝 小远镇村民文言一阵大花 阿黄心里奇怪 这人也不是本地人 本地人从来不爱打井 喝水都直接上五元河挑水去 还有这害死人的窟窿里 有什么宝物 他怎么也不知道 这洞里本就有水 只不过井口小了些 那灰袍书生满脸茫然的道 我的水桶下不去 如水下有宝物 我定不会在此打井 他喃喃的道 那水一定不干净 那黑衣老者嘿嘿冷笑 敢把窟窿当成水井 难道还不敢承认你是伪黄泉府而来 普天之下 知晓下面有水的人 又能有几人 阁下报上名来吧 那灰袍书生仍旧满脸茫然 这下头明明有水 他拾起一块石子网洞下一掷 只听扑通一声水响 人人都听出那下面的的确确是水声 又听他欠然道 其实 是我那日掉了二千银子下去 才发现这下头有水 恰好左右少个水井 阿黄越听越稀奇 他自小在小远镇长大 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这里有什么黄泉府 窟窿下头居然有水 他也是第一次听说 眼看这两个外地人 你言我语 牛头不对马嘴 他暗暗好笑 此时那位黑衣老者满面怀疑之色 上下看了灰袍书生几眼 你真是在此打紧 灰袍书生连连点头 那黑衣老者又问 你叫什么名字 灰袍书生道 我姓李 叫莲花 阿黄突然看见那黑衣老者的双眼 突然睁大 就如看见一只老母鸡 刹那变鸭 还变了只姜母鸭 脸色忽然从冷漠 变成了极度尴尬 而后突然胡乱笑了一下 哈哈 原来是李楼主 在下不知是李楼主大驾光临 失礼之处 还请见谅 见谅啊 哈哈哈哈哈哈 李莲花温言微笑 不敢 哈哈哈哈 我说是谁如此了得 竟比我等早到一步 原来是李楼主 那黑衣老者继续打哈哈 既然李楼主在此 那么这窟窿底下究竟有何秘密 不如你我一同下去看看 李莲花欠然道 不必了 黑衣老者拍胸道 我黑蟋蟀话说出口绝不收回 李楼主若能助我发现黄泉府所在 这底下的宝物你我五五平分 绝无虚言 李莲花道 啊其实你独自拿走就好 我黑蟋蟀大声道 李楼主若是嫌少 那么黄泉府中所有奇珍异宝我拱手相送 只要你替我寻到黄泉真经 无论什么宝物 黑蟋蟀连一根手指都不会粘上一下 他转身又对围观村民道 只需要你们助我挖开地道 这地下宝物 大家见者有份 村民们原本听得津津有味 心里暗存这书生原来是个大人物 秃得闻此一言 面面相去 有些年轻人便纷纷答应 卷起衣袖来 李莲花木等口袋 没过多时手里的木产已给人夺去 村民们一阵乱挖 那窟窿很快变成了一个大坑 底下一稀深得很 日光一照 下头是不是有水根本看不清楚 看得清的是那人头大小的口子破开之后 底下是一个极深的隧道 在潮湿的洞壁上 有些一道一道的勾取 那像是什么东西爬行的痕迹 哈哈 果然在此 黑蟋帅大喜 从人群中抓了一人 命他手持火把前头探路 阿黄莫帝被这黑衣老者抓了起来 心里大害 又见他叫自己吓动 心里一万个不肯 却见黑蟋帅腰间有刀 又不敢不从 只听黑蟋帅一声长笑 李楼主听说你在一品坟中颇有所得 如你在这底下一样好运 你就得能让人享用十辈子的财物 我的天下第一的武功 哈哈哈哈 我们下去吧 这黑蟋帅本是武林道上的一位陆林好汉 武功不弱 在黑道之中 排名也在十九二十之间 但近来在江湖中销声匿迹 原来是为了寻找黄泉真经 黄泉真经是一本传说中 记载着媲美太仪相见 和悲风白羊的武功秘籍 真经的主人自称阎罗王 据说几十年前江湖中十大高手的神秘死亡 便是阎罗王下的毒手 但关于黄泉斧 黄泉真经的种种传闻 多是传说 谁也没有真正见到过那位阎罗王 李莲花十分勉强地走在最后 阿黄十分勉强地走在前头三人缓缓下到窟窿之中 那洞壁上的台阶非常简陋 就如用钉耙随意挖掘出来的 而洞壁土质和表层的坚硬夯土不同 其中含有不少沙粒 挤人行动之间 沙子速速掉落 洞底距离地面很远 加之底下有水 非常潮湿 下到距离地面五六丈处 阿黄突然看见在微弱的火光照应之下 下边洞壁之中依稀突出来什么东西 他本能的一挥火把往下一看 这一看之间他惨叫一声 顿时软瘫在一旁不住发抖 在潮湿的洞壁上突出来的是一个人头 那人头长期处在潮湿泥土之中 居然生出一层蜡 依然保持着表情 那是一种既诡异又神秘的微笑 就像他死得其实很愉快一样 黑蟋蟀也是害了一跳 李莲花哀哑一声 喃喃地道 可怕 可怕 黑蟋蟀拔出佩刀 轻轻往那人头上刺去 只听扑的一声闷响 佩刀触到硬武 他一震这人头却是木质 上头涂上了层蜡 饥渴乱针 什么玩意儿 李莲花输了一口长气 安慰道 这是个木雕 阿黄惊魂未定 李莲花替他接过火把 同黑蟋蟀一起攀在洞壁上 仔细端详那假人头 黑蟋蟀配刀挥舞 将那木雕旁的泥土挖去 那木雕人头突然掉下 扑通一声入水 原来人头下就是浮土 什么也没有 不知是谁将这东西丢在洞里 今日却来吓人 三人缓缓爬下 又在下了三丈深浅 才到了坑底 坑底果是一层积水 李莲花伸出火把 微弱的火光之下 水中一片森森白骨 却是许多鱼骨 黑蟋蟀移了一声 这底下倒有着许多鱼 李莲花漫不经心地摁了一声 阿黄瑟瑟躲在李莲花身后 凸得一声大叫 鬼啊 黑蟋蟀猛一抬头 只见距离洞底三尺来高的地方 有个小洞 洞中有双明亮的眼睛一闪而去 他心里大嗨 却听李莲花喃喃地道 猫 阿黄松了一口气 这么深的地方居然有猫 这里有些古怪 李莲花仍是喃喃地道 黑 大侠 这里只怕不是什么黄泉府 不过 不过 他抬起头呆呆地看着黑油油的洞壁 似乎走了神 没说下去 黑蟋蟀哼了一声 不可能 我多方打听 黄泉府避在此地 那黄泉真经 必定就在这洞穴之中 李莲花道 这里是一个大坑 土质稀松 地下有水 似乎不宜建造地下宫殿 黑蟋蟀一领 却道 方才分明寻到木质人头 这里若没有古怪 怎会有那人头 李莲花叹了口气 这里的古怪 和那黄泉府 只怕不大 怎么相干 黑蟋蟀哼了一声 除了那假人头 我道什么也没瞧见 李莲花睁大了眼睛 其道 你什么也没瞧见 黑蟋蟀一正 怒道 这里除了你那把火把的光 伸手不见五指 能瞧见什么东西 李莲花喃喃地道 有时候 人瞧不见也是一种福气 黑蟋蟀越发恼怒 却不好发作 阴沉沉地问 有什么东西好看的 李莲花手中火把 皱得往上一抬 那幽暗的火焰 不知怎对呼的一声 火光大盛 刹那间将窟窿坑壁 罩得清清楚楚 只听那的一声惨叫 阿黄当场昏倒 饶是黑蟋蟀闯当露林 见识过不少大风大浪 也是大吃一惊 在窟窿坑壁之上 针对着那小洞口的地方 悬挂着两具尸骨 两具黑油油的尸骨 被许多铁环扣在了洞壁上 此地虽然土质疏松 但两具尸骨悬挂的地方 都有岩石 铁环牢牢定在岩石之中 那字是万万逃脱不了的 除去两具尸骨 那片岩石上依稀生着一些 银翠色的细小沙石 火焰下散发着诡异的淡淡绿色 望之森然可不 还有不少刀痕 剑痕 甚至插入箭头的痕迹 也有疑似火烤的一片焦黑印记 其中一具尸骨还缺了三根肋骨 显然那两人在生前受到过虐待 说不定便是虐杀 黑蟋蟀惊骇过后 一看那两具尸骨的状况 这两人大概也已经死了几十年 这里到底是个什么地方 有吊猪的铁环 有死猪 有刀痕 李莲花突然一笑 这里自是个图场 专门杀人的地方 黑蟋蟀一阵寒毛直立 如此隐秘的图场 究竟被杀的是何人 而要杀人的人又是何人 只听李莲花敲声在他耳边道 说不定杀人的人 就是你要寻的阎罗王哦 一个机灵 黑蟋蟀净起了一身冷汗 心跳急促 根据村民所说 这底下曾经看到有光 有烟雾 每日夜间会有很大的声响 李莲花继续巧声道 你信世上有鬼吗 黑蟋蟀不由自主地摇了摇头 李莲花正色道 若不是有鬼 自是有人了 黑蟋蟀颤声道 但是这里并无出入口 窟窿的口子只有头颅大小 根本不可能容一个活人出入 李莲花叹了口气 连黑蟋蟀也想不明白的事 我自是更想不明白 秃得往东一指 那只猫又回来了 黑蟋蟀回头一看 并没有看到什么猫 却是瞧见了那洞壁洞口上 依稀有些凌乱的古怪痕迹 咦 它嘀嘀地叫了一声 走过去一看 有猫出入的洞口是个很小的口子 离地不过三尺来高 火光照去 里头依旧黑油油的一片 靠近洞口的泥土虽然潮湿 却有些凌乱攀爬的痕迹 黑蟋蟀用伸手一摸 脸色略略一变 夯土 李莲花点了点头 有夯土 就说明是人为打实的黄土 和窟窿里稀松的沙土全部相同 那夯土上的痕迹 就像是人或瘦的指甲 拼命挖掘留下的痕迹 但洞口着实很矮 难道洞中有什么 非取到不可的宝物 黑蟋蟀伸出配刀 往洞口一次 洞内空空如也 它挥刀一晃 只听当的一声 竟是洞口的另一面有铁 黑蟋蟀和李莲花面面相去 莫非此地有门 但经黑蟋蟀悄悄打打 除了那极小的洞口外 一圈夯土 整面坑壁完好无缺 依稀都是一处急落的沙土 折腾一阵 落下许多沙力 黑蟋蟀兴致索然 收刀道 看来黄泉甫的确不在此处 此地稀奇古怪 不宜久留 他一句话尚未说完 只听一声惨叫 阿黄的声音震得 坑中沙土诉诉直下 死人 死死死死人啊 李莲花末地回头一看 只见坑底积水 因为它们走动缓缓流动 有些鱼骨晃动了一下 坑底露出一具白骨出来 看来此地除了掉在墙上的两具尸骨 尚有第三个死人 阿黄惨叫之后 仰后扑通一声 再次昏倒 栽进水里 黑蟋蟀将它提了起来 李莲花目瞪口呆地看着那具白骨 拌上之后才到 半个 黑蟋蟀仔细一看那淹没于水中的白骨 的的确确 只有半截 有头颅双臂 骨骼延伸到腰际胯下 突然消失不见 胸腹部缺了三根肋骨 有些骨骼像突然断去的 有些却有生成和常人全然不同的扭曲 难道此人天生就只有半截 黑蟋蟀心里暗存 看着情形 莫非是这可自由活动的怪人 将两位死者掉在这土坑里 但不知何故这怪人突然死在坑中 以至于此坑荒废至今 正当他满心胡思乱想的时候 李莲花自言自语 我道牛头马面何等声威 居然会死在这里 原来竟然是牛马分离之故 黑蟋蟀骤然一呆 脱口问道 牛头马面 李莲花的火把缓缓一向左臂 被悬吊起来的那具尸骨 诺 黑蟋蟀的目光 骤然盯在那尸骨之上 看了许久 突而醒悟 那尸骨缺了三根肋骨 和水池中的白骨一模一样 水中半截的白骨没有双腿 难道说这两具尸身 其实乃是一具 其实被扣在那左臂上的 是一个双头双身 而仅有双腿的怪人 江湖传说 黄泉甫阎罗王坐下第一号人物 叫做牛头马面 穷凶极恶 模仿那地狱使者 杀人如麻 且杀人后必定留下 阎罗要人三根死 岂能留人到五根字样 此人乃是一人双头四臂 兄弟连体 共用一双腿子 一人号称牛头 一人号称马面 数十年前在江湖中 极富盛名 如此一人双头的情形 极为罕见 如今竟二人分离 死在窟窿坑底 此地四壁陡然 却散发着一股 极度诡异恐怖的气息 牛头马面居然会死在这里 黑蟋蟀脸色大变 不知是喜是忧 如此说来 此地当真和黄泉甫 有极大关系 那黄泉甄晶多半真在此处 李莲花的火把 慢慢移向右边悬挂的 另一具尸骨 略略一晃 黑蟋蟀脸色又变 欢喜之色大简 顿时起了一阵恐惧之色 若左边死的是牛头马面 那右边死的是谁 若死的是阎罗王 那究竟是谁 能将牛头马面生生分离 且杀得死当年如日中天 诡秘残忍的阎罗王 若阎罗王已死 那本黄泉甄晶还会在这里吗 此处当年究竟发生过什么 是谁进出窟窿毫无痕迹 那个有猫出入的洞口之后 是门吗 这 这 黑蟋蟀颤声指着那具尸首 那真是阎罗王吗 李莲花摇了摇头 黑蟋蟀喜道 不是 李莲花欠然道 我不知道 黑蟋蟀一正 怒道 这也不知道 那也不知道 枉费偌大名声 你究竟知道些什么 李莲花唯唯诺诺 我只知道一件事 黑蟋蟀追问 什么 李莲花正色道 猫是不会打洞的 那个洞的后面 一定是个门 黑蟋蟀大怒 这种事不用你说 我也知道 他恶狠狠地瞪了那门一眼 虽知必有古怪 却尾时不知如何下手 正在此时 速速一阵轻微的声响传来 黑蟋蟀凝视着那个洞 依稀是有些沙子 从洞壁上滚了下来 那洞口 似乎看起来和方才不大一样 李莲花末的一声惊呼 小心 她只听啪的一声 突厥眼前一黑 尚未醒悟发生了什么事 只见眼前迅速按去之前 依稀有些血液喷了出来 在空中喷溅成一道黑色的影子 二 耗死不如赖活 那后来呢 当方多病听说李莲花重伤 千里迢迢从家中赶来的时候 却见那重伤的人 正在市场里买菜 饶有兴致地盯着别人笼筐里的积压 看得人家积压的羽毛 全都炸起来了 当他把正在买菜看机中的李莲花 抓回莲花楼问话的时候 李莲花把故事说了一半 却停了下来 后来呢 李莲花慢吞吞地道 黑蟋蟀就死了 方多病正听的心急 阎罗王和牛头马面居然被人囚禁而死 这是多么令人震惊的事 偏偏这亲眼所见的人却又不讲了 他是怎么死的 那个村民阿皇呢 你又是怎么受伤的 李莲花摊开手掌 只见他白皙的掌心里略微有一道红痕 方多病将他的手掌提了起来 对着阳光看了半天 半赏问 这是什么 李莲花正色道 伤啊 方多病皱眉 端读着李莲花 指着李莲花的鼻子怒道 这就是你在信里说的不胜负伤 手不能提 忘盼来源 李莲花 李莲花咳嗽了一声 事实却是如此 方多病重重地哼了一声 恶狠狠地道 我不想听 黑蟋蟀是怎么死的 你这点伤又是怎么来的 阿皇呢 李莲花握起拳头 在方多病面前一晃 杀死黑蟋蟀的 是从那洞口里射出的一支铁剑 方多病啊了一声 那洞口竟是个机关 李莲花慢吞吞地道 是不是机关倒也难说 但很奇怪的是 他又摊开手掌 那支铁剑烫得很 就像在火炉里烤锅一样 方多病恍然大悟 啊 是你出手救人 抓住铁剑被他烫伤 黑蟋蟀却还是死了 李莲花点点头 赞道 你的确聪明得很 方多病又哼了一声 兴兴然道 功夫太差 李莲花的话 尤其是好话 万万信不得 李莲花又道 铁剑射出的力道十分惊人 不像人力射出 但要说这二十几年的洞穴里 还有机关能活动 还能活动的这么恰到好处 实在让人难以置信 方多病眼睛微微一亮 你的意思 李莲花叹了口气 那底下有人 方多病嘖嘖称奇 十来丈的土坑底下 两具几十年的老骨头旁边 竟然躲得有人 真是一件奇事 这么多年 难道他吃土为生 李莲花喃喃地道 谁知道 他突地啊了一声 方多病吓了一跳 东张希望 什么事 李莲花提起买的两块豆腐 大热天地禁锢着说话 豆腐搜了 方多病斜眼看着他手里拎的两块豆腐 我带你上馆子吃饭去 李莲花欠然道 啊 破废了 方多病带着他大步 往镇里最好的饭馆走去 突地回身问了一句 你真的不是故意让豆腐搜掉的 李莲花正色道 自然绝不是故意的 小远镇 豆花饭馆 方多病要点这饭馆里 所有能上起的菜色 李莲花却说他要吃阳春面 最后方多病兴兴兴兴兴的陪着李莲花 吃了一碗阳春面 支付铜钱八个 给了铜钱 方多病点了壶黄酒 秀了秀 对了 那阿黄怎么样了 李莲花摇了摇头 方多病诧异道 什么意思 李莲花叹了口气 我不知道 方多病大叫一声 你又不知道 活生生的人后来怎么样了 你不知道 李莲花欠然道 黑蟋蟀被射之后 我手中的火把被剑锋熄灭 等摸到黑蟋蟀的尸身 却怎么也摸不到阿黄的影子 把黑蟋蟀背出窟窿后 再下去找 还是找不到 他就此不见了 方多病道 可疑之急 说不定这小远镇的腌制贩子 阿黄 就是射死黑蟋蟀的凶手 李莲花又摇了摇头 这倒绝技不会 方多病满脸猜疑 上下打量李莲花 半晌问道 如此说来 对这档子是 你是一点头绪也没有 李莲花叹了口气 又叹了口气 却不回答 正在二人吃面喝酒之时 隔壁桌忽然啵郎一声 木桌被掀 韭菜被泼了一地 一位衣衫污秽的老者 被人推倒在地 一名胸口生满黑毛的 飙形大汉 一只脚踩在老者胸口 破口大骂 死老头 不用再说了 我知道你家里藏的是金银珠宝 你欠我那一百两银子 金天飞还不可 他将老者一把 从地上揪了起来 高高提起 拿你家里那些珍珠翡翠 来换你这条老命 那满身污秽的老者哑声道 我根本没有什么珍珠翡翠 大汉宁笑道 谁不知道严家几十年前 是镇里第一大夫 就算你那女人 带走你大部分家产 难道你就没有 替自己留一点 我才不信世上有这样的傻子 你打破我高达寒的杀猪刀 那把刀是我祖传的 拿一百两银子来赔 不然我把你告到官府上去 官老爷可是我堂哥家的亲戚 方多并皱眉看着那大汉 是什么人 李莲花道 这是镇里杀猪的刀手 听说几年前做过没本钱的买卖 不知在道上受了谁的折辱 回乡里杀起猪来了 方多并喃喃的道 这明明干的还是老本行 做的还是没本钱的买卖 看样子横行霸道很久了 竟然没人管管 李莲花慢吞吞地瞟了他一眼 那是因为世上锄强服弱的英雄少年 多半喜欢去江南 很少来这等地方 正说话间 高达寒将那姓严的老者 重重摔出 方多并眼见形势不好 一跃而起 将人接住 到此为止 朋友你欺人太甚 让人看不过眼 那高达寒 意见他一跃而起的身手 脸色一变 虽不知是何方高人 却知自己万万敌不过 顿时哼一声 掉头就走 方多并衣袖一扬 实实然走回李莲花身旁 徐徐端坐 华丽白衣略略一提 隐约可见腰间温欲短敌 一举一动 俊朗潇洒 富丽无双 若前面放的不是只杨春面的空碗 并会引来许多轻暮的目光 那几乎摔倒的老者站了起来 只见他面上皱纹甚多 生着许多斑点 样貌十分难看 李莲花连忙将他扶稳 温言道 老人家这边坐 可有受伤 那老人重重喘了一口气 声音沙哑 半辈子没遇见过好人了 两位大恩大德 嗨嗨嗨 李莲花真好一杯黄酒地上 那老人双手颤抖结果 喝了一口 不住喘气 方多并好奇问道 老人家怎么和他结上梁子 那老人叹了口气 却不说话 李莲花问道 老人家可是一名铁匠 那老人点了点头 沙哑的道 那高达韩拿他的杀猪刀到我店里 说要在杀猪刀上顺个槽 刀入肉里放血的那种槽 我年纪大了 眼神不好 一不小心把他的刀给崩了 他一直找我要赔一百两银子 我哪有这许多银子赔给他 这年头都是拳头说了算数 也没人敢管 我一个孤老头活命不容易啊 方多并同情得很 连连点头 这人的确可恶得很 带我晚上去将他打一顿出气 李莲花却问 那高达韩为何定要讹诈你的钱财 那老人道 严家在这镇上本是富豪之家 几十年前 因为庄主夫人惹上了官司 全家出走 只留下我一个孤老头 嗨嗨嗨 镇里不少人都以为我还有私藏银两 其实我若真有银子 怎会落到这种地方 嗨嗨嗨 方多并越发同情起来 李莲花又给那姓严的老头针了酒 那老头却已不喝了 白白手颤颤巍巍巍地站起来 摇摇晃晃地离去 恶霸 真是四处都是 方多并大为不平 盘算着晚上究竟要如何将那高达韩揍上一顿 李莲花对电小二招了招手 丝丝闻闻地指了指方多并 轻咳了一声 这位爷要请你喝酒 麻烦上两个菜 方多并正在喝酒 闻言呛了一口 嗨嗨 那电小二却是玲珑剔透 眼睛一亮 立刻叫厨房上两个最贵的菜 人一下窜了过来 满脸堆笑 两位爷可是想听那严家老头家里的事 方多并心道 谁想听那打铁匠家的陈年就是了 李莲花却道 正是正是 我家公子对那老头同情得很 此番巡查 不不 此番游历 正是要探访民间许多冤情 还人间以正道 还百姓以安宁 猛听这么一句话 方多并枪在咽喉里的酒彻底喷了出来 嗨嗨嗨嗨 咳嗨嗨嗨嗨嗨 那电小二却眼睛骤然发光 悄悄地道 原来二位大人微服私访 那严家老头遇到贵人了 这位爷 您虽是微服私访 但穿这么一身衣衫 故意吃那阳春面也太寒碜 不如您这般当似模似样 真是尊贵惯了的 我一见就知道二位绝非等闲之辈 李莲花面带微笑 静静坐在一旁 颇有恭敬顺从之态 方多并却坐立不安 心里将李小花死莲花破口大骂 到了十万八千里之外 竟然敢栽赃她假冒寻暗 面上却不得不勉强端着架子 淡淡地应了一声 顺道在桌下重重踢了下李莲花一脚 我们公子自是尊贵惯了的人 李莲花受此一脚 微然不动 满脸温和地道 此时你我谈话 切莫告诉别人 那店小二巧声说 爷们放心 过会儿我就拿块狗皮膏药 把自己嘴巴贴了 李莲花压低声音 那阎家究竟 那阎家是三十几年前搬来的 那时我还没出生 听我爹说 那搬来的时候可威风得紧 有几十个人高马大的家丁 颜家的夫人美得像个仙女 颜家的小儿子我是亲贱的 也漂亮得很 仙童一样 这颜家老头当年是颜家的管家 有几年说话都是算数的 店小二巧声道 后来也就在二十几三十年前 有人一大早起来 就见颜家夫人的马车 往阵外跑去 就此再也没有回来 颜家只剩下那个孤老头 因为只出去了一辆马车 谁都猜测 那家里的金银珠宝 都还在老头手上 谁都想敲他一笔 李莲花好奇地问 为何颜家夫人突然离家出走 店小二声音压得越发低 据说是因为那颜老头 勾搭了颜家夫人 这是千真万确 镇上许多人都知道 方多病啊了一声 正要说这老头如今这般模样 年轻时想必也好不到哪里去 居然能勾搭上 人家貌如天仙的老婆 凸得脚上一通 却是李莲花踩了她一脚 只得又淡淡地道 一一招来 听说颜家老爷和夫人夫妻不和 颜浮从中插入 取得了夫人的芳心 店小二神秘兮兮的道 有一天夜里 月黑风高 阴云密布 这可是非杀走石 伸手不见五指啊 李莲花道 那天夜里如何 店小二的人捧场 精神一震 颜家夫人手持一把利刀 砍了颜老爷的头 方多病吃了一惊 杀夫 店小二道 大家都是这么说的 这可不是我造谣 颜夫人杀了颜老爷 抱着孩子驾马车逃走 颜夫留下看管家业 但那女人去了就没再回来 估计是水性杨花 令家他人了 方多病眉头大皱 胡说 这女人就算和颜夫私通 也不必害死夫君啊 杀了颜老爷 他匆匆逃走 起飞和颜夫永远分离了 店小二一害 这个 这个 镇上人人都是这么说的 那颜老爷的尸体呢 方多病问 官府追查颜夫人 没个结果 死人的头也给他们弄丢了 就把颜老爷的尸体搁在一桩 之后一桩换了几个首页的 那些无名尸也就不知哪里去了 多半被野狗给吃了 店小二道 两位爷 我可是实话实说 没半分餐夹 您竟可以去问别人去 李莲花道 原来如此 我家公子明察秋毫 自会斟酌 店小二不住点头 方多病草草结了账 在李莲花护卫之下快步离开饭馆 那店小二站起身眨了眨眼 只见片刻之间那微服私访的官大爷 已经走出去七八丈 不免有些迷茫 这官大爷竟然跑得比赖账的还快 死莲花 方多病大步走出十丈之后 立刻咬牙切齿地看着李莲花 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让我假冒寻暗 若是被人发现了 你叫我犯欺君之罪吗 李莲花咳嗽一声 我几时要你假冒寻暗 方多病一症 李莲花十分温和地接了下去 微服私访只不过是百姓十分善良的幻想而已 方多病呸了一声道 她遇见你 那是前世造孽倒了大霉 顿了一顿 她问道 你问那严家的故事做什么 和窟窿有关吗 有没有关系 我怎么知道 李莲花微微一笑 不过这世上只要有故事 我都是想听的 方多病道 我倒觉得严家的故事蹊跷得很 李莲花道 哦 方多病道 严家来历不明 严妇人杀死夫君 随后逃逸 严家管家却又不逃 留守此地几十年 严家财产不翼而非 本来就处处蹊跷 什么都古怪得很 这家里一定有秘密 李莲花歪着头看了她一阵 慢吞吞地道 你的确聪明得很 此言耳熟 方多病幸幸然看着李莲花 你要说什么 李莲花叹了口气 我也没想要说什么 除了你越来越聪明了之外 只不过想说那店小二说的故事虽然曲折离奇 十分动听 却不一定就是真相 方多病的眉毛顿时竖了起来 怪叫一声 她骗我 李莲花连连摇头 不不 她说的多半都是她听见的 我只是想说故事 未必等于真相 她喃喃自语 这件事的真相 多半有趣得很 突然睁大眼睛 她很文雅地抖了抖衣袖 天气炎热 到我楼里坐吧 再过了半炷香时间 远道而来的方多病 总算在李莲花的茶几边坐了下来 喝了一口李莲花亲手泡好的猎茶 那茶虽然难喝 总是聊胜于午 吉祥闻莲花楼位于乱藏岗上 地势略高 窗户大开 清风过堂 如果不是景色并不怎么美妙 倒也清爽舒适 原来这乱藏岗下还有个水坑 方多病对着窗外张望 顺着遍布墓碑乱石坟堆的山坡往下看 坡下有个很小的池塘 方圆不过二三丈 池边水色烟红 却也不似血色 有些古怪 池塘边有几间破旧的房屋 房屋后长着几株模样奇怪的树 树叶如见 芝芝挺拔 树梢上生着几串金黄色的果实 你泡茶的水是从哪里来的 不会就是那水坑里的臭水吧 方多病望见水坑 顿时咸雾地瞪着手中的茶水 还是那窟窿底下的泡湿水 李莲花正在仔细地挑剪茶叶罐中的茶叶梗 文言啊了一声 这是水缸里的水 方多病扑的一声当场将茶喷了出来 那书呆一不洗衣裳 二不洗裤衩 三不掀袜子 她弄来的水也是可以喝的吗 中毒了 中毒了 她从袖中摸出一条雪白的金帕擦了擦舌头 李莲花叹了口气 正因为她如此懒 你当她会烧水做饭 洗衣泡茶吗 所以这些水多半还是我原先楼里留下的那缸 方多病仍旧呲牙咧嘴 两人正围绕着那缸水斤斤计较的时候 门外秃得有人恭恭敬敬地敲了三下 请问大人在家吗 李莲花和方多病一正 只听门外有人大声道 我家蛇大人 不知大人寻查到此 有失远迎 还请大人见谅 方多病还在发呆 李莲花按了一声 门外又有人到 下官五元县县令既忙 不知大人寻查到此 有失远迎 还请大人见谅 小远镇是五元县匣内 这个李莲花自是知道的 门外那位蛇大人 显示以为让师爷发话 里头的大人不悦 所以赶忙自己说话 方多病和李莲花面面相去 李莲花脸上露出千和斯文的微笑 方多病几乎立刻在心中破口大骂 却也无可奈何 只得咳嗽一声 进来吧 大门被小心翼翼地打开 两位古兽如柴的老学士 一穿青袍 一穿灰袍 怀中抱着一大落文卷 颤巍巍地站在门口 李莲花大为歉旧 连忙站起 请两位老人家坐 寒暄起来方知这位青袍兽老头 姓蛇明芒 乃是五元县令 那位灰袍兽老头乃是师爷 听说有巡暗大人到县内微服私访 两人立刻从县衙赶来 问及这位巡暗姓名 李莲花含含糊糊的道姓花 蛇忙暗自点头存道 听说朝中有补花二青天 其中姓花者相貌猥琐 古兽如柴 果不其然啊 只是衣裳未免过于华丽 不似清官所为啊 方多病不知蛇县令 正对自己平头论足 问其两人怀中的文卷 师爷道说 这就是严家砍头杀人一案的文卷 当年也震动一方 既然巡暗为此事而来 蛇大人自要尽职尽责 和大人一起重办此案 李莲花不住汗手 恭敬称是 方多病心中叫苦连天 却不得不顾作对严家一案十分感兴趣的模样 不住询问案情 原来三十多年前搬来的这一家姓严 主人叫做严清田 家中有仆役四十 其妻阳氏 其子严松亭 管家严福 在小远镇买下十里地皮 修建房羽 盖了庄园 庄园的匾额叫做白水 又称白水园 三十年前一日清晨 严家夫人杨氏 携子驾马车 狂奔离开白水园 严清被发现身手异处死在家中 家中仆役逃窜一空 管家严福对所发生之事 一问三不知 兼称应是强盗杀人 此案因杨氏逃逸 严福闭口不谈 且无旁证 物证及杀人动机 已成五元献计案 因此听说巡暗大人要查此事 蛇盲提心吊胆 只得匆匆赶来 严家之事 我已大智了然 想请教蛇大人一个问题 方多并问道 前此日子镇上一位叫阿花谷的村民失踪 大人可有消息 蛇盲一正 阿黄 大人说的可是黄菜 方多并道 正是 蛇盲道 正巧昨日有人击鼓 说河中飘起一句男尸 五座刚刚查验的尸体 乃是小远镇村民黄菜 溺水而死 并无被人杀死之痕迹 大人怎会知晓此人 方多并按了一声 在桌上重重踢了李莲花一脚 李莲花温言微笑 大人可知小远镇窟窿之事 蛇盲道窟窿闹鬼之事 早有耳闻 想是村民以讹传讹 子曰 敬鬼神而远之 故下官平日 绝口不谈此事 这位老县令有点淤 方多并肚里暗暗好笑 但做官却是十分认真 前些日子 人命人挖了窟窿 当时点了阿黄 为我开路 又请一名身手不错的 护卫 以及我这位 李师爷 下洞一探究竟 蛇盲佩服道 大人英明 不知结果如何 方多并脸色一沉 缓缓地道 我那护卫 在洞下 被一只铁剑射死 李师爷身受重伤 此时阿黄 又溺死水中 蛇大人 此地是你的制衣 怎会有如此可怕之事 他急眼力色 蛇盲自不知 这位微服私访的巡案 三句话中 两句不实 乃盲口胡说八道 顿时吓得脸色清白 连忙站起 怎么会有这等事 吓 下官实在不知 这就 这就前去查明 蛇大人且慢 既然今日蛇大人登门拜访 我家公子想请教大人 不知大人觉得 窟窿底下发生的怪事 和严家当年的血案 可有联系 李莲花道 蛇盲道 这个 下官不知 李莲花道 窟窿之中 尚有两句无名尸首 官齐死状 只怕也是死在三十年前 三十年前 正是严家血案发生之时 蛇盲满头是汗 尚无证据 下官齐敢倾下断言 李莲花一笑 蛇大人英明 方多病和李莲花多年默契 插口问道 不知严家当年凶案之前 可有什么异状 家中可有出入什么形状怪异 形迹可疑之人 蛇盲为难道 当年县令并非下官 依据文卷记载 似乎并无可疑之处 那当年检验严青田无头尸首的武座 可还健在 李莲花道 那位武座年岁也大 已于去年过世 严青田的尸首也早已失踪 要查看当年致命之伤 只怕已是不能 蛇盲苦笑 李莲花啊了一声 为再说什么 方多病等了半日 不见李莲花继续发问 只得自己胡乱杜撰 问道 严家当年号称富贵 怎么会落到如今 严福以打铁为生 难道严夫人 当真是杀无携带 所有戏软逃走 没有给严福留下半点 蛇盲道 那是因为凶案后不久 严家照了一声大火 所有戏软给烧了下干净 就此不负富贵之名 方多病又问 那火是谁放的 蛇盲沉吟道 根据文卷上记载 那火是深夜烧灼 只听白水园内轰隆一声 自严青田和严夫人的 主院内喷出一团火焰 很快把严家烧得干干净净 即使是几个人同时纵火 也不可能烧得如此之快 所以应是天火 天火 方多病问道 什么叫做天 李莲花咳嗽一声 原来严家是遭到天前 天降霹雳 将严家烧毁 方多病惭愧地摸了摸脸 原来天火就是霹雳 蛇盲和他的师爷两人 诚惶诚恐 方多病和李莲花随声附和 在将案情反复说了五六遍之后 蛇盲终于忍耐不住 起身拱手道 时候已晚 下官告辞了 大人如有需要 请到五元县衙调牌人手 方多病顿时大喜 一定 一定 蛇大人慢走 李莲花欠然道 两位大人辛苦 蛇盲连称不敢 和师爷快步离去 等那两位老儿离开之后 方多病一屁股重重 坐回椅上 李小花 我看你 我不是赶快逃走为妙 李莲花问道 为何 方多病怪教导 再坐下去 很快皇帝都要上门找寻案了 我哪里吃得消 此时不走 更待何时 李莲花啊了一声 喃喃地道 皇帝找上门不可怕 可怕的是 他之后说了句什么 方多病没听清楚 挤在他耳边问 什么 可怕的是 李莲花唇角含着一丝温润的笑意 悄悄道 阎罗王找上门来 什么 方多病一时懵了 什么阎罗王找上门来 阎罗王 就是阎王要你三更死 谁敢留人到五更的那一位 李莲花很遗憾地看着方多病摇了摇头 叹了口气 原来听了这么久的故事 你一点也没有听懂 三 阎罗王 听懂什么 方多病瞪眼看着李莲花 难道你就听出来射死黑蟋蟀的凶手了 难道还能听出来几十年前阎夫人为什么要杀阎清田 他心里半点不信 虽说李莲花的确有那么一点点小聪明 但是依据蛇盲所说的案情 实在过于简单又扑朔迷离 何况又怎知那文卷里记得哪句是千真万确 哪句是信口开河 李莲花摊开手掌 很惋惜地看着手心里的伤痕 我什么也没听出来 只听出来阎家姓阎 阎罗王也姓阎 方多病一呆 你说阎家白水源就是黄泉府 阎清田就是阎罗王 李莲花叹了口气 如果阎清田就是阎罗王 那么他应该身负绝代武功 又怎么会死在他夫人刀下 难道他夫人的武功比他还高 方多病又是一症 这个 这个 自古那个英雄难过美人观 一不小心死在牡丹花下 也是有的 这是疑问一 李莲花难难地道 撇开阎清田 为何会死在阎夫人刀下 那窟窿里和牛头马面 死在一起的人 又是谁 方多病黑了一声 这二人之中 必定有一个是阎罗王 李莲花似乎全然没有听见 方多病的话 继续难难地道 这是疑问二 在撇开阎清田之死 和尸骨的身份之影 在窟窿中失踪的阿黄 又怎会淹死在五元线盒中 方多病哼了一声 你又怎知他不会受到刺激 被吓风自己去跳河 李莲花道 这是疑问三 最后一个疑问 什么东西在窟窿底下 射死了黑蟋蟀 方多病道 你问我 我问谁 这 这些和阎罗王有什么关系 李莲花很遗憾地看着他 就如他往常看他的那种目光 就像看着一头猪 你当真没听见 听见什么 方多病简直要发疯 刚才那啰嗦的蛇芒 把阎家的故事说了五六遍 他当然字字句句都听见了 却又没有听出个屁来 李莲花非常惋惜地摇了摇头 蛇芒说 严清田的尸体被放在一桩 最后失踪了 方多病道 那又怎么样 李莲花慢吞吞地道 你莫忘了 严家并非没人 还有管家严福在 何况严家是在凶案后 不久方才被火焚毁 一度他还是很有钱的 身为白水源管家 即使家破人亡 家财败尽 也要留下看守故土的忠仆 严福却没有将严清田的尸身 收回下葬 那是为什么 方多病悚然一惊 他竟然丝毫没有听出 有什么不妥出来 的确 为何严福没有将严清田 风光下葬 李莲花身子前倾 凑近方多病身前 看着他震惊的表情 脸上带着愉快的微笑 为什么严福没有将严清田下葬 可能性有两个 第一 严清田有问题 第二 严福有问题 此言一出 方多病当真大吃一惊 师生道 严清田有问题 李莲花道 无论是严清田有问题 还是严福有问题 你莫忘了 他们都姓严 方多病骤然站起 脸上变色 你是什么意思 你说 你说 李莲花在这时候叹了口气 难难的道 所以我说 我怕阎罗王找上门来 你却不懂 方多病重重坐了下来 心里的震惊 却尚未退去 正要说话 大大表示一番 对李莲花推测的不信之情 秃得门外堵得一声轻响 有人轻敲了大门一下 正巧李莲花悄悄说道 我怕阎罗王找上门来 方多病听着这一声敲门声 竟刹那出了一身冷汗 请问 清 清天大老爷 在家吗 一个怯声声 非常微弱的女子 声音在门外问 方多病和李莲花面面相去 李莲花一声清渴 温和地道 姑娘请进 大门被缓缓推开 门外站着一个衣上蓝绿 面有菜色的年轻女子 她手里提着一个竹篮 竹篮里一只母鸡 清天大老爷 请大老爷 为我家阿黄伸冤 我家阿黄死得好冤啊 方多病看着那只小母鸡 心中一种不妙的感觉 油然生起 那女子看着方多病 华丽的衣裳 目中惊慌畏惧之色更盛 忽然扑通一身跪下 民妇 丽华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孝敬清天大老爷 阿黄留下的银钱 只够买只鸡 请清天大老爷 为我相供伸冤 伸冤啊 她趴在地上不住磕头 那只母鸡自竹篮中跳下 昂首挺胸的 在方多病和李莲花 足前走来走去 故盼之余 上洒下鸡矢若干 李莲花和方多病 面面相去 李莲花与其温柔 极有耐心的道 黄夫人请起 你说阿黄乃是冤死 不知究竟发生何事 她对女子一贯特别温柔体贴 方多病却只瞪着那只小母鸡 心中盘算着如何将她赶出门去 那位衣上蓝绿的年轻女子 正是花粉贩子阿黄的妻子 姓陈明丽华 刚从殿小二大白那里 听说了有大光儿 微服私房 便提了只母鸡过来喊冤 冤枉啊 蛇大人说阿黄是溺死水中 但她分明脸色清清紫紫 还蹊跷流血 用银针刺下 针都黑了 她定是被人堵死的 我家阿黄水性好 谁都知道 她是不可能溺死的 青天大老爷明察 要抓住凶手 让我家阿黄明目啊 方多并祈祷 阿黄是被人堵死的 陈丽华连连点头 李莲花温言道 原来阿黄竟是被人堵死的 尸体却浮在五元盒中 啊啊 这其中可能有凶手杀人抛尸 黄夫人且莫伤心 我家公子定会替阿黄伸冤 查明凶手 你先起身 把鸡带回去吧 陈丽华文言心里大松 这两位青天大老爷 也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威严可怕 看来世上的清官 毕竟还是有的 不禁大为感激 不不 那只鸡是孝敬两位大人的 我怎么能带回去 方多并道 那个 本官不善杀鸡 李莲花姐口含笑道 黄夫人 为百姓申冤 还天地正道 是我家公子的职责 天经地义 所谓拾君之路 担君之忧 拾皇两者 自然要为天下谋福 所以你这只母鸡 也就不必了吧 方多并哼了一声 淡淡地道 师爷所言不错 陈丽华对方多并刻了八个响头 只要大人们为我相公申冤 我来是做牛做马 也感激两门大人 李莲花哀了一声 我不是什么大人 陈丽华突地转了个方向 也给他东东磕了八个响头 民妇走了 他也确实质朴 说走就走 那只母鸡 确实说什么也不带走 李莲花和方多并 相是苦笑 过了一会 那只鸡突然钻入冬面柜子底下 方多并指的装作没有瞧见 阿黄竟是被毒死的 真是奇怪也哉 这件事真是越来越离奇了 喂 李莲花 李 莲 她咬牙切齿地看着 俯下身子捉鸡的李莲花 你能不能不要在我面前捉鸡 不能 李莲花道 明是我送你一千只 一模一样的母鸡给你 你现在能不能爬回来 和本官继续讨论案 请 阿 李莲花已经把那只鸡 从柜子底下捉了出来 她拎着鸡翅膀 对着方多并扬了扬 微笑得十分愉快 这是一只妙不可言的鸡 和你吃过的那些全然不同 方多并耳朵一动 骤然警觉 哪里不同 李莲花把母鸡提了出来 不同的就是这只鸡正在拉锡 你想说什么 方多并怪叫一声 你想说这只鸡得了积温 哎呀 李莲花微微一笑 我只是想说 明天你千万不要送我一千只 和这只一模一样的鸡而已 她在小母鸡身上各处按了按 拔去一处羽毛 只见鸡皮之上有些淡淡的淤青 突然扑的一声 那只母鸡又拉了一团鸡石 那团鸡石里带了些血 方多并耳的一声叫 她 她怎么会这样 李莲花惋惜地看着那只 似乎还正青春的母鸡 你在小远镇买一千只鸡 只怕有999只会是这样的 所以你千万不要在这里买鸡送我 好歹也等我再搬次家 这里的风景实在不怎么美 难道那阿黄的老婆居然敢在母鸡里下毒 要谋害寻暗大人 方多并勃然大怒 咬牙切齿 浑然忘记自己其实不是寻暗 重重一拍桌子 这刁民刁富 伪实可恶 李莲花微微一笑 大人默契 这只鸡虽然不大好吃 但也不是得了机温 刚才买菜之时我仔细看过 大凡小远镇村民所养之牲畜 大都有些拉西 模样不怎么好看 喜欢长些斑点之类的毛病 倒也不是阿黄老婆以母鸡里下毒 方多并瞪着那团带血的鸡时 你硬要说这只鸡没问题 不如你就把它吃下去如何 吃也是吃得的 只要你会杀鸡且能把它煮熟 我吃下去也无妨 李莲花漫不经心地道 你在这里慢慢杀鸡 我出门一下 方多并祈祷 你要去哪里 李莲花望了望天色 正色道 即是时候不早了 也该去买晚饭的菜了 方多并张口结舌 却又说不出什么不对出来 当下重重哼了一声 去吧 李莲花面带微笑走在小远镇集市的路上 他并没有去买菜 自集市穿过 散步走到了集市边缘的一家店铺门口 扣纸轻轻敲了敲打开的大门 客观要买什么 店铺里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 这世间打铁铺 铺里深处坐着一位老人 满墙挂满打造好的刀剑 闪闪发光 十分锋锐的模样 不买什么 只是想问颜老一个问题 李莲花含笑道 什么问题 颜福问 若要问颜家当年的珍珠翡翠 嗨嗨 没有就是没有 李莲花道 就是一个关于解药的问题 颜福脸色不变 沉默良久 却不回答 李莲花很有耐心地看着她 十分温和地仔细问了一遍 你却没有拿到解药吗 颜福沉重地叹了口气 沙哑地道 没有 她从打铁铺深处 慢慢地走了出来 手扶门框勾搂着背 看着阳光下的李莲花 三十年来 前来寻找黄泉真经的人不少 从无一人看破当年的真相 年轻人 你的确有些不寻常 她仰起头呆呆看着门外的夕阳 缓缓地问 我究竟是哪里做错 能让你看穿了真相 我在小远镇也住了不少十日了 这里的村民人也不错 虽然乱葬港风景不美 但也通风凉快 只是有件事不大方便 李莲花叹了口气 那就是喝水的问题 她前进两步 走进打铁铺屋檐底下 和岩浮一样背靠门框 仰头看着夕阳 这里的村民好像从来不打水井 喝水定要跑到五元河去挑水 所以那日我不小心掉了两千银子下窟窿 发现底下有水 实在高兴得很 岩浮黑了一声 你想说你挖窟窿不是为了黄泉真经 而是真要打井 李莲花倩然道 不错 岩浮淡淡地道 那窟窿底下 其实也没什么好瞧的 窟窿底下的情形 李莲花又叹了口气 吓到底下的人都会瞧见尸骨 既然窟窿只有人头大小的口子 表层的黄土被人多年踩踏 硬得要命 那当年那些尸骨又是如何进入其中的 这是常人都会想到的疑问 但其实答案很简单 那水中有鱼骨 证明窟窿里的水并非天上掉下来的雨水 那些水必定和河道相通 否则不会有如此多的鱼 所以阿黄摔下水中之后失踪 尸体在五元河中浮起 半点也不奇怪 他不幸摔入潜流河道 随水冲了出去 严福黑了一声 说来简单 发觉那底下上有河道的人 你却是第一人 李莲花脸现欠然之色 然而问题并不是在人是如何进去的 问题在于 人为何没有出来 严福目中光彩微微一闪 哼 李莲花道 既然人是通过河道进入窟窿 那牛头马面被分出来的半个为何没有出来 他被从兄弟身上分出来以后 显然没有死 非但没死 他还往上挖掘了一道长长的洞口 又在洞内铁门那里留下了许多抓痕 但他却没有从河道逃生 这是为什么 严福淡淡地反问 为什么 李莲花道 那显然是因为河道无法通告的缘故 严福不达 目光变得有些古怪 静静地盯着打铁铺门外的古板 像他如此一勾楼的老人 流露出这种目光的时候 就仿佛正在回忆他的生平 河道为何会无法通行 李莲花慢慢地道 那就要从阿黄的死说起 阿黄摔入河道 依他夫人所说 阿黄水性甚好 那么为何会溺死 又为何全身轻子 蹊跷流血 就算是寻常村妇也知 蹊跷流血便是中毒 他侧过头看了沿浮一眼 窟窿底下全是鱼骨 牛头马面死在洞内 阿黄通过河水潜流出来 却以中毒溺水而死 那很显然 河水中有毒 严福也缓缓侧过头 看了李莲花一眼 不错 河水中有毒 但他沙哑的声音沉寂了一会儿 没再说下去 李莲花慢慢地接口 但你当年并不知情 严福的背似乎弯了下去 他从门内拖出一把凳子 坐在了凳子上 窟窿底下的水中 为何会有毒 毒是从哪里来的 李莲花看了严福一眼 仍旧十分温和地说了下去 这是阿黄为何会淹死在 五元河中的答案 但窟窿底下的疑问 并非只有阿黄一见 他缓缓地道 毒从哪里来 暂且可以放在一边 有人从前河道秘密来往于 小远镇外和这个洞穴之间 显然有些是不寻常 是谁 为什么 从哪里要潜入这个洞穴 那就要从窟窿的怪声说起 李莲花伸出手指 在空中慢慢画了一条曲线 窟窿在乱葬岗上 既然是个港 它就是个山丘 而窟窿顶上的那个口子 正好在山丘迎风的一面 一旦夜间风大 灌入洞内 就会发出鬼哭狼嚎一般的声音 窟窿虽然很深 下道底下 即有十几丈深 但因为它的入口在山岗顶上 所以其实它的底 并没有像众想象的那么深入地下 而在这里 它的手指慢慢点在 它所画的那个山丘的山脚 也就是乱葬岗的西面 而乱葬岗的西面是一个水塘 因为水塘的存在 让你更想不到 里面那地狱般的洞穴 其实就在水塘旁边 岩甫由脸上泛起了轻微的一阵抽搐 暗哑地咳嗽了几声 只听李莲花继续道 而水塘旁边 当年却不是荒山野岭 而是小远镇一方富豪 岩清田的庭院 岩甫脸上的那阵抽搐皱得家具了 你怎知道那当年是岩家庭院 池塘边有一棵模样古怪的树 李莲花道 当年我曾在苗江一带游历过 它叫剑叶龙穴 并非中原树种 既然不是本地原生的树木 定是旁人种在那里的 而这么多年以前 自远方搬来此地居住的外人 不过岩家而已 岩甫蜂突然起了一阵猛烈的咳嗽 嗨嗨 嗨嗨嗨 李莲花很是同情地看了她一眼 目光移回自己所画的那座山上 语气平和地继续道 既然岩家庭院就在窟窿之旁 在窟窿之旁 还有个水塘 我突然想到 也许自河道前涌而来的人 最初并非想要进入窟窿 而想进入的是岩家的水塘如此 便可神不知鬼不觉地 出入岩家庭院 不被任何人看见 悠悠地望着夕阳 岩老 我说的可有不是之处 岩甫蜂的咳嗽停了下来 过了一会儿 她暗哑地道 没有 李莲花慢慢地道 而阿黄失踪之后 那水塘里泛起的红色 证实了水塘和窟窿 是相通的那红色的东西 是阿黄收在身上 尚未卖完的胭脂 他炖了一顿 如此窟窿里的尸骨 就和岩家有了干系 而岩家在数十年关 发生了一起离奇的命案 她的语气在此时显得尤为温柔平静 就如正对着一个孩子说话 岩夫人杨氏持刀砍去岩清田的头颅 驾马车逃走 岩家家产不翼而飞 岩家管家却留在此地数十年 做了一名老铁匠 不错 岩夫不再咳嗽 声音仍很沙哑 丝毫不错 李莲花却摇了摇头 大错特错 当年所发生的事 必定不是如此 岩夫目中流露出一丝奇光 你怎知必定不是如此 李莲花道 在窟窿之中 有一具模样古怪的尸体 无头双身 而仅有双腿 武林中人都知道 那是牛头马面的尸骨 牛头马面是阎罗王座下第一大将 他死于窟窿之中 小远镇上却从未有人见过 这位形貌古怪的恶徒 那说明 牛头马面是潜涌而来 窟窿是个死路 那么他潜涌而来的目的地 应该本是岩家白水源 岩福道 那又如何 和当年岩夫从沙夫毫无关系 李莲花道 牛头马面是武林中人 又是黄泉府的第一号人物 他要找的岩家 自然不是等闲之辈 黄泉府也姓岩 岩家也姓岩 岩家的庄园 叫做白水源 白水维权 我自然就要怀疑 岩家是否就是当年武林之中 赫赫有名的黄泉府 岩福冷冷一笑 是又如何 不是又如何 岩家若就是黄泉府 那岩清田自然就是岩罗王 那么岩夫人如何能将岩罗王砍头 李莲花微微一笑 难道他的武功比岩罗王还高 顿了一顿 他继续道 岩家若不是黄泉府 而仅是不会武功的寻常商骨 岩夫人一见女流 又是如何砍断 岩清田的脖子的 你我都很清楚 人头甚硬 没有些功力 人头是剁不下来 也拍枝不碎 除非他对准脖子砍了很多刀 拼了命非砍断 岩清田的脖子不可 看了岩福一眼 李莲花慢吞吞地道 那不大可能 所以我想 砍断岩清田脖子的人 多半不是岩夫人 他若没有杀人 为何要逃走 岩福道 坐在凳子上 他苍老的身影十分伪顿 语气之间 半点不似当年 曾经风光一度的岩家管家 更似他根本不是当年岩家的人 李莲花叹了口气 他为何要逃走 自是你最清楚 你是岩家的管家 大家都说你和夫人之间 那个 关系甚佳 岩福本来尾顿坐在凳子上 突然站起 那张堆满鸡皮 升满斑点的脸上 刹那变得猙獰可怖 你说什么 李莲花脸上 带着十分耐心且温和的微笑 我说大家都说 岩福和岩夫人之间 关系甚佳 有通奸 他一句话没说完 岩福本来形貌深沉 语言冷漠 突然向他扑来 食指插向他的咽喉 牙关咬得咯咯作响 就如突然间变成了一头野兽 李莲花抬手一拦 轻轻一推 岩福便仰天摔倒 只听扑通一声 他这一跤摔得极重 李莲花脸现欠然之色 伸手将他扶起 岩福不住喘气 脸上充满怨毒之色 突然强烈地咳嗽起来 嗨嗨嗨嗨嗨嗨嗨 他咳个不停 李莲花却继续说了下去 知弦 岩福强吸一口气 咒得震天动地地道 不要在我面前说起那两 此言一出 他自己末的一呆 李莲花已微笑接了下去 哦 不要在你面前提起 岩夫人和岩福 难道你不是岩福 你若不是岩福 那么你是谁 岩福争宁愿毒的表情 一点一点地散去 目中泛起了一阵深沉的痛苦之色 嗨嗨嗨嗨嗨 他勾楼的身子坐直了些 沙哑地道 你既然问得出解药二字 自然早已知道我是谁 罢了罢了 我倒是奇怪 你怎会知道岩福不是岩福 李莲花自怀中取出一支金疮药瓶 拾起岩福的右手 方才他将岩福一下推倒 岩福的右手受了轻微的皮外伤 他将岩福的伤口仔细敷好 方才微笑道 我不久前曾对人说过 人头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 砍了头 多半你就不知道死的是谁 无头的岩清田死后 岩福没有将他下葬 这是件很奇怪的事 可能有二 第一 岩清田的尸身有假 第二 岩福徒有中仆之行 而无中仆之实 世上从来没有永远会对你忠心耿耿的奴才 岩福阴森森地道 李莲花喊了一声 似乎对他此言十分钦佩 因为岩清田是无头师 且无人下葬 最后失踪 我想这位被砍头的岩清田 只怕不是岩罗王本人 岩福哼了一声 不置可否 李莲花继续道 既然岩清田的尸体可能有假 那么岩罗王自然可能还活着 但当想到岩罗王可能还活着时 就会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 他看着岩福 岩福经过一阵咳嗽 脸色又坏了几分 尤为衰老虚弱 如果岩罗王未死 那么发生了岩夫人和岩福有私情 这种奇耻大辱的事 为何他没有杀死岩夫人 也没有杀死岩福 就此消失了 这显然与理不合 所以我在想 是不是岩罗王真的死了 而岩福故意不将他下葬 但岩罗王如真的已死 岩福和岩夫人真的有私 为何他不随岩夫人逃走 而要在这小远镇苦守了几十年 这也与理不合 李莲花道 啊 既然我想来想去 觉得此事横竖不合情理 按照常理 岩罗王发现夫人和岩福有染 依据他在江湖上的生育 应当抓住二人对他们痛加折磨 最后将二人杀死才是 但是岩夫人和岩福都没死 岩罗王却死了 岩夫人害怕通奸被岩罗王发觉 先下手强杀死岩罗王 也是有的 岩福淡淡地道 李莲花叹了口气 那他是如何杀死岩罗王的 又是如何起义 敢对如此一位武功高强的江湖 那个 好汉下手 岩福的脸上又起了一阵静鸾 李莲花慢慢地道 无论是岩罗王炸死 还是岩夫人杀夫 这其中的关键都在于岩罗王的弱势 他突然变得没有威信 或者没有能力 岩福浑身颤抖起来 紧紧握起拳头 李莲花叹了口气 语气越发温柔 有什么原因能让武林中令人闻之色变的岩罗王 失去威信和能力 为什么他的夫人会和管家通奸 在当年小远镇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或者要从黄泉甫为何搬迁至小远镇说起 岩福的眉眼微微一颤 你知道黄泉甫为何要搬迁至小远镇 李莲花叹 小远镇穷山恶水 只有一件东西值得人心动 那就是祖母律 岩福脸线凄厉之色 传说小远镇曾经出过价值连城的祖母律 而祖母律有解毒退热 清新明目的功效 听说岩罗王有一门独门武功 必中计 乃独步天下的第一流独长 而祖母律是修炼这门独长不可缺少的左器 李莲花的视线从岩福脸上 缓缓移到了地上 夕阳西下 打铁铺前的石板渐渐染上了房屋的阴影 夜间的凉意也渐渐吹上衣角 阎罗王或是为了祖母律而来 但他却不知此地出产的祖母律 他慢慢地叹了口气 此地出产的祖母律其实并非真正的祖母律 而是翡翠绿 那是一种剧毒 岩福低下头坐在木条钉旧的凳子上 沉重地叹了口气 在窟窿里的石壁上生有一些盈绿色的碎石 看起来很像祖母律 那是一种罕见的剧毒 叫做翡翠绿 李莲花倩然道 一开始我也没瞧出来 只当是祖母律玉脉中的碎石 我和黑蟋蟀多少都会些武功 翡翠绿的毒气在那底下微弱得很 虽然阿皇昏倒两次 我等都以为是惊吓之故 直到后来 蛇盲蛇之线说到 岩家当年曾被奇怪的大火烧毁 火焰从岩家主房里喷出 我方才想到 那可能是翡翠绿 岩福道 当年岩家如有一人知晓 世上有翡翠绿 便不会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场 李莲花道 这个 我当年有个好友 便是死在翡翠绿之下 翡翠绿毒气浴火爆炸 它本身遇水化毒 模样和祖母律十分相似 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毒物 那窟窿底下生有翡翠绿 又有河水 原本整个湖底都该是毒气 但不知何故 洞底的毒气并不太浓 连我和黑蟋蟀 持火把下去都没有什么反应 倒是奇怪 五元河水中的毒 便是从翡翠绿的旷石而来 在窟窿之中 水中毒性最强 侥幸五元河是一条活水河 河水中虽然有毒 但并不太多 人喝下也不会如何 只是羈押猪狗之类喝了有毒的河水 不免头痛腹泻 身上生出许多难看的斑点 这一点在小远镇村民所养的家畜身上 便可瞧见 他说到斑点的时候 目光缓缓流注在颜夫脸上 顿了一顿 我猜 阎罗王拿翡翠绿练功 不幸中毒 武功大损 容貌被毁 阎夫人或者就在如此情形之下 和管家阎府有了私情 阎罗王发觉此事 自然使人愤怒 若不让此二人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必是不甘心的 然而他武功大损 容貌被毁 威信全无 地位岌岌可危 所以为了求生 为了报酬 他想出了一个奇怪的主意 阎福沉默半赏 淡淡地道 能想出这许多事来 年轻人 你却是了不起得很 李莲花按了一声 惭愧 其实我所说之事 多数猜测 我猜你武功大损相貌被毁之后 牛头马面和阎福多半合谋 要对你不利 或者你老婆当真也有杀夫的胆量 他突然从阎罗王改口称起你来了 阎福微微一震 并不否认 只听李莲花继续道 换了旁人 此时想到炸死自保 已是高明 但你却更为高明 你杀了一人 将他人头砍断 换上自己的假人头 却将阎福骗至窟窿之中 关了起来 那假人头骗得了镇上的渔民 骗不了你妻子和牛头马面 你和阎福踪影不见 他们自是以为 是你杀死阎福 而你踪影不见 定是要伺机下手 所以惊慌失措的 严夫人当即驾马车 携子逃走 再也不敢回来 而牛头马面 李莲花微微一笑 他却留了下来 而你顾忌重施 又将他骗进了窟窿之中 严夫脸上泛起一丝 神秘而狡猾的微笑 我用什么方法 把他们关在窟窿之中 难道你也知道 李莲花咳嗽一声 那办法容易得很 千变万话 用什么法子都行 比如说 你假装心灰意冷 把黄泉真经丢进水塘 那严福定会偷偷去捡 你带他下水之后 往水里丢翡翠绿 严福在水中骤绝 水中有毒 只得积极钻入窟窿 那边再也出不来了 而对付牛头马面 只需你自己跳进水里 不怕他不追来 他一下水 你就往水里施毒 反正你中毒已深 他却未曾尝过翡翠绿的滋味 如此这般 你们定要钻入窟窿壁毒 水里既然有剧毒 他们自然出不来 那便关起来了 他信口胡说 严福脸色微变 虽不重亦不远 嘿嘿 江山带有才人出 若在三十年前 我非杀你不可 李莲花吓了一跳 不敢 不敢 但你钻进窟窿之后 又做了些什么 把我钉在石壁上 我便不知道了 严福哼了一声 听不出他这句 不知道是真是假 那个窟窿 便是出产翡翠绿的矿坑 坑里充满毒气 那两人移到窟窿里面 很快就中毒倒地 他们内力不及我 中毒之后 武功全尸 我要将他们 吊在石壁上 有何困难 即使将他们 大写八块 五码分尸 也不是什么难事 李莲花连连点头 急认真的道 急事 急事 岩浮缓缓缓地道 但我如何肯让这两个奴才 死得这般痛快 我将翡翠绿装在袋里 浸在洞内水中 当时 我以为翡翠绿之毒 多半是为人所害 这两个奴才可能有泄药 所以对他们严刑拷打 使尽种种手段 但那两人却说什么 也不告诉我解药所在 后来 有一日 陈发那混账 竟然妄图运气 将毒气 逼往陈旺身体之中 妄图牺牲兄弟性命 杀我 我便意见将这个怪物 斩为两半 不料陈发和陈旺分开以后 居然不死 他呆呆地看着 渐渐下沉的太阳 那太阳已垂到了地面 声音暗哑 有气无力 没有半分当年 狠辣残暴的气息 但当年的怨毒 仍是令人毛骨悚然 我当即潜水逃走 谁知陈旺居然在洞内爬行 到处挣扎 我不知窟窿和严家庭院 仅有一土之格 主院之内的土墙 被陈旺掘出一个洞来 随后大火从洞里喷了出来 将我府中 一切烧得干干净净 李莲花悠悠叹了口气 想必当时你房中点着熏香 竹台之灯 有明火 翡翠绿毒气浴火爆炸 岩福低沉地道 自从岩清田死后 岩福和陈发陈旺失踪 我便戴着岩福的人皮面具 但大火过后 府中人心被离 一夕之间走得干干净净 我心里恨得很 当即打造金刚镣铐 等我回到窟窿 陈旺已经死了 陈发却还活着 他练了几十年的武功 毕竟是没有白练 我将那两个叛徒 定在石壁之上 日日夜夜折磨他们 直到半年之后 他们方才死去 他仍是呆呆地看着夕阳 但我武功大损 以步如武林中第九流的角色 江湖之中 不知有多少人想找我报仇 不知有多少人想要黄泉真经 除了留在此地坐打铁的岩福 天下之大 我竟无处可去 岩罢 语言中深刻的怨毒 已变成了难以言喻的苦涩和苍凉 这位当年威震四方的江湖恶徒 如今处境 竟是连寻常村夫都不如 如今让你这般活着 更痛苦过让你死 李莲花慢慢地道 世道轮回 善恶有报 有些时候还是有道理的 岩福淡淡地道 几年之后 我取下岩福的人皮面具 镇上竟没有一人认出 岩福该长的什么模样 也是我当年行事谨慎 无人识得我真面目 方能让平安活到今日 可见上天对我也是有些眷顾 李莲花叹了口气 你 你 你难道不觉落得如今田地 与你当年所作所为 也有些干系吗 若非你当年行事残忍 待人薄情 你身边之人 怎会如此对待你 岩福 黑了一声 李莲花道 无怪虽然你落得如此田地 当日黑蟋蟀下到窟窿之中 发觉内有尸骨 你还是一箭射杀了他 岩福森然道 我不该杀他 李莲花道 你 你 他脸上危险惊慌之色 难道你也要杀我 岩福冷冷地道 你不该被杀吗 李莲花末地倒退两步 岩福缓缓站起 他手中持着一个模样古怪的铁盒 不消说定是饥黄暗器 只听岩福阴森森地道 黑蟋蟀该死 而你更是非死不可 三十年前我会杀你 三十年后 我一样会杀 李莲花连连倒退 岩福道 逃不了的 在此三十年中 我无时无刻不再钻研一种暗器 即使武功全失 仍能独步江湖 当年武林之中有暴雨梨花彪天下第一 如今我这阴曹地府也未必不如 年轻人你很幸运 做到我阴曹地府中第一人 李莲花大叫一声 转身就逃 岩福手指扣动 正在按下饥黄 正在此时 有人也在大叫 死莲花 你他妈的根本就是故意的 岩福心头一跳 正在加厉暗下 眼前一花 一阵疾风掠过 手指已被人牢牢抓住 半分也动不了 抬起头来 眼前抓住他的人白衣滑服 瘦得有如竹竿 正是今日午时 还对他十分同情的方多病 岩福手指一翻 虽然指上无力 仍旧点向方多病虎口 方多病手上运筋 岩福点中虎口 一声闷哼 却是食指剧痛不已 李莲花逃得远远的 遥遥转过身探头问 你点了他穴道没有 方多病连点岩福 数十处穴道 死莲花 你千里迢迢写信 把我骗来 就是为了抓这老小子 这老小子武功浓包之极 比你还差 你怕什么 李莲花摇摇答道 他毕竟是当年黄泉腐腐主 我心里害怕 方多病哼了一声 当年黄泉腐腐主 何等全是 哪会像他这样 死莲花 你有没有搞错 李莲花道 有没有搞错 你问他自己 说不定他都在胡吹大气 假冒那黄泉腐主 只不过 我明明叫你在楼里 等我买菜回去 你跟在我后面做什么 方多病又哼了一声 我想来想去 死莲花的话 万万信不得 上次买菜 是在偷看别人积压 谁知道这次 又在搞些什么鬼 李莲花摇摇地 欠然道 这次真是多亏你了 否则阴曹地府射出 我必烈无疑 救命之恩 必当涌泉相报 方多病怪叫一声 不必了不必了 谁知道那玩意儿 射出来你躲不躲得过 谁知道你涌泉相报 报的是什么玩意儿 我怕了你了 免礼平身 本少爷准你不必报什么恩 言下他夺过 岩府手中的 阴曹地府 随意一按 只听喷的一声大响 那铁盒陡然一阵 两枚绿色事物 奔雷闪电般炸出 刹那之间 已深深嵌入石板之中 方多病目瞪口呆 这绿色的东西 只怕便是翡翠绿 这剧毒被如此射出 要是沾上了人身 那还了得 瞧了手中那危险事物一眼 它打开盒盖 里头两枚翡翠绿石子 已经射出 方多病吐了口气 当着岩府的面 将那铁和纽成一团 置入波及之中 岩府学到受制 无法开口 只瞧得双目大凳 如要喷血 李莲花十分同情地看着她 这人就让寻暗大人 亲自交给花如雪 想必三十年来 她的许多固有 都还很想念她 方多病斜眼看她 那你呢 李莲花微笑道 我伤势未愈 自是继续养伤 方多病道 借口 李莲花咳嗽一声 忽然道 我还有个地方想去瞧瞧 四 黄泉真惊 李莲花想去看的地方 是窟窿旁边 那严家旧时的房屋 那些昔日繁极一时的楼宇 早已倾倒 面目全非 其中坍塌的一处房间 淡淡地散发一些烟气 李莲花和方多病 挑开一些碎砖一看 里面是个甚大的锅炉 有些铁水尚在炉中流动 奇怪的是 炉下并没有柴火 李莲花道 原来此炉和窟窿相通 他利用窟窿里的毒气炼炉绒铁 果实聪明的法子 当日射死黑蟋蟀的那一件 也是从此炉射出 只削插入一支铁键 关上骨气的这个口子 让铁键指着入毒气的这个洞口 大概也就是当年 不知是牛头还是马面挖的这个口子 然后炉中焖火烧尽 烧出的热气无法散发 就把剑击射出来 射中了黑蟋蟀 他喃喃地道 无怪底下毒气并不浓郁 原来都被这炉炉烧去了 阎罗王虽然吃了这翡翠绿的大亏 那也是得闲能用 幸好武功全失 否则 否则 那个也是可怕的很 死莲花 这里有一本书拿 在李莲花自言自语之时 方多并从炼铁炉边的地上 拾起一本被翻的破烂的黄色小书 其中画满有形图画 这不会就是什么黄泉真经吧 怎么放在这里烤鱼干 李莲花啊了一声 如梦初醒 这不是吧 黄泉真经既然名列江湖最神秘的几项武功之一 我想该有黄段风皮 檀木盒子 金漆蹄字 藏得妥妥荡荡 万万不会放在这里 方多并瞪眼道 你怎知他该有黄段风皮 檀木盒子 李莲花正色道 衣裳里推断 应当就有 方多并道 胡说八道 李莲花拾起那本黄色小书 这书字迹写得如此之差 只致如此恶劣 尤其是人像画的如此丑陋歪曲 多半不是黄泉真经 想那真经何等难得 怎会是这般模样 方多并道 这也有些道理 但是李莲花手臂一抬 微笑道 这既然不是真经 你我又何须关心它是什么 他的一生那本书 自李莲花顶上画了道弧线 笔直掉入了炼铁炉中 花的一生起火 方多并哀哑一声 他一想到这书十有八九 就是黄泉真经 李疯子却硬说不是 如今居然将它烧了 李莲花之书起火 连看也不多看一眼 还是压介盐清田 给花如雪比较重要 你我还是早点启程吧 方多并连连点头 和李莲花携手离去 二人离去之后 那卷在火炉中 烧得面目全非的黄色小书 渐渐被火烧毁 火焰之中 每一夜灰烬上 都清清楚楚地显示出 四个大字 黄泉真经 女宅 疑惑鸡 秋风潇洒 香山的红叶 自古散发迷人的风韵 如今经过香山秀客一番整理 礼去败叶杂志 月发是红的庄重浓郁 观之令人浑身舒畅 今年秋季 香山秀客御楼春作冬 宴请朋友秋赏香山红叶 此宴名为曼山红 御楼春和金满堂 乃是智友 若说金满堂是江湖上最有钱的人 御楼春大约可算第二 因此受他邀请前来观红叶的人 自然与众不同 比如说五魔慕容妖 比如说九痴观山横 比如说号手穷经诗文绝 比如说冷剑东方号 比如说一字诗李杜甫等等等等 慕容妖舞蹈之际堪称天下第一 观山横喝酒之功约莫也不会在第二 诗文绝自然是背书背的最多 东方号的剑法最准 李杜甫的诗写得最好 这些人都是江湖之中奇人中的奇人 而其中有个凑数的叫做李莲花 御楼春宴请他并非是为了他有一样什么 既以天下第一 而是为了谢他查破金满楼离其死亡一事 特地请他吃饭 这些人虽然形貌不一 老少皆有 俊丑参差 高矮各异 但简而言之都是男人 是男人吗 就喜欢女人御楼春 特地将众人的居所安排在香山脚下一处 也是天下绝妙无双的地方 那个地方叫做女宅 女宅 顾名思义便是有许多女子的宅院 简而言之也就是妓院 不过这一处妓院和天下其他的妓院大大不同 这里的女子是御楼春亲自挑选 以她喜欢天下第一的脾气 这里的女子各个有绝技在身 或吹枭 或弹琴 或刺秀 都有冠绝天下之称 因此寻常男子难以一亲方泽 若非有御楼春看得上眼的什么东西 否则寻常人是一脚 不 连半脚也踏不进女宅的大门 这里的女子也从不陪客过夜 除非她们心甘情愿 否则也就是喝喝酒 唱唱歌 滑滑船 世上庸俗之事 这些女子是断步相陪的 如今李莲花正端坐在这女宅之中 左边坐的是诗文绝 那书呆子今日破例穿得整整齐齐 绝无半点污渍 听说前些日子去赶考 也不知考中没有 右边坐的人和诗文绝大大不同 那人高贯金袍 蟒皮竖腰 相貌俊美 脸上微略上了些脂粉 唇上涂着鲜艳的唇红 若是别个男人这般涂脂抹粉 众人定然作呕不已 但此人施起脂粉起来 竟是妖艳绝伦 也有一番风味 并不怎么惹人讨厌 这人正是慕容妖 观山横坐在慕容妖之旁 此人身高八尺 体重莫约有个二百五六十斤 犹如一个巨大的水桶 听说他有个弟弟叫做观山岳 却是个英俊潇洒的美公子 也不知真的假的 观山横之旁坐的一黑衣人 骨骼消瘦 指节如铁 皮肤有黑之极 却闪闪发光 浑身上下就犹如一只铁剑 这长得合见肾像的人 自然便是东方号 东方号之旁坐的那人 一席青山 相貌古雅 汉下留有山羊胡子一把 腰间插三寸羊毫一只 正是李杜甫 而诗文觉之旁坐的那人 一身朴素的布衣 虽然未打补丁 却也看得出 穿了许久了 正是许多有钱的读书人 最喜欢的那种 又旧又高雅的如山 那人的年纪也不太老 不过四十出头 一头书的整齐的乌发 面貌温文尔雅 右手小指上带有 碧玉戒指一枚 只有这价值连成的 小小臂贱 方才看得出主人 富可敌国 是香山秀克玉楼春 这许多人坐在一起 自是为了吃饭 而此时韭菜上位上来 玉楼春方才刚说了 一番贺词 此时拍拍手掌 这装饰华丽 种了许多西式花草的 雁亭中 后边思弦声响 一个红衣女子 缓缓走了出来 虽然说女宅之名 天下皆知 大家也都深知 其中女子 必定各个精彩绝艳 但这红衣女子 走出的时候 众人还是微微一阵 心下都敢吃惊 这出来的女子 皮肤甚黑 但五官艳丽 身体高挑 一袭红衣裹在身上 只见曲线凹凸毕露 十分妩媚 犹如一条红蛇 只见她目光流动 突得对着慕容妖一笑 越发是妩媚动人 到了极致 玉楼春道 这位姑娘名唤赤龙 鲸鱼舞蹈 过会跳起舞来 慕容兄可要好好指点一二 转眼看慕容妖 却见她本来高傲自负的脸上 流露出吃惊之色 仿佛女子赤龙 深深震撼了她 施文绝滴滴地道了声 妖女 观山横横的一声 美女 美女 李杜甫摇头晃脑 仿佛这等角色 只有她会欣赏 而如施文绝这等庸人 自是绝不能领会的 正当己人 为赤龙之妖 威起骚动之时 清风徐来带来一阵淡淡的芬芳 秀之令人心魂欲醉 如蓝慧 如流水 如明月 随着那芬芳的清风 一个白衣女子跟在赤龙之后 姗姗走了出来 这女子一出场 诗文绝顿时目瞪口呆 呆若木鸡 已不知身在何处 连东方号都微微动容 李莲花嗷了一声 玉楼春微微一笑 这位是西妃姑娘 善于弹琴 方才赤龙舞媚刚健 光彩四射 但在这位西妃应称之下 顿时暗淡了三分 这位白衣女子容颜如雪 清丽秀雅 当真就如容雪相眉 梨花海棠般动人 正是诗文绝心中 朝思暮想的那种家人 她又何尝不是世上千千万万男子梦中所想的那位女子 赤龙走出之时 众人议论纷纷 西妃姗姗而出 静而一片寂静 男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在她身上 神色各异 竟把赤龙望得干干净净 等众人待了好一阵子 诗文绝痴痴地看着西妃 喃喃地问 既然有西妃 不知尚有东非否 玉楼春脸色微变 随即一笑 曾是有的 不过她已熟身 诗文绝叹道 如此女子 真不敢想象 世上竟还有一人和她一般美 玉楼春道 东非之美 岂是未曾见过之人所能想象的 只是今日见不着了 正在说话之际 西妃垂眉低手 退至一旁 条弦开声 轻轻一拔 尚未成调 已是动人心魂 赤龙斜眼看众人痴迷之状 身子一扭 随着西妃的弦声 开始起舞 西妃鲜鲜弱智 所谈的却是从未听过的曲调 赤龙的舞蹈大开大和 全无娇柔之美 也有一种猙獰要挟之态 确实触目惊心 令人无法一目 她仿若并非一个人 而是一条浑身鳞片 与天抗争的红蛇 自天下地地扭动 而又自下而上的挣扎 在扭曲的旋转之中 那条红蛇苍白的骨骼 猙獰爬上了天空 而她的血肉 却被霹雳击碎 洒向了地面 痛苦 挣扎 成功和死亡 交织在一起的舞蹈 竟无细腻鲜柔的美感 却又让人忍不住 微微发颤 从未见过 女子如此跳舞 就如那红蛇的魂魄 在那时 依附在她身上 慕容妖的眉头 越扬越高 慕不转情地 看着赤龙 方才大家都看西飞 只有她仍是目不转情地 看着赤龙 她目中有光彩在闪 西飞的琴声如鼓 蒸蒸然充满消煞之声 呼得赤龙扬声唱道 锦掺鱼 秀当如 强强引拙补尔除 隆东卧碎满风雨 莫信龙眉隆西去 其人之网如肃空 张在野春平壁中 望思默默无形影 乌尔处之伤口手红 爱叶绿花谁剪客 中藏祸机不可测 诗文绝和李杜甫同时哀哑一声 话语中充满惊诧和激赏之意 这是李赫的一首杂曲 叫做《爱如张》 很少听人弹奏词曲 更不必说 有人为之歌唱舞蹈 李赫的诗 自是写的妙诀 而赤龙之舞 更是让人震撼 一舞即毙 赤龙满身是汗 胸口起伏不已 慕容妖两声击掌 站了起来 赤龙就如扭蛇一般掠了过来 钻进了慕容妖怀里 奄然一笑 将她按了下来 西非暴琴轻轻轻站起 向众人失礼 悄然退出 玉楼春微微一笑 不知各位觉得 这两位姑娘如何 天资角色 世上所无 诗文绝仍是呆呆地 看着西非离去的方向 神魂颠倒 不知身在何处 慕容妖揽着赤龙 心里甚是快活 坐下一杯 接着一杯的喝酒 而观山横一会 看看赤龙 一会探探西非离去的方向 心缘一马 不知想要哪个好 东方号凝视帘幕之后 不消说定是觉得西非甚美 而李杜甫却是偷眼看着 慕容妖怀里的美人 显然有些妒忌 玉楼春哈哈一笑 向赤龙道 上菜吧 赤龙自慕容妖怀里站起 前去通报上菜 几个男子心缘一马 都有些口干舌燥 诗文绝呆了许久 看了李莲花一眼 却见他看着桌上插的那瓶鲜花发呆 似乎并没有怎么在意 方才的两位美人 不仅心里嘀咕 这呆瓜连天仙都不瞧 这花朵哪有方才的人好看 李莲花却连诗文绝 瞪了他几眼都未曾察觉 呆呆地看了那花许久 此生一出 大家都是一正 不知他在啊 些什么东西 玉楼春问道 李楼主 李莲花如梦初醒 猛地抬头只见众目睽睽 都盯着他 吓了一跳 没事没事 慕容妖嘴角微调 你在看什么 慕容妖皮心傲慢古怪 出言直接就称你 也不与李莲花客套 李莲花欠然道 啊 我只是想到这是有斑点的木槿 有斑点的木槿 慕容妖不得其解 玉楼春也是一阵 个人都呆呆地看瓶中插花 过了一阵 呼得李杜甫道 那不是斑点 那是摘花时溅上的泥土 众人心中都呕了一声 暗骂自己蠢笨 居然突然和那呆子一起 盯着在寻常不过的一朵花 盯了那么久 玉楼春咳嗽一声 这是玉某疏惑 是丫鬟不仔细 小翠 她换来婢女 将桌上的插花撤了 厨房送上酒水 沿洗开始 第一道是茶水 端上来的是一杯杯 如奶般浓郁白皙的茶水 也无甚香味 个人从未见过 端上喝了 也未喝出什么异样滋味 各自心里稀罕 不知是什么玩意儿 玉楼春看在眼里 微微一笑 也不解释 接着第二道就上甜点 杏仁佛首 蜂蜜花生之类 众人多不爱吃甜食 很少冻块 只有李莲花吃得津津有味 第三道便是琳琅满目 什么白巴当归愚蠢 碧玉虾卷 衣品燕窝 白纸蝴蝶南瓜 菊花礼祭 金烤八宝兔 金针香草鲑鱼汤等等等等 菜色艳丽 精致异常 如那白纸蝴蝶南瓜 究竟如何把南瓜整得五颜六色 会成蝴蝶之形 诗文绝世百思不得其解 但吃在口中 笛笛确确便是南瓜的滋味 李莲花对那金针香草挖鲑鱼 十分清暮 剪了条金针仔细观看 大赞那金针节打得妙不可言 除了慕容妖 东方浩和李杜甫不喜喝鱼汤之外 每一样菜色其余众人都赞不绝口 在一番称谢和赞美之后 玉楼春彻了严席 请个人回房休息 明日清早便上香山观红叶 这武林第二妇人的邀约 自是非同小可 尤其肚里又装满了人家的山珍海味 个人自是纷纷答应 毫无意义 李莲花方才把那甜品吃了不少 回房之后便想喝茶 开门入房 她住的是女宅西面最边角的一处客房 突然看见房中人影一栋 白衣赫然 一阵淡香洗来 方才沿袭上 人人轻目的那位白衣女子西飞 正从她床上爬了下来 李莲花目瞪口呆 一时不支持自己演画花 或是白日见鬼 那位秀雅贤静 端庄自尺的西飞 不得脸部姗姗地回她自己房间去了 怎会突然到了自己床上 西飞见她进门 脸上微微一红 这一红若是让诗文绝见了 必是心中道 严谨秀相 浩志成怒 方则无家 千画浮玉 云记鹅鹅 修眉连涓 单纯外朗 浩齿内仙 明眸善赖 夜府成全 归姿艳意 一静体贤等等等等 面上不免目吃神迷 有些不省人事之征兆 李莲花一待之后 却是轻轻反手关上了门 抱以微笑 不知西飞姑娘有何事 却见西飞正正地看着她 眼角眉梢颇为一样 过了好一会儿 她才轻轻地低声问 你 叫什么名字 李莲花道 李莲花 西飞脸上又是微微一红 今夜 今夜 我 我在这里过 李莲花道 啊 西飞脸上艳若红霞 我方才和他们打赌 输 输了 今晚我本要陪玉爷 但 但我下棋 下棋输给了赤龙姐姐 她低下头 侧靠着屏风 十分害羞腼腆 李莲花恍然大悟 方才吃饭之时 女宅的女子们下棋打赌为戏 谁都想陪主子御楼春过夜 西飞输了 便安排给了自己 转头看那床榻 果然已是扑得整整齐齐 连忙道 今晚我睡地上 西飞睁大了眼睛看她 似乎十分不可思议 李莲花从椅上抱下两团仆团 往门口一搁 微笑道 我给姑娘守门 姑娘不必害怕 言霸躺下便睡 西飞正正地看着她 仿佛见了鬼一般 她见过的男子虽然不多 但能进的女宅来 也都是风流倜傥 潇洒多金的俊杰 能得她陪伴一晚 人人都当时莫大荣幸 她生性腼腆 男人们更是喜欢 说是轻薄起来 越发有滋味 但这在从姐妹眼里 最不成器的男人 见了她之后 却抱了两团蒲团 睡门口去了 她是没见过女人的小丑 还是心怀坦荡的君子 她识人不多 当真瞧不出来 李莲花在蒲团上躺了躺 突地爬起身来 沏了两杯茶请她茶 过会儿她又爬起来 打开高外的窗户 关上床边的窗帘 再过会儿 她将桌子收拾收拾 摸出快步来 把桌椅柜子擦拭得干干净净 再把地扫了 扫地之时 她从衣柜之下 扫出几块白色干枯的蛇皮 大惊之色说此地居然有蛇 又将的扫了两次 确定无蛇 方才自己洗了个澡 洗了衣服 晾好衣服 高高兴兴地躺下睡觉 西非先是被那具 有蛇吓得魂不附体 过了两久 坐在床上呆呆地 看她扫地 洗衣 不知该说什么好 心中突然泛起一个古怪念头 若是嫁了此人 必定是会幸福的吧 这一夜 两人分睡两处 西非本以为会一夜无眠 但却是迷迷糊糊睡去 还睡得很沉 日间醒来的时候 李莲花已经离去 桌上却留着一壶热茶 还有一点点心 那是每日早晨 女宅的丫鬟们送来的沉点 她拥被坐在床上 待了半晌 分明未发生任何事 却是心中乱急 二 不翼而飞的男人 此时此刻 李莲花早已到了香山之上 慕容妖 李杜甫 东方浩早已到了 诗文绝和观山横等人 却是有些来迟 众人等了半天 也不见玉楼春的身影 诗文绝已将落神父 颠三倒四地念过许多遍 不肖说定是在想念那位白衣如雪的弹琴女子 慕容妖闭目养神 见她心满意足的模样 男人们心中都按马她 昨日必定过 得销魂 李杜甫 已做了三五首诗 观山横将身上带的酒 喝得干干净净 李莲花和东方浩 滑地下棋 彩头是一钱银子 东方浩输了一局 居然从怀里掏出数百万的一碟银票 把李莲花吓了个半死 连那一钱银子也不敢要了 而玉楼春却始终不见踪影 日透渐渐上升 香山的清雾散去 露出满山崇红 山栏迭起 山上的红叶或浓或淡 天然一股灵性 令人见之心魄清澈 飘飘然有事外之想 众人本是江湖一刻 等候多时不见玉楼春前来 便自行在山中游玩 本来还三五成群 为走多时便各走各路 谁也不肯和谁一道走 李莲花走在最后 随意逛了两圈 只见前边红叶树林中草木纷飞 哗啦一声响 枝叶折断了不少 也知前边是观山横在打拳 便绕得远远的避开了走 这一走却看见诗文绝首扶大树 呆呆地看着树顶 也不知在想些什么 李莲花走过去一看 树顶有个鸟巢 树上有什么 诗文觉得表情很是迷惑 我刚才好像看见一只乌鸦 叼着一个闪闪发光的东西 进了鸟巢 如果不是我眼花 我觉得好像 好像是一块银子 银子 李莲花喃喃地道 你莫非穷疯了 诗文绝连连摇头 不不不 我最近手气很好 不穷不穷 李莲花叹了口气 我说你怎么换了身心衣裳 原来是去赌钱 你那恐梦师傅们知道了 想必是要伤心的 诗文绝连忙岔开话题 我千真万确看到了银子 不信我这就爬上去 拿下来给你看 李莲花道 那也不必了 人家乌鸦一声何其短暂 好不容易存了点银子 你无端白事去拿出来做什么 诗文绝道 哪里来的银子 就算御楼春有钱 也不会有钱到拿着银子喂乌鸦吧 我是觉得奇怪得很 不知为何你不觉得奇怪 李莲花道 我觉得奇怪的是 见过那个白衣翩翩的弹琴美人儿之后 你居然还保持清醒 诗文绝黑脸一红 急忙跃上树顶 去摸那鸟巢 他却不知那让他心神大乱的美人 昨天就在李莲花房里 而李莲花自然是万万不敢让他知道的 不过片刻 诗文绝如一叶坠地 轻飘飘地落了下来 李莲花本要赞他轻功大有长进 却见他脸色古怪 莲芒问 莫非不是银子 诗文绝一摊手 只见他手掌中可不就是一块小小的碎银 只是这碎银形状弯曲 尚带着些许血丝 那模样眼熟得很 那是一颗银芽 新鲜的银芽 两人对着那牙齿呆了半想 李莲花喃喃地道 你认银子的本事只怕是登峰造极 比背书的本事还了得 这样也看得出他是银子 诗文绝甘笑一声 惭愧啊惭愧 这牙齿的主人怎会拿牙齿为乌鸦 李莲花摇摇头 这我怎么知道 诗文绝收起银芽 乌鸦从西边飞来 你我不如去西边瞧瞧 两人尚未动身 身后树叶哗啦一声响 慕容腰金袍灿烂 从树丛中钻了出来 瞧了一眼诗文绝手中的银芽 嘴角略略一勾 冷冷的道 看来你们也找到了 找到了 找到了什么 诗文绝莫名其妙 只见慕容腰手中持着一块长长软软的翠绿色的东西 仔细一看 他吓了一跳 那是一只人手 被斩断的地方尚在往下流血 手臂上套着翠绿色的衣袖 看模样像是一个人的左手臂 李杜甫在山上找到了一条大腿 我在山谷里捡到了半只手臂 看来还有一颗牙齿 慕容腰道 这牙齿是御楼春年青史乡的 虽然和他身份很不相衬 但确实是他的牙齿 他一字一字的道 御楼春死了 李莲花和诗文绝面面相去 目瞪口呆 昨日还从容自若 风雅雍容的人 一夜之间就突然死了 死了 怎么会呢 诗文绝恶然道 谁杀了他 慕容腰道 不知道 诗文绝道 不知道 他死在何处 慕容腰僵硬了一张脸 不知道 诗文绝皱起眉头 御楼春死了 他的手在你手中 他的腿在李杜甫手中 他的牙齿在我手中 其他部分不知在何处 而既不知道他被谁杀的 也不知道他是死在何处 如何死的 是吗 慕容腰淡淡的道 不错 还有方才赤龙传来讯息 女宅中的金银珠宝不见了 以及御楼春在女宅中 暗藏的一个私人宝库也空了 其中财物不见踪影 诗文绝张大嘴巴 不知该说些什么 只觉得此事匪夷所思 古怪之极 李莲花叹了口气 那就是说 有人杀死御楼春 劫走他的财宝 还把他的尸身 那个到处乱丢 此人来无影去无踪 不知是谁 慕容腰点头 诗文绝瞪眼道 但是御楼春的武功高得很 名列江湖第二十二位 想要无声无息杀了御楼春 再将他切成八块 再提到香山上来乱丢 那凶手的武功 起飞天下第一 慕容腰仰手望天 我不知道 诗文绝哼了一声 这件事倒是真的奇怪得很 这消息大家都知道了吧 慕容腰淡淡地道 赤龙姑娘已经排除 女宅中的婢女 找寻御楼春的下落 大家都要回女宅 讨论此事 两位也请回吧 她手中的断臂 油渍滴血 李莲花缩了缩脖子 尚未说话 突得慕容腰 瞪了她一眼 此事有些轻蔑地道 若是大名鼎鼎的李楼主 能将御楼春断枝重组 起死回生 想必大家也就能明白 是怎么回事 啊 李莲花张口结舌 诗文绝咳嗽一声 我等快些回去 说不定已有了线索 她一把拉起李莲花便跑 慕容腰随后跟去 三人很快回到了香山之下 女宅之中 女宅之中 御楼春的残枝 已被找到了两块 分别是一块左胸 连着左上臂 一块左下腹 如此拼凑起来 显然御楼春 是被人以利器王字切法 给切成了七块 分别是头 左上胸 右上胸 左下腹 右下腹和左右两腿 此外上有两只断臂 只不过断臂是被王字的中间一横 顺带切断 姑且仍算是王字七切 几人围着御楼春的残枝 都是皱起眉头 看得嘖嘖撑起 江湖之中 曾有井字九切剑文明江湖 其人早在十年之前 就被四谷门除去 而这王字切法闻所未闻 不知是否是井字的更进一步 或是练习井字不到家 而只能切成七块 并且这王字切得整齐异常 绝非拥手以大刀砍救 乃是意见之下 骨肉断离 毫不含糊 即使当年的井字九切 也不过意见之下 在人身上滑出九道血痕 再多不过剖出些花花肠子 稀里哗啦的一大堆 绝不可能意见将人切成九块 而御楼春却确确实实 被人切成了七块 尸体的头颅虽然不见了 但众人都认得出 这死人的确是御楼春 那人到中年仍旧白皙的皮肤 修长风雅的手指 以及手指上的纳眉臂界 都证实正是御楼春 只是究竟是谁杀了御楼春 又是谁与他有如此深仇大恨 杀死他之后 要将他分至各处 不得全失 众人面面相去 诗文诀眉头大皱 其他两块是在哪里找到的 赤龙眉头微条 在尹凤坡 尹凤坡乃是女宅 通往香山的必经之路 既然如此 那凶手定是将碎尸 一路乱抛 都丢入了荒山野岭 只是不知今日 慕容妖挤人在香山赏风 立刻便发现了 昨日难道有人潜入女宅 杀了御楼春 李杜甫沉吟 观山横嗤之以鼻 这人血流未干 分明是在一两个时辰之内 绝不是昨日死的 而是今天早上 你我都爬上去看他妈的什么红书叶的时候死的 慕容妖淡淡地哼了一声 这人竟然敢光天化日进来杀人 将香山秀客弄成这样 那武功有数得很 说不定便是狄飞生之流 诗文诀恍然大悟 是了是了 听说李象怡当年的四股门正在重立 狄飞生也在小清风出现过 说不定狄飞生看中了御楼春的家业 想要他的钱重振金鸾盟 所以杀死狄楼春 夺走他的金银珠宝 他自家觉得很有道理 旁人也均觉得有理 李莲花看了他一眼 叹了口气 各位 不到楼春宝库一行 站在稍远的地方 不敢直视狄楼春尸体的西非 极细极细地道 那里 那里说不定还有什么线索 众人纷纷响应 穿过几个院落 走到深藏于女宅之内的楼春宝库 女宅的庭院不大 然而纤细妩媚 尤其藏有宝库的庭院银新院更为精致 道路一旁的回廊 以银丝婉转边旧 经了些年月 银丝微微显露铜色 却煞是古朴迷人 庭院中有个池塘 池塘边的一颗木槿花 正字盛开 木槿高大清脆 花色白中带紫 十分艳丽 但众人却没有心思细看这银新院中的风景 一眼望去 只见银新院中心那栋房子窗门大开 桌椅翻到 书卷掉了满地 里头似乎本是个书房 此时地上被打开一个大洞 洞中七零八落还掉着许多翡翠 明珠 珊瑚之类 但绝大部分已经不翼而飞 空地上留下许多形状各异的印子 一个黑漆漆的玄铁兵器架歪在一边 其上本来陈列着十八样兵器 如今只剩下两三样 两三样中又刀又枪 剑却不见了 刀是玄铁百炼钢 其上三道卷云钩 足以追命夺魂 枪是柳木枪 枪间一点枪的是细小的金刚钻 但这几样兵器便是价值连城 可遇不可求的宝物 此时架上的其他兵器却都不见了 众人在宝库之内看了一阵 除了看出此地原本拥有多的惊人的奇珍异宝之外 也未看出什么新鲜玩意儿 库内地上有被人搬动过的痕迹 但即使看出那些宝物曾被拖来拖去 却也看不出究竟是何人取走 无甚用处 这库里本有些什么东西 诗文诀问 赤龙之手插腰 靠在门边 听说里面本有一百枚翡翠 两串手指粗细的珍珠链子 四十八个如意 十颗珊瑚 一尊翡翠玉佛 一条血玉冰残锁 两盒子叶明珠 以及各种奇怪的兵器 药物 以及其他不知所谓的东西 诗文诀看着空洞的宝库 看来这人当真是未踩而来 值钱的玩意儿全搬走了 观山横大声问道 他是怎么搬走的 这么大一屋子东西 至少要赶辆马车才能拉得动啊 赤龙冷冷的道 这就是我等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 女宅之中 人来人往 绝不可能让人搬走了一屋子家当 还毫不知情 除非有鬼 有鬼 诗文诀心中替他补足 何况这屋子还在女宅正中央 外人绝不可能将马车赶到银心院之中 搬上财物 再运出去 完全不可能 他想到此处 眼睛不免眯了起来 斜眼往李莲花处飘去 李莲花却东张西望 在宝库中走来走去 只见他往左走了七八步 摸了摸墙壁 又往右走了五六步 又摸了摸墙壁 似乎在寻找什么东西 看了半天没找到 仿佛很失望 突然见到施文诀抛来的眼神 连忙冲着他笑了一下 施文诀为之气节 不知李莲花把自己的眼神想成什么 走过去低声问道 骗子 你有什么发现 李莲花连连点头 施文诀忙问 什么 李莲花道 好多钱 施文诀哭笑不得 除了钱之外 你发现了什么线索没有 李莲花道 好多美丽的女人 施文诀再度气节 转过身去 不再理他 李莲花退了一步 不小心踩到了歪在地上的玄铁兵器架 光当 一声 施文诀 转头看去 只见那号称天下最坚韧风锐的玄铁架 似乎有些异样 东方号看一眼便知 淡淡的道 世上居然有物能在玄铁上留下痕迹 了不起 众人凝目望去 那玄铁兵器架仍旧完好无缺 相比搁置旗上的兵器而言 制作的比较简单 或许是玄铁难得 且难以琢磨之故 共计四道横杆 赶不过宽一二分 间隔莫约一尺 搁置兵器的支架上 有许多莫约三寸来长 三寸来宽的印痕 说不上是什么东西留下的痕迹 不像兵刃所留 施文诀俯下身摸了摸那印痕 那痕迹平整光滑 不知是什么武器所留 当真是匪夷所思 个人面面相去 心里都是大为诧异 难道这玄铁架 曾被用来运送宝库中的财物 施文诀问道 慕容妖那张画了胭脂的脸上 显出鄙夷之色 只听说过用箱子 不运送财物 原来世上还有人使用 如此笨重的铁条运送财物 不知能运的是什么东西 施文诀张口结舌 恼羞成怒 恶狠狠地瞪了李莲花一眼 却见李莲花满眼茫然地啊了一声 随口道 穆公子说得有理 施文诀心中大怒 恨不得把穆容妖和李莲花剥皮拆骨 生生烤来吞了 个人心里暗自好笑 在宝库中实在没有发现 关山恒首先出来 到庭院树后大大咧咧地撒了抛尿 他喝酒太多 自然尿急 女宅众女都是皱眉 各自掩面 从未见过如此粗鲁的男人 秃得关山横骂道 他妈的什么玩意儿 这么多 众人过去一看 只见在距离水塘不远的一棵树下 泥土一片黄绿之色 其中密密麻麻的黄白色细小条纹 不住如洞 竟是成百条的马黄 众人突然见此情景 都敢一阵毛骨悚然 女宅中女子失声尖叫 就连赤龙这等女子 也是脸上一阵发白 慕容妖情不自禁退了两步 东方号却踏上两步 目光闪动 这泥土之上只怕是有血 诗文诀也是如此想 若没有血 绝不可能有如此多的马黄 这里如果有血 难道御楼春竟然是在这里被分尸的 众人纷纷赶到那堆马黄之处细看 只见这是一棵偌大的梧桐树 只赶参天 树下光线幽暗 有甚大一片土地不生杂草 估计是阳光都被树冠夺去之故 在这一片泥土上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颜色 却有许多马黄在泥土中蠕动 诗文诀心念一动 赶回宝库中 抄起那把卷云刀 往泥土中挖去 这一片土地看似和其他泥土没有差别 一刀挖去 却挖出一块黑色的硬土 那黑色的字是血字 但诗文绝大齐 这里的泥土齐硬无比 一刀下去如重磐石 若不是此刀 锋锐异异常 居然挖之不开 李莲花接过他手中卷云刀 在地上轻轻敲击 这块地上的泥土并非一样坚硬 而是有些特别坚硬 有些还是比较稀松 被诗文诀翻开浮土之后 地下一层漆黑 正是大片血迹 显然玉楼春正是死在此处 难道这杀人凶手内宫登峰造极 一见杀人之后 见弃还能将死人身下的泥土 弄成这等模样 诗文绝难难自语 东方号却冷冷地道 这地上有人撤上泥土掩盖血迹 看来来人并非一人单行 他在这女宅之中 必定有帮凶 他本来寡言少语 此一言突然说出 众人都是微微一阵 东方号的目光自人人脸上扫去 如果不是对宝库非常了解 他怎么可能找到这种地方 慕容妖音调有些尖了起来 你是说我们之中 有人给杀人凶手做卧底 东方号哼了一声 价值连城的珠宝 削铁如泥的神兵 喜爱的人应当不在少数 你想说在今日早晨 大家上香山之时 有人把玉楼春载了 抢了他的珠宝 分了他的诗 拿着他的手啊脚啊 往香山一路乱丢 然后女宅之中 有人在此地撒土 替他掩盖杀人之事 李杜甫到东方兄英明 但你莫忘了 今日清早 你我都在香山 没有一人缺席 究竟是谁分身有数 能杀得了玉楼春 我可没说是你我之中 有谁杀了玉楼春 我说的是这女宅之中 必定有人是凶手内应 东方号冷冷的道 众人面面相去 心里各自猜疑 诗文决心中暗想 大有道理 只是不知这内应是谁 谁会在这棵树下 撒上泥土 居住在银心院之旁的人 都有嫌疑 他正在心里大动念头 突然看见李莲花 呆呆地看着地上 你在看什么 啊 李莲花道 有许多是不动的 诗文觉起道 什么有许多是不动的 李莲花的鞋子 小心翼翼地 往旁边退了一步 这些马黄 有许多是不动的 有些本来不动 又动了起来 诗文觉莫名其妙 心里到这骗子 莫非提早疯了 慕容妖冷眼 看那些蠕动的 可怖的虫子 玉楼春再次被人杀死 宝库财物不翼而非 那杀人凶手的武功高强异常 王自欺切日后一旦在江湖现身 我等就知道他是杀死玉楼春的凶手 今日既然主人已故 我等香山之会也该散了吧 观山横不住点头 显然觉得此会甚是晦气 只盼早点离去 李杜甫也无意义 诗文觉虽然心有不甘 却也无话可说 东方号不答 李莲花看出那些马黄一会儿 等一等 怎么 众人诧异 李莲花喃喃的道 其实我一直想 不明白一个问题 不知各位能否指点一二 诗文觉忍不住问道 什么 李莲花抬起头来 似乎对诗文觉的附和感到很满意 眯起眼摇头晃脑了一阵 方才睁眼看向右手边的一棵大树 那是棵木槿 这花开在枝头 这树高达两丈 那花上的斑点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这花虽然美丽 有人爱折 但折下远在两丈高处的花朵 如何会见上许多泥土 我一直想不明白 众人已呆 昨日沿袭上 那朵见上泥土的木槿 依稀又在眼前 花朵上却是见上许多细小泥土 并非随于水滴落的灰尘 灰尘色黑 泥土色黄 截然不同 诗文觉道 有泥土又如何 李杜甫也道 说不定乃是摘花之后 方才见上的泥土 李莲花走到木槿树下 慢慢爬上 折了另一朵花下来 递给李杜甫 这是潮湿泥土 建上花树之后留下的痕迹 并非只有一朵花如此 诗文觉盲问道 那又如何 李莲花瞪了他一眼 似乎有些奇怪 他竟不理解 这树高达两丈 花开在树上 泥土长在地上 你还不懂吗 他往前走了两步 举起手中的卷云刀 往地上用力一铲 随后扬起 擦的一声 地上被他掘出一个小坑 而沙沙声响 刀尖上粘到的泥土 随刀后扬之时飞出 见到木槿树上 木槿树叶一阵轻微摇晃 泥土速速而下 不知落在树下何处 李莲花收刀回头 只见众人脸色或惊讶 或佩服或凝重或骇然 形形色色 他突然一笑 只见众人看他的眼光 越发惊激 脸头也情不自禁地 往后缩了缩 李莲花露齿一笑之后 顿了一顿 悠悠地道 这泥土 就是这般飞上两丈高的木槿 粘在了花上 诗文诀打了一个寒颤 你是说 你是说 昨日之前 有人有人在此挖坑 李莲花铸刀在地 一手插腰 很愉快的自个人脸一一瞧过 突然再度露齿一笑 我可没说他一定在此挖坑 说不定在这里 也说不定在那里 三 价值连城之死 李莲花说的这里和那里 就是他的左脚外一步 或者右脚外一步 众人一时沉默 或看他的左右两只鞋子 或呆呆地看着那棵木槿树 竟不知该说什么好 慕容妖忍不住问道 你是什么意思 难道说 你知道凶手是谁 李莲花铸刀在地 对他一笑 我像不像刀下斩貂蝉的观云长 慕容妖一呆 诗文诀已抢着道 不像你快说 凶手手是谁 李莲花的视线 在众人简上看过来看过去 赤龙姑娘 我知道问这样的问题 很失礼数 但你能不能回答我 当年你究竟竟是如何 进入女宅的 她的视线最终停在赤龙简上 目光很温柔生问 是御楼春强迫你的 赤龙本来已在一旁 并不作声 突然一呆 过了半晌 她道 我父母双亡 又顿了一顿 她突得恶狠狠地道 御楼春杀了我父母 为了得到我 她说我是天生的舞妖 一定要在她的调教下 方能舞绝天下 众人哑然 诗文诀道 难道是你 是你杀了御楼春 李莲花摇了摇头 上尾说话 赤龙冷冷地道 谁说我杀了御楼春 我一介女流 不会武功 怎么杀得了她 诗文诀 哑口无言 望向李莲花 李莲花突得从怀里 取出一片黄白色 软绵绵的东西 在指尖把弄 对赤龙微笑 其实这件事 凶手是谁很清楚 我一直在想的 不是凶手究竟是谁 而是究竟谁才不是凶手 此言一出 众人脸色大变 诗文诀 哀哑一声 和观山横面面相去 难道你也是凶手 观山横怒道 胡说八道 我看你小子贼头贼脑 脸又黑 多半就是凶手 诗文诀怒道 脸黑又怎的了 脸黑就一定是凶手吗 那包青天的脸 世上最黑 渐渐凶暗 都是他是凶手 观山横道 脸黑就不是好人 诗文诀气急 但要跳起 指着这大胖的鼻子 和他理论 苦于观山横 比他高了两个头 如此比划 未免吃力 正在苦思对策之时 李莲花道 二位英俊潇洒 当事豪杰 那个 自然不是凶手 他这一句话 便让其他人变了脸色 李莲花的脸色 却好看得很 歪着头 向其余几人 瞟了几眼 究竟是谁杀了御楼春 其实从银心院后 有人挖坑一事 就可看出 御楼春之死 绝非意外 而是有人预谋 诗文诀 点了点头 但你怎会知道 挖坑之处 就在你脚下 李莲花微笑地 往外踏了两步 他方才站的地方 离那马黄不远 在木槿树下 更靠近池塘的湿地上 这里的泥土潮湿 靠木槿近一些 而且泥土潮湿 掩埋起来 也比较不易看破 除了此地 其他地方挖坑 未必向后对准木槿树 他手中的卷云刀 轻轻往下挖掘 这里的泥土 很快被挖开 和那树下的硬土 截然不同 不削片刻 表层湿土被挖开 吐下一块绿色衣裳 已露了出来 李莲花停手不再下挖 悠悠叹了口气 这就是玉楼春 其他的部分 这件事说来长 若是有人不爱听 或是早已知道 那可以随意离去 他如此说 众人哪敢随意 一旦离去 岂非自认早已知道 李莲花将卷云刀 交给施文绝 很善良的眼神 看着施文绝 那意思就是 叫他继续往下挖 施文绝心中大骂 为何我要为这骗子处理 却是鬼使神拆地接刀 卖力地挖了下去 李莲花抖抖衣裳拍拍手 在池塘边 一块干净巨大的 寿山石上坐了下来 这石头价值不菲 李莲花只拿他当椅子 舒舒服服地坐下 咳嗽了两声 轻了轻喉咙 才慢吞吞地道 玉楼春 家财万贯 名下拥有武林众多 称其出名的行当 买卖和宅院 当然女宅 也是他大大有名的 一样生意 他这女宅十年前便有 其实我年轻时 也曾易容来此游玩 对玉楼春这样生意 略知一二 女宅中的女子固然精彩绝艳 但世上精彩绝艳的女子 本就不多 精彩绝艳且要卖身的女子 更是少之又少 玉楼春女宅之中 数十位色意无双的女子 绝大多数都是她强行掳来 或使尽手段才收入女宅之中地 对其人若非恨之入骨 也是无甚好感 所以有人要杀玉楼春 半点也不稀奇 稀奇的是 以玉楼春一身武功 万般小心 这么多年在女宅中出入 安然无恙 怎会在昨日暴毙 就算这些女子有心杀人 手无腹肌之力 又如何杀得了 武林排名第22的高手 她的目光在众人脸上 瞟来瞟去 昨日和往日的区别 就在于曼山红大会 女宅之中 住进了许多江湖好汉 有阅历见过世面的男人们 关山横愣愣地道 男人们 我们 李莲花微笑点头 我等为何要来赴约 关山横道 那是因为玉楼春 是武林第二妇人 她的邀请自然很了不起 李莲花道 我等来赴约 是因为玉楼春很有钱 有钱自然就受人尊敬 受人崇拜 受人羡慕 总而言之 我等是冲着她的钱来的 如此说法 虽然极不好听 却是实情 个人脸色难看 却不说话 关山横道 虽然说她很有钱 但我可从来没想过她的钱 李莲花道 如果女宅之中 有人要杀玉楼春复仇 如果宾客之中 有人想要玉楼春的钱财 那么一个要人 一个要钱 很容易一拍即合 施文绝听到这里 忍不住啊的一声叫了出来 李莲花对她露齿一笑 继续道 那玉楼春自然就死了 一个人可以结一个仇人 或者一个对头 但当她的仇人 变成两个三个 或者五六个的时候 她便危险得很了 何况她的仇人 和对头还会合谋 东方号冷冷地问 好 你说女宅之中 有人和宾客里应外合 杀玉楼春 此点我十分赞同 只是玉楼春杀玉楼春 此点我十分赞同 只是玉楼春尸体流血未干 分明刚死今日沉时 你我几人都在香山 未过多时便已发现 玉楼春的尸体短短时间 绝无可能下山杀人再返回 那究竟是谁杀了玉楼春 李莲花道 那是因为玉楼春不是今天早上死的 她在昨天晚上就已经死了 东方号一正 胡说 她若是昨夜死的 早已僵硬 绝迹不会流血 李莲花手指一番 那张夹在纸尖的东西在东方号眼前一晃 玉楼春是怎么死的 还要从昨天晚上那一份精妙绝伦 世上所无酒席说起 东方号认出她手中夹的是一块蛇退下的皮 这和昨日的酒席有何关系 昨日并没有吃到蛇 昨天到底吃了些什么 可还有人记得 李莲花微笑问 诗文诀顿时大叫得意 昨日吃的是白玉奶茶 杏仁佛首 蜂蜜花生 白耙当归鱼唇 碧玉虾卷 衣品燕窝 白纸蝴蝶南瓜 菊花里脊 金烤八宝兔 金针香草鲑鱼汤 卷匀蒜香张子肉 李莲花连连点头 你背菜谱的本事也很了得 昨日可有喝汤 诗文诀道 有 那鱼汤真是鲜美的井 李莲花微微一笑 那你昨夜可有睡好 诗文诀道 睡得很好 还睡晚了些 李莲花看了观山横一眼 观大侠是不是也睡过头了 观山横一睁 昨晚睡得就像死猪一样 李莲花又看了东方号一眼 那东方大侠又如何 东方号道 昨夜重明 太吵 李莲花又问慕容妖 慕容妖道 睡得很好 再问李杜甫 李杜甫也道和往日一样 李莲花的视线慢慢移到赤龙身上 很文雅温柔地问 不知赤龙姑娘以为 昨日的菜色如何 赤龙道和往常一样 李莲花从怀里摸了一块手帕出来 打开手帕 里头夹着一条金黄色打结的东西 依稀便是金针 她在众人面前都晃了一下 诗文诀茫然不解 你拿条黄花菜来做什么 慕容妖道 做什么 李莲花对她一笑 我不大认的黄花菜 不怎么敢乱吃 这若是可以吃的 不如慕容公子先吃 给我瞧瞧 慕容妖脸上变色 你耍我 李莲花慢慢打开那条黄花菜的结 结一打开 拧在一起的花蕾便很完整 色泽枯黄 花瓣却不是一半一半的 而是有些筒状 诗文诀越看越不像黄花花菜 这是什么东西 李莲花道 这是阳金花 新鲜的货色和黄花菜完全不像 不过花都差不多大 晒干了都这么黄黄长长的一条 再打个结 炒一炒就很像了 诗文诀变了颜色 什么 这是曼陀罗 所谓的阳金花 又叫曼陀罗 李莲花嘻嘻一笑 不错 这就是曼陀罗 他对着赤龙再笑了一下 赤龙脸色苍白 一动不动 只听李莲花继续道 白耙当归愚蠢 白纸蝴蝶南瓜 假冒的金针香草鲑鱼汤 当归 白纸和曼陀罗一起服下 听说是故事里话陀麻沸散的一部分 就算麻沸得不到家 吃得多了 头昏眼花 沉睡不起也是有的 所以昨日喝了鱼汤的人 今日晚起不喝鱼汤的人 却不犯困 这玉楼春喜欢吃鱼 这几位菜下肚 就算他是江湖第一 也不免困倦 众人情不自禁地都把目光转到了赤龙身上 昨日菜色固然是玉楼春清点 但出菜却是赤龙一手操办 李莲花对赤龙微笑 扬了扬手中黄白色的蛇皮 昨日我吃多了甜食 并没有怎么喝汤 回到房间的时候 还很清醒 这个时候 突然发现西飞姑娘正在我房里 赤龙不答 西飞惊恐地看着李莲花 一双明目睁得很大 不知他又将说出什么惊人之言 李莲花叹了口气 我本来高兴得很 西飞姑娘却说和赤龙姑娘下棋 输了棋 所以才到我房里来 我听得伤心 但却知道 原来昨夜赤龙姑娘代替了西飞姑娘 和玉楼春在一起 她举起手指中夹的蛇皮 然后我又在房间里找到了这个东西 这说明什么呢 她喃喃地道 我猜大家的反应都该和我差不多 见到这种东西都是吓一跳 然后大叫有蛇 东方号极其诧异地看着那张蛇皮 原来这是在你房里找到的 女宅之中居然有蛇 李莲花继续道 有蛇皮 自是有蛇褪皮 然而皮在 蛇却在哪里 这块蛇皮有许多斑纹 脖子如此细 这是一只烙铁头 东方号点了点头 不错 这却是烙铁头 李莲花对赤龙晃了晃蛇皮 正色道 我想来想去 我房里为何会有这种毒蛇的褪皮 本想不出来 半夜突然想到 我的房间在西面最后 最靠近树木草地 难道那房间无入之时 有人把毒蛇养在房中 而昨日西飞姑娘来到我房里 莫非是有人害怕我发官那是个蛇窝 而特地送来宴服 若是我一心一意 痴迷西飞姑娘 说不定就不会发觉房里有蛇皮 她喃喃地道 但虽然西飞姑娘将房间整理了一遍 衣柜底下还是有蛇皮 真是对不住得很 西飞退了两步 脸色惨白 你那房间原来是个蛇窝 诗文觉幸灾乐祸 那条蛇呢 李莲花看了她一眼 你再挖下去 说不定就会见到蛇 诗文觉大刀一挥 在泥土中乱戳 只听李莲花道 玉楼春吃了那妙不可言的酒席 曼陀罗和酒一起下肚 回去必定睡得不省人士 此时要是有什么竹叶青 烙铁头之类在她身上咬上几口 她想必也是不知道的 于是玉楼春就死了 她很温和地看着赤龙 昨天夜里 你用烙铁头杀了她 是吗 赤龙咬唇 沉默不语 似在思考什么 但玉楼春分明是被王字切分为七块 诗文觉诗声道 如果她是被赤龙施放毒蛇咬死 赤龙不懂武功 又怎么能把她切成七块 就算她有绝尸力气 没有尽到 也不可能将人分尸 东方浩也道 她若是昨夜死的 为何血液还未凝固 李莲花却不听诗文觉和东方浩的疑问 极温柔地凝视着赤龙 昨天夜里 是你和玉楼春在一起 烙铁头杀了她 是吗 赤龙不打 李莲花叹了口气 突得道 书呆子 你把玉楼春挖出来没有 诗文觉连忙道 快了快了 她本漫步精心在挖 此刻运刀飞快 很快把土中一团血肉模糊的东西挖了出来 除了那团血肉 土里还有条死蛇 果然便是烙铁头 很奇怪的是 出乎所有人意料 那团血肉居然不是几块零散的碎尸 而是连成一片的半个躯体 左边被生生挖去了一半 王字七切居然其实不是王字 它是一个王字的左边一半 只有一半 李莲花翻开玉楼春尸体的右边一半 那一半的颈部和胸口 手臂都有紫黑色的红肿 留有一对一对针刺般的伤口 这是烙铁头的牙印 她叹了口气道 一个人的左边一半被切成三块 并不一定他的右边一半也会被切成三块 而只是说明 她的左边一半有被切成三块的理由而已 东方浩忍不住问 什么理由 如爆赤龙姑娘就此杀了玉楼春 然后坐在房中等被人发现那么显然 要么她会被玉楼春的偌大一帮手下杀死 她若不想死 就要想办法证明玉楼春是被别人所杀 和她半点关系也没有 李莲花微笑道 她或者等待这个方法很久了 一直到昨日的曼山红颜席之上 有些人对她大为倾倒 说不定酒席之后 他们又聊了聊天 然后这些人在玉楼春死后 将她搬了出来 把她左边的尸身弄成了古怪的三块 再把她右边尸身藏了起来 诗文诀皱眉 这又是什么道理 李莲花道 把左边尸体弄出来给人看 大家自然会以为 右边尸体和左边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干净完整 显然玉楼春是被碎尸致死 既然左边被切成了三块 那自然右边也会被切成三块 既然左边的尸体被人四处乱丢 那自然右边的石头 也被人不知丢到何处 无法寻找了 那么藏在银心院土坑里的半边尸体 就永远不会有人去找 玉楼春被毒蛇咬死之事 便永远不会有人知道 众人面面相去 手心都有些发汗 这 这果然是 但玉楼春的残肢都还在流血 东方浩仍然想不通 她怎会是昨日死的 李莲花微微一笑 烙铁头之毒 能令人血液不宁 所以玉楼春的尸体仍会流血 这些血里含有曼陀罗 所以马黄吃了以后 也都睡着了 东方浩仍在摇头 不不就算她血液不宁 要是昨日就被分尸 那么到今日早晨 血液也早已流干了 绝不可能还在流血 李莲花慢慢地道 不错 她若是昨日被人分尸 那今日定然不会流血 她既然还会流血 那便不是昨日被分尸 而是今天早晨 你我都去了香山 或者你我都去了香山之前分的 如此说 你说她是被女宅之中 这些女人弄成这样的 诗文诀大吃一惊 那怎么可能 他们不会武功 就算有力气 也不可能把人弄成这样 就算是绝代高手 手持神兵力气 将人大卸八块可以 也不可能切得如此整齐 除非经过长期练习 那怎么可能 江湖高手若是初见 多半都从人身弱点着手 绝无一家从胸口 屁股这等肉厚之处 斩断的 李莲花道 若是江湖剑客切的 自然不会如此 但他们并非江湖剑客 他们 诗文诀张口结舌 他指着女宅之中许多女子 你说他们 李莲花微微一笑 想那楼春宝库里许多财宝 若凶手只有一人 如何搬得完 又如何知道宝库所在 自然是他们 关山横河东方号 慕容妖和李杜甫面面相去 李杜甫道 你 你知道他们是如何将御楼春分尸的 李莲花露齿一笑 我知道 赤龙再也忍耐不住你 你 他亮相退了几步 他身后的众位女子花容失色 西非眼中的眼泪突然流了下来 诗文诀目瞪口呆 想要上前怜惜 却又不敢 李莲花慢慢抬手指着那宝库中的兵器架 玉楼春被切为宽约一尺的三块 半个王子 你们看他 是不是就是相距持续的半个王子 众人随他手指看去 呆呆地看了那兵器架许久 果然 那兵器架的边缘 连同横杆 可不就是半个王子 只不过王子三横 兵器架是四横 诗文诀突然跳了起来 你疯了 你说这些大姑娘用这奇奔无比的兵器架把玉楼春切成三块 你疯了吗 这东西连个封口都没有 连皮肤都划不破 还能用来杀人 李莲花瞪了他一眼 你没有发现 这一段地有些地方特别硬 他说的是 刚才爬满马黄的地方 诗文诀一正 有是有 可是 李莲花慢吞吞地又问道 你没发现这兵器架上有许多方方正正的印痕 又直又滑 诗文诀道 不错 但是 李莲花慢吞吞地瞟了赤龙一眼 这块地显然有些地方经过重压 而玄铁架何等坚韧 是什么东西都能在它上面留下痕迹 除非它也经过重压 东方号点了点头 不错 李莲花道 也就是说 有种三寸来长 三寸来宽 三寸来高的东西 压在了玄铁兵器架上 又有些压到了那块流满血污的泥地上 而玉楼春是在那里被分尸的 他还在这里掉了颗牙齿 你们明白了吗 诗文诀仍旧呆呆 明白了 什么 东方号却已经变色 我明白了 他们将玄铁架压在玉楼春的尸身之上 然后往上放置十分沉重的东西 玄铁架受力不过 陷入玉楼春的血肉之中 最终将它的左边身体切成了三块 如此方法 不需惊天动地 不花太多力气 没有半点声音 玉楼春变成了四块 众人张大了嘴巴 相顾骇然 诗文诀难难道 怎会 怎会如此 如此可不 他突然抬起头来 那三寸来长 三寸来宽 三寸来高的东西是什么 李莲花悠悠地道 说起这种东西 大家都熟悉得很 说不定在梦里也会经常梦见 观山横大旗 那是什么 李莲花问道 以你们所知 日常所见之物 什么最重 诗文诀想了想 日常所见之物 自然是 黄金最重 啊 他大吃一惊 难道 李莲花嘻嘻一笑 不错 那三寸来长 三寸来宽的东西 就是金砖 他慢慢伸出手指 在空中笔画 三寸来长 三寸来宽 三寸来高的一块金砖 约莫有38斤重 那么100块这样的金砖 就有3800斤 要将玉楼春切成4块 我看1000斤足以 也就是只需26块金砖 压在兵器架上 他便足以分家了 但那宝库之中 没有金砖啊 诗文诀诗声道 李莲花一笑 如果赤龙要杀玉楼春 他所报的宝库清单 自然不能作数 玉楼春的楼春宝库之中 怎能没有金砖 他叹了口气 何况那金砖 足足有104块之多 难道你们没有瞧见 104块金砖 众人面面相去 在哪里 李莲花瞪眼道 就在宝库里 众人纷纷赶回楼春宝库 仍然四壁突然 什么也没有 李莲花站在宝库大门口 眼见诗文诀 无头苍蝇一般在宝库里乱转 十分失望地叹了口气 喃喃地道 文诀 你这次上京赶考 多半又没有考过 诗文诀目的转身 大惊失色 你怎么知道 李莲花叹了口气 做官要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才会尝命 你站到我这里来 诗文诀顿时搜的一声 窜到了李莲花眼前 金砖在哪里 李莲花喃喃道 读书人不可功利 岂可一心想念那金砖 那是他人之物 身外之物 杀人之物 你面向左边墙壁 一直走到头 算一算你走了几步 再敲一敲墙壁是什么声音 诗文诀一眼走了七步半 敲了敲墙壁 毫不稀奇 李莲花又道 你再回来 面向右边墙壁 一直走到头 算一算你走了几步 又敲一敲墙壁是什么声音 诗文诀一走 这次走了六步 扣指在墙上一敲 手指声疼 他一正 这面墙李莲花很有耐心的道 就是金砖了 原来金砖就在墙上 外表薄薄的被抹了层煤灰 如同青砖 众人相顾骇然 女宅中的女子一片沉默 李莲花抬起头道 因为楼春宝库失窃 要将这许多财物突然搬出女宅 显然不太肯 如果真有一人能闯入女宅 杀死玉莲春 夺走宝库里这许多东西 那他身上应该背着至少两个大麻袋 并且左右两手各提住一些贵重兵器 但他不但背走了众多财宝 居然还能携带玉莲春的四块残肢 并花费力气丢在香山各处 这实在让人难以想象 所以我想能找到宝库切把里面的东西 轻易搬走的人 最有可能的自然是女宅里面众伪姑娘 何况金针香草鲑鱼汤 变成曼陀罗香草鲑鱼汤 我房间里那烙铁头的褪皮 前日木槿树下的土坑 渐渐都说明女宅的各位姑娘 和玉莲春的死有关 她倩然看着赤龙和西飞 虽然你们都很努力 但事实便是事实 赤龙仍旧不答 西飞却缓缓点了点头 那余下的疑问 便是谁叫赤龙将玉莲春分尸 以掩饰他被毒死的真相 是谁授意编造 由武林高手杀害玉莲春 盗走财物的故事 李莲花慢吞吞地道 只因财物如果被那神奇之极 武功高强 闻所未闻的奇怪杀手盗走 那么自然无从追查 这笔偌大的财富 也就落到编故事的某些人手中了 她凝视着慕容妖 目光并不多多逼人 十分温和而具有耐心 慕容公子 你是其中之一 慕容妖一声冷笑 你有何证据证实我是其中之一 李莲花十分平静地道 第一 你没有喝那碗聪明之极的 曼陀罗香草鲑鱼汤 第二 你和赤龙姑娘十分投缘 第三 你力主有敌飞升之流的高手 杀死玉莲春 第四 香山之上 是你手持玉莲春的残肢出现 故事故事里 携带玉莲春尸体到处乱丢的武林高手并不存在 那么你手中玉莲春的左手是从哪里来的 李莲花一字一字地道 无论是如何来的 总而言之 绝不是在香山山谷里捡的 慕容妖为之变色 尚未说话 李莲花对着李杜甫一笑 李大侠 你是其中之二 李杜甫哼了一声 何以见得 李莲花道 李游和慕容公子一模一样 说不定还加上一条 今日早晨 你故意最晚上山 将玉莲春残肢带去 藏在山中 再和慕容妖一起假装捡到 李杜甫脸色微微一变 胡说八道 东方号还不是没喝那鱼汤 那他定也是其中之一 李莲花叹了口气 男男的道 这也是让我想了很久的问题 喝了鱼汤的人自然不是同谋 而没喝鱼汤的人究竟谁不是凶手 但我早上不小心发现了一件事 说明东方号多半不是同谋 何况他若是同谋 便不会坚持说 女宅之中有凶手的帮凶了 世上哪有自接同伙的凶手 施文觉想来想去 始终想不明白 什么是让李莲花想通 东方号不是凶手 只听李莲花向东方号欠然道 早上下棋 我看见你有几百万两银票 众人都是情不自禁 啊了一声 李莲花道 你既然有几百万两银票 自然不会贪图玉楼春的财宝 哎 这是三岁孩童都明白的道理 东方号冷硬的脸上 突然露出一丝微笑 几百万两银子 是黑武邦黑道上截来的款子 我这就要送到南方水灾之地救灾去 也不是我的钱 我本身也穷得很 李莲花满脸敬佩 施文觉瞪眼道 你若是贪财之人 贪你怀里那几百万两 还不比贪玉楼春的宝库快得多 东方号哈哈一笑 不过无论如何 今日李楼主让我大开眼界 原来李楼主除了治病救人之外 抓贼也很在行 难得 难得 四 女宅关 那日之后 关山横货东方号将慕龙妖和李杜甫 送去佛比白石百川院里受罚 女宅之中 一干女子都交给花如雪处理 楼春宝库里的财物其实并没有丢失 只是被搬到了别处 为做丢失的模样 花如雪令他们将女宅改为道观 一干女子统统戴发修行 以抵消谋杀遇楼春之罪 赤龙被花如雪带走 听说将在大牢之中待上十年 他却并不后悔 李莲花和施文觉已经离开女宅很多天了 江湖传言吉祥闻莲花楼主李莲花 在师妙手令玉楼春碎师愈合 死后复活 口吐真言 自述是被蛇妖白素贞的妹子赤龙的等人所害 李莲花施下法术 故而易举擒获真凶云云 其实我真的很想不通 为什么张三经过江湖这么一传 就变成了李四 施文觉手持一本论语 坐在吉祥文莲花楼中最好的一张椅子上 美女被这么依传 就变成妖精 而你为什么总是能被传成神仙 李莲花看着他那只直接踩在桌子边缘的脚 叹了口气道 那是因为江湖的习惯就是如此 你能不能不把脚踩在桌上 不能 施文觉拿开论语瞪眼道 难道你怕脏 李莲花又叹口气道 我不怕脏 我是怕 他一句话还没说完 施文觉突厥脚下一晃 自己已砰得一声坠地 屁股一阵剧痛 那桌子突然散架 施文觉目瞪口呆 只觉头顶劈啪一阵乱响 那散去的木板不少弹到他的头上 以他蹬在桌子上的角力而论 这头上少说要起七八个包了 此时 李莲花欠然的声音方才传入耳内 我是怕这桌子只有三条腿 上次给方多病做他了 施文觉顶着满头木板 过了好久 居然笑出声来 哈哈 哈哈 不要紧 只要你把桌子定起来 我下次定会记得不要踩 李莲花正色道 当然 当然 绣花人皮 一张雪白柔滑的人皮 其上用绣线秘密 绣了一张奇异的图画 灯光之下 那人皮犹如生石 如凝枝白玉 那图画映着灯火 其上一个个诡异艳丽的图案 仿佛正在昏黄的光线中扭曲 跳舞 这张皮很有名 它很有名的原因 是它本长在很有名的人身上 而十日之前 那人死了 变成了一张绣花人皮 一 绣花人皮 李莲花拿到这张人皮的时候 她和方多病正在吃饭 拿到人皮之后 方多病立刻说她吃饱了 李莲花却仍然津津有味地 吃完了一整碗米饭和三两卤牛肉 喝了一杯茶 这张人皮是江湖第一美男子 为清愁的皮 江湖传说这位清愁生得如明珠美玉 身高八尺一寸 十分的英俊潇洒 精通琴棋书画 尤其撰刻印章之术天下无双 是女子们见了一定要清心的卓士翩翩家公子 她十日前迎娶将这大富其春兰的女儿其如玉为妻 本是一桩才子家人的美饰 结果新婚之夜 新娘一觉醒来 方才发现风流倜傥的夫君突然变成了一张绣花人皮 吓得发了疯 此事十日之间串得沸沸扬扬 有人说为清愁本是挂着人皮的狐妖 如今现出原形 有人说为清愁其实没死 那皮并不是为清愁的皮 又有人说那皮千真万确是为清愁的皮 她那肚皮上一块绿豆大的胎迹 你瞧见没 那千真万确 同走无期的就是 因为齐春兰的表弟的妹夫的女儿 嫁给方氏小姨娘的儿子 也就是说 其如玉和方多病是亲戚 所以这张绣花人皮 很快辗转到了方多病的手上 齐春兰不知从何处听说 李莲花能令死人开口 精通阴阳之术 所以把绣花人皮之事 慎重交托给方多病 言下之意 自是交托给了李莲花 虽然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张人皮 但齐春兰收下将人皮带来 在方多病眼前打开的时候 她的第一感觉还是想吐 一张雪白柔滑的人皮 齐上用绣线秘密 秀了一张奇异的图画 灯光之下 那人皮犹如生石 如宁之白玉 那图画映着灯火 齐上一个个诡异艳丽的图案 仿佛正在昏黄的光线中扭曲 盘旋 人皮宽约一尺 常有尽两尺 用不知名的药水浸泡过 有一种古怪的香味 方多病和李莲花 目不转睛地看着那张人皮 李莲花面带微笑 方多病嘀嘀骂了一声 却忍不住伸出手指 沿着人皮上那鲜艳的纹路 轻轻摸去 只觉得绣纹细腻精致 人皮光洁顺滑 只下一股异样滋味 竟是令人想要不住把玩 齐上秀的图案是 图 这是什么玩意儿 方多病丢下人皮 咒语 暗号 还是倒是串在桃木剑上的那种神符 李莲花道 我怎么会知道 一个瓶子 一座山 一把斧头 一个鸡蛋 两个人 还有一串不知道什么东西 这人对剥皮绣花 多半都是老手 否则怎么能弄得这么干净漂亮 方多病难难的道 但绣花 绣花应该只有女人会啊 难道说为倾仇这人风流多情 她要成亲 哪一个女魔头因爱生恨 将她杀了 再把人皮绣花 李莲花叹道 你一向聪明的锦 但 但世上除了爱吃人的角力桥 居然还有爱剥皮的张力桥 李力桥 真让想逃老婆的男人们心寒 方多病已乐 难道死莲花 你最近想逃老婆了 李莲花正色道 老婆我早已逃过 只不过改嫁给了别人而已 方多病嗤之以鼻 胡说八道 纵而言之 要明白事情怎么回事 今晚马车 你我上其家神仙府一行 其春兰家号称神仙府 自是非同小可 没有方式的马车 如李莲花之流 是万万进不去的 李莲花点点头 目光在那精美的绣花人皮上流连 那八个古怪图案定然有含义 只是那杀人凶手 难道会自己绣下线索 让别人追查到自己吗 如果不是事关凶手的线索 那些图案又表示什么呢 绣花人皮之案 却是离奇古怪 让人好奇得很 八日之后 瑞州 方多病和李莲花 乘坐方式华丽宽敞的马车 来到神仙府 那方式的马车乃八匹骏马拉洞 南木围壁 雕刻精美 四脚悬挂各种金银珠宝 奢华到了极致 李莲花一路坐来 八马拉车 摇晃甚列 歪头悬挂的金银珠宝叮当作响 十分吵闹 到达之时只觉腰酸被痛 难受之极 方多病已经睡着 马车停后 李莲花将它摇晃两下 方才惊醒 只听外面马车夫报称方式多病驾临 神仙府大门缓缓打开 让方式这辆浩浩荡荡的马车入内 李莲花撩起窗纱一看 倒抽了一口凉气 只见其家金碧辉煌 处处庭院都盖的比寻常所见大了一成 高了三尺 连栽种的花木都比寻常所见的要大上许多 方式这辆马车在路上看来气派非凡 走进神仙府不知怎的就变得寻常之极 毫不起眼 马车很快停下 方多病已经彻底清醒 从车里捏起一块金帕抹了磨脸 装模作样的下车 李莲花跟在他身后 只见对面大步行来一位身材轻倦的中年人 面白长须 神色甚是悲戚 拱手道 想来这位便是方大少了 远道而来 不慎感激 家门不幸 遭逢大便 齐某惭愧万分 方多病也拱手回礼 温言回答道 齐伯父不必担忧 既是亲家 齐家的事就是我方某的事 齐 齐表妹的事 方某在所不辞 她是在不知道齐如玉和她算来 到底是哪门子亲戚 话到嘴边 硬生生地认了这个表妹 李莲花知她心意 微微一笑 方多病满口称 齐家的事就是我方某的事 她可没说这事是方氏的事 这层意思 齐春兰惹听不出来 那就不是齐春兰了 齐春兰仍旧满面悲伤 看她的模样实在伤心之极 仿佛天地为之灰暗 日月为之无光 让人不忍揣测这人究竟心机如何 只听她道 两位都是武林高手 两位前来 如遇的事我也就不怕了 说实话 这几日我日夜担心 不知我齐家究竟得罪了何方神圣 竟发生这种惨绝人寰的事 又不知她是否要向我 府里其他人下手 方多病虽然和齐春兰是亲戚 却从来没有见过面 看她这副模样 方多病和李莲花面面相去 都是心下稀罕 想不到堂堂将这大富 竟是这种模样 伯父莫怕 待我和死连 李楼主查看 当日绣花人皮发现之处 伯父先和展云飞几人 留在屋内 不要随意走动 他尚未到来之前 齐春兰就已经写信说明 他命展云飞等人 将主院看守的密不透风 他和夫人女儿日夜躲在其中 不敢出来 齐家护卫展云飞 号称江浙神龙 武功高强 86路无封建 名列江湖第三十期 对齐春兰忠心耿耿 是难得的护卫人选 当然 齐家发生绣花人皮离奇之事 他正被派往京都办事 这才给了凶手肆无忌惮 杀人剥皮的机会 齐春兰连连点头 他身后一位灰袍长袖 身材高大的长发男子 对方多病微微点头 他便是展云飞 方多病自也没见过这位名震江浙的大侠 听说此人本来姓侠仗义 云游天下 一日富商被齐春兰所救 方才甘为奴仆 这种报恩法子方多病很不以为然 并且展云飞不输头发 更是犯了方多病的大忌 但其人还是相当可敬的 方多病对他上下打量了几眼 却见展云飞对自己点头之后 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身后 方多病一回头 之间李莲花对展云飞微微一笑 展云飞目光流动 那眼神说不出的古怪 方多病心底大为奇怪 这两人难道认识 此莲花又从哪里认识到 这种横行江湖十几年的侠客了 若不认识 那眼神是什么意思 齐春兰和展云飞很快离去 留下一个凤茶童子 带两人前往洞房 等齐春兰一走 方多病忍不住便问 你认识那展云飞 李莲花嗷了一声 有过一面之缘 方多病道 三十几岁的老男人不梳头发 古怪得很 他对你使什么颜色 李莲花启道 识眼色 啊 你误会了 方才有只苍蝇在我头上飞 他多半不是在看我 听说这人十八岁那年出道 二十岁就也很有名 二十二岁那年 他和人比武打赌 结果比武大输 自那以后他便不输头发 这人很讲信用 方多病息启道 比武输了就不输头发 这是什么道理 李莲花道 那是因为他本就和人打赌 赌的就是谁输谁就不输头发 方多病哈哈大笑 他和谁比武 李莲花道 李相仪 方多病越发好笑 这位李前辈古怪得很 为何要赌让别人不输头发 李莲花叹了口气 只因那日李相仪和展云飞 联手大败连海帮 捉住了连海帮帮助蒋大肥 李相仪要将蒋大肥绑回台州 临时缺了条绳索 看中了展云飞的头巾 方多病对这位李大侠 真是仰慕佩服到了极点 蒙一拍栏杆 大笑道 展云飞自然不肯把头巾相送 于是他们便比武赌头巾 爽快爽快 可惜李相仪已经死了 我出道太迟 看不到私人风采 真是可惜 可惜 李莲花道 那也没什么可惜的 方多病笑道一半 忽然想起 哎 这些事你怎么知道 李莲花方采那句话还没说完 突然一呆 啊 我便是在比武那日 见过展云飞一面 此话再也没见过 方多病羡慕之极 斜眼看着李莲花 嘖嘖 那你一定见过李相仪了 竟然藏思从来没说过 如何 是不是风姿潇洒 气宇喧昂 能师能化 能做万人敌的绝代哲仙 李莲花想了半日 依稀苦苦思索 要如何表达李相仪的绝代哲仙风采 半赏道 那个李相仪吗 啊 洞房到了 方多病正在等他形容李相仪如何风华绝代 突听洞房到了 心中一灵 两人一起站定 只见亭台楼阁 棋花一草深处 一处红色小楼依微其中 楼阁精细起立 说不出的玲珑婉转 以拟之极 和神仙府中辉红的楼阁大不相同 风中传来一阵淡淡的花香 不知是何种棋花在此开放 闻之令人心魂俱罪 方多病痴痴地看着那红色小楼 世上竟然有这种房子 李莲花微微一笑 走吧 方多病心中正想获着洞房相比 李莲花的吉祥闻莲花楼真是差劲之极 丑陋之至 手已按在红色小楼的大门上 用力一推 一压一声大门洞开 一股血腥之气扑面而来 凤茶童子远远避开 一眼也不敢往门里瞧 二 新娘奇人 门内地上一滩干涸的黑血 若不适合这一滩黑血 地上本来以汗白玉铺臼 光滑细腻 没有半点瑕疵 如今地白血污 十分可怖 楼内大堂地上除一滩血迹之外 再无其他痕迹 两侧的太师椅都是紫檀所致 在暗淡的光线中竟都争鸣起来 方多并点燃屋内灯火 只见这屋中烛台全息以黄金制成 地上红烛也十分鲜红 和寻常红烛不同 梁上悬挂铜八卦一个 助攻精美 尚有飞云走日之图 追求古朴之风 在铜八卦上熏了些微黑烟 旗下红色穗子打成双喜之形 手工细致 正对门处一座屏风 屏风以碧绿玛瑙雕刻而成 也是飞云走日之图 旗下山水迷离 有房屋处处隐于云雾之中 图案高雅精致 方多并和李莲花缓缓步入屏风之后 那屏风之后便是洞房 洞房十分宽阔 一色全红 窗下一个木甲 本应是割脸盆的 但不知为何没有放上 床上各色枕头紧背精美绝伦 床边两只奇人膏 腰眼粗细的硕大红竹 竹身雕龙雕缝 十分美丽 床边有书桌一张 其上文房四宝其背 艳态中微有墨痕 似乎这对新人 还提示作画之后才休息 床下丢弃这几件红衣 有一些细小的血迹 李莲花挑起衣裳 展开一看 两人都看见衣裳边角上 绣有鸳鸯荷花 并非凤冠霞配 应是一件新娘中衣 衣袖纸上却有七八个小孔 大小不等 未知各异 基本上右边的孔比左边的大些 左边衣袖上一块燃有血迹 纵观洞房之中 并没有想象中那般鲜血淋漓 可不知及的剥皮场面 竟似乎连血都出奇的少 这天气也不是很冷 新娘子进洞房用得着穿着许多衣裳 方多并嘀咕 将床上几件衣服一一展开 衣袖上都见古怪的小孔 位置大小都差不多 总计有三十多个 这是什么玩意儿 难道那凶手还对他的衣服下手 连刺了三十多下 李莲花道 这倒不是 他揭开被褥 锦背之上仅有些微细小的血点 背下却是一大片乌黑的血迹 床板上穿了一个小洞 李莲花呼地爬到床上 方多并吓了一跳 你做什么 李莲花一抬头 喷的一声后脑勺撞在床架上 哀哑一声 他转过头来 呆呆地看着那床架 方多并好奇新奇 也爬上床探头看那床架 之间南木上床架内侧极高的地方 深深地欠着一个闪闪发光的东西 金丝珍珠 李莲花喃喃地道 你聪明得紧 你说这东西怎么会在这里 方多并睁大眼睛 深指就想把那金丝珍珠拔出来 这是凤冠上的吧 难道他们夫妻打架 把凤冠扔到这里来 李莲花抬手拦住 仍是喃喃地道 虽不重一步远 但在这里 未免有些高 他下了床 在房里走了两圈 叹了口气 你那表妹做新娘 却是别人入洞房 难怪这人死得稀里糊涂 只怕人到了阴曹地府 还想不通自己是怎么死的 方多并大吃一惊 你说什么 别人入洞房 你说新娘不是齐乳玉 李莲花鞋撇了她一眼 摇了摇头 这再明显不过 若非齐春兰骗了你我 就是齐如玉骗了齐春兰 她偷地把那件新娘中医 披在方多并身上 方多并猝不及防 手忙脚乱得要脱 李莲花拍了拍她的尖头 你用右手多过左手 是吧 方多并左手衣袖 缠住右手衣袖 文言一正 不错 李莲花顺手拾起桌上的 黄金竹台 递到方多并右手 方多并随手握住 莫名其妙 干什么 李莲花搬起她的双手 把竹台藏在衣内 右手握住后 左手握前 往下一次 方多并爱有一声 叫了起来 难道是其如玉杀了位清仇 如此比划 显而易见 新婚之夜 新娘衣中藏有戾气 新娘右手持着胸器 隔衣袖刺杀位清仇 那中衣之上的小孔 并非是三十几个孔 而是一个 只不过衣袖多层 而又褶皱 被穿过多次而已 右手衣袖孔大些 那是因为胸器 先穿过右手衣袖之故 李莲花摇了摇头 你看被褥上血迹如此少 被褥底下那么多血 这人被刺中要害之后 一直在床上躺到死去 流血极多 无论凶手拿什么力气 这一次显然尽到极强 说不定把她定在床上 你那表妹可会武功 方多并瞪眼道 我连表妹都没见过 怎知她会不会武功 李莲花道 你这表哥做得差劲之极 不过 那新娘若是女子 跪在床上厕杀新郎 她头戴的凤冠能撞到床架上面 显然她比我高一些 她在头上比划了一下凤冠的高度 若不是和你表妹身高八尺一寸 就是那新婚之夜 穿着狭配头戴凤冠的新娘 另有其人 方多并骇然 呆了半赏 新婚之夜 竟有人假扮新娘 刺杀新郎 齐春兰也太窝囊了 堂堂将这大富 手下高手不少 竟然会发生这种事 李莲花嘻嘻一笑 八尺一寸的新娘倒是少见 方多并喃喃自语 齐春兰说 齐如玉睡醒 看见未清愁变成一张人皮 分明在胡说 要么便是 齐如玉杀了未清愁 要么便是 有人假冒新娘杀死未清愁 而且这个新娘 这个假新娘 十有八九和齐春兰 乃是同伙 否则齐如玉为何要说谎 身高八尺一寸的新娘子 毕竟少见 怎会齐家浑然不绝 李莲花慢吞吞地道 那你非见一见你那表妹了 正说到表妹 红色小楼外呼的哗啦一声 谁 方多并喝了一声 屋外一人 撩开门边悬挂的珍珠帘子 一头长发不舒 灰袍长袖 正是斩云飞 她淡淡地看了李莲花一眼 似乎方才已经听见了两人对话许久了 两位看完了吗 方多并咳嗽一声 看完了 在她想来 如果齐家和谋杀未清愁 这斩云飞必定脱不了干系 故而看人的眼神 未免就有点古怪 斩云飞拱了拱手 老爷请两位幽兰棠说话 幽兰棠是神仙府的主院 齐春兰和齐如玉 以及齐春兰的夫人游士 都住在幽兰棠中 斩云飞带领李莲花和方多并 踏入幽兰棠 只见墙头门外人影隐约 在廊前屋后 更是站立着七八位白衣剑士 人人神情肃然 严加戒备 李莲花赞道 斩大侠果然了得 训练出这许多剑士 人人武功高强 都是人才 方多并也道 幽兰棠固若金汤 其实其伯父不必害怕 有斩大侠在 何事不能解决 我等远道而来 倒是多余了 李莲花乃是真心赞美 方多并确实故意讽刺 斩云飞淡淡掠了李莲花一眼 那眼神仍旧很古怪 过奖了 方多并呛了口气 正待在说两句 几人已走到幽兰棠正厅门口 齐春兰就在门前选修 满脸焦急 一见方多并便把他一把拉住 你们可明白了 那绣花人皮的含义 方多并莫名其妙 恶然道 什么含义 齐春兰失望之极 连连跺脚 云飞 你告诉他们 冤孽冤孽 我那 我那苦命的如玉 怎么会惹伤这种魔头 斩云飞关上大门 请方多并和李莲花上座 齐春兰在一旁不住走来走去 显得很是烦躁 原来 齐春兰的女儿 其如玉右脚微薄 个子甚矮 也不是什么身高八尺一寸的 其女子 她薄了右脚 很少出门 齐春兰本打算将女儿 嫁于斩云飞 了却一桩心事 齐如玉虽然薄脚 但年方十八 家财万贯 容貌清秀 展云飞虽然年纪大些 却也是一代俊杰 在齐春兰看来 本是装在 何事不过的姻缘 谁知展云飞出言谢绝 不愿迎娶其如玉 齐如玉大受打击 有一日偷偷溜出其家 和婢女几人在城郊游玩 排遣心情 却将一个男人捡回其家 这男人自是未清仇了 未清仇年纪既轻 又是英俊潇洒 语言温柔 不过月与两人结下了婚姻之约 齐春兰本来不悦 但未清仇相貌俊美 深得游氏喜爱 也不曾听闻什么劣迹 加之女儿成婚的嫁妆 戏软早已被好 被游氏再三怂恿 也就答应了这门婚事 一日深夜 齐春兰起来拉屎 突然看见一道人影 在墙上缓缓摇晃 形状古怪至极 她探头出去 倒抽一口凉气 只见为清仇穿着一件白袍 在门外花廊地上爬动 就如一条人形的蠕虫 不住发出嘀嘀的怪笑声 蠕动着往门口方向爬去 齐春兰往门口方向一看 只见幽兰堂大门口 站着一位面带青纱的白衣女子 长发及腰 她面带的青纱上 衣西斑斑点点全是血迹 白衣上也尽是血迹 又比悬空 竟是断了一截 齐春兰下得魂飞魄散 一口痰堵在咽喉就昏死过去 等到白日醒来 却是躺在自己床上 询问尤氏 尤氏说她半夜梦鬼 胡说八道 但经此一事 齐春兰对魏清仇 不免起了许多疑心 婚姻之期越近 越是寝室难安 终于忍耐不住 派遣展云飞上京师 调查魏清仇 然而展云飞一去一来 耗时越于 其如玉和魏清仇暗期成婚 谁知新婚之夜 便发生了如此诡异可不知事 齐春兰想起那夜 看见的魏清仇和女鬼 害怕之急 日夜担心那女鬼 害死魏清仇之后 尚要害死其家全家 将人人剥皮绣花 故而恐惧之急 展云飞性情冷淡 说话简练 故事说的半点也不动听 方多并听得无聊 目光不免在幽兰堂中 许多事物上移动 只见一位清衣少女 一直垂头坐在一旁 不言不动 约莫就是她那表妹 展云飞将事情交代清楚 方多并忍不住就问 如玉表妹 那日 你醒来之时 究竟看到了什么 心中却道 如果新娘不是你 你怎会以为自己是新娘 世上哪有进没进洞房都搞不清楚的新娘子 莫非你和那假新娘串通了 我 我 其如欲颤声道 尚未说到出什么 眼泪已夺框而出 我只记得我坐在洞房里 清愁喝醉了进来 然后 然后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我醒来 就看到 看到满床的血 还有那张 那张 她剧烈颤抖起来 脸色惨白 李莲花看了一眼桌上的清茶 方多并连忙端起茶 让其如玉喝了一口 接口道 还有那张人皮 其如玉闭上眼睛 点了点头 方多并心里诧异 如果坐在洞房里 的确是新如玉 那假新娘是如何假扮新娘的 要知假扮新娘 自是要让魏清愁 误以为她是其如玉 可其如玉清醒时 魏清愁已经见来了 那假新娘 要如何在她不注意的时候 将其如玉移走 再更换衣服 假扮成其如玉 转头看李莲花 却见她微微一笑 似乎对其如玉的回答 很是满意 心里越发幸幸然 不知展大侠上京师 所得如何 展云飞沉静的道 魏清愁父母双亡 家境贫困 其人相貌俊秀 败在峨眉门下习武 不久改师 独行道张铁腿 两年前出道 绝口不提家事师门 以贵公子姿态 行走江湖 为做什么大事 然名声不赖 她说的含蓄 方多并却脱口问道 她哪里来的浅 展云飞摇了摇头 李莲花道 人家摔入悬崖之下 发现什么密集宝藏 一夜之间变成武功高强的贵公子 也是有的 方多并道 胡说八道 总而言之 张铁腿在四年前就死了 依照张铁腿的武功学问 万万教不出为倾仇这样的徒弟 这其中一定有问题 李莲花慢吞吞地道 说不定她的学问武功 是峨眉尼姑们教的 方多并正想破口大骂死莲花 专门和她抬杠 突然想起她亲戚齐春兰在场 及时忍住 淡淡地道 峨眉尼姑却没钱 让她吃白食做贵公子 张铁腿自己也是穷得要命 否则怎会去打劫 展云飞点了点头 张铁腿四年前 死于忠义侠或平川手下 为倾仇两年前方才出道 这期间的两年不知所踪 必有问题 李莲花喃喃地自言自语了几句 秃得睁大眼睛看着其如玉 我还有个问题想不明白 这若是为倾仇的皮 那她的尸体在哪里 齐如玉一呆 齐春兰和尤氏面面相去 展云飞沉声道 不知所踪 李莲花叹了口气 也就是说那天晚上 齐姑娘进了洞房之后不久 魏清愁就进来了 魏清愁进洞房之后 齐姑娘突然人事不知 醒来之后 看到被褥之下都是鲜血 床上有一张人皮 除此之外 并没有其他痕迹或者尸体 是吗 齐如玉点了点头 脸色越发惨白 李莲花道 洞房之夜 应当不会有人在进出洞房 那魏清愁是如何凭空消失的 此其一 若是有人杀死魏清愁 他是如何进入洞房 又如何消失的 此其二 还有那张人皮 如果有人杀死魏清愁 就是为了包这张人皮 那他为何没有拿走 此其三 密道 齐春兰难难地道 云飞 那红庄楼中有可能有密道吗 展云飞摇了摇头 淡淡地道 绝无可能 方多并忍不住道 为清愁身负武功 他难道不能打开窗户逃了出去 展云飞道 这也绝无可能 新婚之夜 新婚之夜 洞房之外 都是奴仆 女币 除非是 迪飞生之流 施展横渡身法 否则不可能 没有一个人看见 李莲花 慢吞吞地问 当日是谁先发现 房中发生血案 齐春兰道 是阿贵 他听到小姐惊叫 和大家破门而入 便看见房中血迹和人皮 他秃道 说到看守在洞房外的奴才 几十人都说 当夜灯火一直没熄 但没有看到什么奇怪的东西 李莲花道 啊 那个火自然没熄 方多并祈道 什么火自然没熄 人家洞房花烛 你当人人都不熄灯吗 胡说什么 李莲花心不在焉地 啊了一声 喃喃地道 洞房花烛夜 有人要从里面钻出来 绝无可能 定会引起注意 那么如果有人进去呢 那夜其姑娘在房中 等候的时候 可有叫过女币 其如雨微微一颤 低声道 没有 展云飞虎目一张 沉声道 但看守的试扑报说 小姐吩咐蛾月 在三更送茶水漱口 其如雨连连摇头 没有 不是我吩咐的 李莲花或方我并面面相去 蛾月是谁 展云飞道 蛾月是小姐的陪嫁丫头 其春兰跺脚道 马上把蛾月叫来 当日是谁叫她送的茶水 币女蛾月很快就到 是个个子高挑的币女 颇为粗壮有力 负责其如雨日常起居 其如雨跺脚 其春兰和尤士 特地挑选了 这个十分有力的女币相陪 其春兰立声问道 洞房花竹之夜 谁叫你送去茶水 你送茶水的时候 可有看到什么 蛾月茫然失措 送去茶水 老爷 我 我没有送去茶水 小姐没有吩咐 我怎敢闯进洞房 我真的没有 其春兰怒道 还敢抵赖 阿贵说 看见你从大门进去了 蛾月扑通一声 跪了下来 脸色苍白 我没有 老爷明查 我真的没有进过红庄楼 那进去的人不是我 其春兰大怒 给我拖下去重重的 她还未说完 方多并咳了一声 我看鹅月没有说谎 那天晚上进入洞房的 多半另有其人 否则洞房之中 怎会凭空多出一位凶手 可有人看到鹅月出来 展云飞微微一正 沉吟道 贵夫只说看见鹅月 在三更送去茶水 其后她在周围巡逻查看 并不知她有没有出来 李莲花插口道 她出来了 其春兰奇道 你怎么知道 李莲花反而更奇 后来洞房之中 并没有多一个人 而是少了个姑爷 既然人没有多出来 那就是出来了 怎么 难道不是 其春兰一争 暗骂自己糊涂 但魏清仇不见人 死不见尸 却又是从哪里凭空消失的 魏清仇并没有凭空消失 李莲花道 她只不过光明正大的 从大门口走掉了而已 众人都是一呆 一起充满惊诧的 啊了一声 其春兰叫了起来 什么 怎么会 难道她不是死在洞房里了 方多病也瞪眼道 怎么会 她若是没死 为何要走掉 三 洞房之中 她为何要走掉 李莲花苦笑道 我要建了那房里的 鹅月才知道 其春兰道 什么鹅月 鹅月就在你面前 那洞房发生了这等事 哪里还会有人 李莲花道 有人 那洞房之中 有个死人 话说到这份上 众人都是满脸不可思议 方多病 忍不住叫了起来 刚才你和我在里面 走来走去 哪里有个死人 我怎么没看见 展云飞也道 洞房中若有死尸 怎么一连八九日 无人发现 洞房中明明有个死人 只是大家太注重人皮 或者太矮了些 没有留意而已 李莲花叹了 新娘的衣裳上 有力气的痕迹 新娘床上有大片血迹 甚至床板上有个洞 床上有张人皮 不过说明了 穿着新娘衣裳的人 在床上杀了个人而已 并不能说明 是被杀的人 是为轻仇 众人一震 脱口而出 怎么 难道被杀的 不是为轻仇 李莲花道 被杀的 也许是为轻仇 也许不是 不过他就在洞房之中 走了走了 在洞房哪里 方多病 再也忍耐不住 一把抓住 李莲花的手腕 往外拖去 展云飞 几人快步跟人 众人很快 到了洞房之中 只见房中 毛笔燕台 红竹紧背 哪里有什么人了 方多病 并四处敲敲敲打打 这房屋以南木制成 坚固已急 哪有什么密道啊 密室啊 就连个老鼠洞都没有 人在哪里 方多病 和齐春兰 一口同声地问 李莲花举起手来 轻轻指着 指床侧的红竹 展云飞 仔细一看 微微变了脸色 方多病 点起脚尖 嗨呀一声 头发 齐春兰 却什么也看不到 情急之下 跳到檀木椅上 只见床侧右边的 红竹顶心 隐约露出 几条黑色的东西 依稀像是头发 顿时脸色惨白 难道人 难道人竟然 藏在红竹之中 刷的一声 展云飞拔刀出鞘 一刀往那红竹砍去 刀刀半途 轻轻一侧 啪的一声 拍在红竹之上 顿时 齐人高的红竹 通体碎裂 啪了 一块块蜡块 掉了满地 众人还未看得清楚 一件巨大的事物 轰然倒地 鲜红的蜡块 摔了满地 就如凝结的鲜血 齐春兰一声惨叫 那摔在地上的事物 是一具女尸 这女人 因为长期藏在蜡中 样貌尚看不清楚 但她腹部血肉模糊 正少了一块皮肉 右臂断去 岂不正是她当日夜里看到的女鬼 这女人 是谁 方多病吓了一跳 怎么会被埋在蜡烛里 未轻愁呢 李莲花和展云飞 都是目不转睛地看着那女人 那女人胸前上有一个大洞 正是被力气刺死的 看她皮肤光润如雪 生前必是被秀丽女子 看了好一阵子 展云飞缓缓地道 这女人武功不弱 虽然又比残缺 却装了暗器在上面 只不过要知道她究竟是谁 恐怕只有解开那绣花人皮之谜 李莲花叹口气 魏公子不会绣花 那块人皮竟然是这位姑娘的 那么那些图案一开始 开始就绣在她身上 方多病骇然道 她活着的时候 身上就绣着这许多丝线 岂不痛死了 李莲花苦笑道 我也觉得很痛 一个身上绣着古怪图案的女人 只要有人知晓 必定记忆深刻 茶找起来应当不错 展云飞常常吐出一口气 这如果就是当夜的额月 那位青筹哪里去了 李莲花微微一笑 你还不明白吗 有人假冒额月进了洞房 却突然死了 那出去的人会是谁呢 展云飞道 你说为青筹也是假冒额月出了洞房 不错 卫青筹若不是假扮额月出了洞房 那就是凭空消失了 李莲花叹道 其姑娘见到卫大公子进房之后就人是不知 那是因为假冒新娘杀死额月的 正是为青筹自己 方多病失声道 什么 为青筹假冒新娘 杀死这个女人 李莲花道 我猜为青筹进了洞房之后就点了其姑娘的穴道 然后脱了她的衣服 把她塞进床底下 穿起凤冠侠 披盖上红盖头 坐在床边 没过多久额月进来 她将额月定在床上 割了她的肚皮 然后把死人搬到大厅 再从那蜡烛顶心挖了个洞 把死人塞了进去 剩下的蜡块给她放在脸盆里煮成蜡纸 从死人头上浇了下去 封住缺口 接着她把脸盆藏了起来 穿着额月的衣裳 从大门口走了出去 三更半夜 洞房花烛 只怕没有人想到新郎会假扮女币悄悄溜走 所以没人发现 难道她娶如玉为妻就是为杀这个女人 那也太过大费招张 何况要假扮成什么人杀人 扮成屠夫也是杀人 扮成和尚也是杀人 为清仇八尺一寸的个子了 若非坐在床上头戴凤冠 半新娘怎么会像 方多病大惑不解 还有这个奇奇怪怪的女人是哪里来的 是其家的人吗 当然不是 其春蓝脸色泛白 这 这就是那天晚上 我我我看到的女 女鬼 她指着地上的女尸 牙齿打颤 她是谁 展云飞表情肃然 摇了摇头 李莲花倾渴一声 很有耐心的道 她不是其家的人 便是跟着为清仇来的 一个身受重伤 腹部秀有奇怪花纹的女子 跟踪为清仇而来 被为清仇乔装杀死 大家不要忘记 为清仇之所以遇见其姑娘 是因为她身受重伤 那么 容我猜测 在为清仇遇见其姑娘之前 她是不是和这个女子动了手 导致两败俱伤 展云飞汉手道 有些可能 其春蓝咬牙切齿 若是如此 这小子接近如狱 只是为了求生 为了摆脱这个女人 方多并在心中补了一句 除了找到救命稻草之外 娶你女儿 自然就是娶了你万贯家财 你自己有钱 怎么不知道防备别人来骗 真是奇怪野灾 李莲花却自己摇了摇头 无论如何猜测 不能解开这图案之谜 就不知这女人究竟是谁 也不知道为清仇肝冒 齐险杀了她 割了她的肚皮 描了一张究竟要做什么 众人一口同声问道 描了一张 李莲花漫不经心地 啊了一声 洞房里的燕台 何必用过了 其姑娘如果没有 在洞房里写字画画 自然是为清仇描了一张 看来在这图案中 必定有惊人的秘密 齐春蓝脸色很难看 李楼主 这人骗我女儿 在我家中 做出这许多可怕之事 若不能将她抓获 齐家颜面核存 李莲花道 很是很是 不知方少想出 这图案的谜底没有 方多病遗症 心里大骂死莲花 吊虎离山 不 是栽赃家伙 自己想不出来的是 随随便便一句话 就套到自己头上 她又不是神仙 怎么知道 这古里古怪的图画 是什么玩意儿 这个 这个 容我仔细想想 齐春蓝感激之极 满口称谢 让展云飞送方多病 和李莲花到桂花堂休息 四 图案之谜 如此这般 方多病和李莲花 便在其家住了两天 那红竹中的女子 经展云飞请了舞 做仔细检查 这女子年纪 约莫在四十五六之间 并不是什么青春少女 致使伤势当凶一次 刺中她的力气 极肩而长 却似锥子 不知是什么事物 除去肚皮上被割去一块 此女又必断去 装有一个银质小盒 其中装有一些微微有些橙色 又有些像褐色的粉末 粉末之中装有三只细长的银针 展云飞一眼看出 此女壁上装有暗器 却不知这暗器如此复杂 这些颜色古怪的粉末 显然有毒 谁也不敢轻碰 略一打开就牢牢合上 李莲花号称神医 展云飞却也不问她 究竟是什么毒物 仍旧把小盒放回女尸兜中 这两日 齐春兰不敢对方李二人 稍加打搅 即使想要询问那图案之谜 方多病究竟想出来没有 却只敢派人走到桂花堂外 远远地望一眼 唯恐令方多病分神 方多病和李莲花 先在富丽堂皇的桂花堂中 大睡了一觉 第二日起来 山珍海味填饱了肚子 又赴大睡 直到傍晚又吃饭 方多病方才瞪眼问道 你知道了那鬼话服的谜底 李莲花正在啃最后一根鸡腿 文言满口含糊地道 什么 方多病哼哼两声 斜眼上上下下将李莲花看了个遍 以我对你的了解 若不是你早就知道了那鬼话服的谜底 你万万不会吃这许多东西下去 李莲花斯文地将鸡腿骨头 从嘴里取了出来 再用袖中的汗巾抹了抹嘴巴 正色道 人生在世 有恶与不恶之时 又有糟粕与美味之不同 当肚子既饿且美味当前 自然是会吃许多东西下肚 他一句话还没说完 方多病嗤之以鼻 死莲花的话是万万不能信的 快说 啊 你若说了我晚上请你喝酒 李莲花道 我不爱喝酒 方多病瞪眼道 那你要什么 李莲花想了很久 慢吞吞地道 如果你在下个月吃胖石巾 我就告诉你那鬼话服的秘密 方多病怪叫一声 石巾 他若是胖石巾 穿白衣怎会好看 又怎会有病骨鲜鲜风神如玉 让万千女子迷醉的气质 但若他明日再想不出那图案的秘密 多愁公子颜面何存 权衡利弊 他咬牙切齿痛下决心 五金行不行 李莲花坚定不移地道 石巾 方多病伸出五根手指 五金 李莲花道 石巾 方多病道 五金 李莲花皱起眉头 思考良久 勉强道 五金无两 方多病大喜 好 快把秘密告诉我 李莲花伸出右手所持之肌骨 在桂花躺雪白的墙壁上画了一个山 兴致盎然地道 这是一座山 是吧 方多病道 这字是一座山 谁都知道这是一座山又如何了 李莲花在山之前又画了一个花 就变成了画山 画完之后 他悠悠地道 你觉得这像什么 方多病脱口而出 画山 李莲花微微一笑 不错 画山 方多病啊的一声叫了出来 难道这是八个字 李莲花道 这是八个字不错 不过是八个有学问的字 你小时可有读大传 方多病一症 这个 这个 他小时父亲管教慎严 但他天性不好读书 所以其实对于诗书也就马马虎虎 这种事却万万不能对死莲花承认 李莲花很了解地看了他一眼 很同情地摇了摇头 这两个字就是画山 而这个 你若有读书 就知道这是个下字 弯曲一道如彩虹者 亦为天空 旗下一点亦为天空之下 所以是个下字 那这个蛋壳里 有只鸡 应该就是蛋了吧 李莲花越发遗憾地摇了摇头 不是 这个 字 不是大传 你小时没有好好读书 总有听你爹给你说过故事 有个金屋复日的故事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方多病心中大骂 死莲花占他便宜 这时候来冒充他老子 但这故事他却没听过 只得黑着脸问 什么金屋复日的故事 李莲花语气十分和蔼的道 山海经 大荒东经有云 汤谷上有浮沫 一日方至 一日方出 皆在于屋 就是说 海里有棵大树 树上有许多太阳 一个太阳沉下来了 另一个太阳才生出去 来来回回 都是乌鸦背着太阳 这就是金屋复日的传说 淮南子精神篇中说 日中有灵污 方多病忍无可忍 暴怒道 我平生最恨有人在本公子面前掉书袋 李莲花慢吞吞地道 我只不过想说 古人都说太阳里面有只鸟而已 方多病怒道 那又如何 李莲花道 也不如何 所谓灵鸟 就是有三只脚的鸟 有些人说它是乌鸦 有些人说不是 方多病道 什么乱七八糟的 啊 它突然醒悟 这是个日字 李莲花道 你果然聪明得很 那这个一把斧头 滴血的的又是什么字 方多病被李莲花 当了一回儿子 心里信性 这不是个刀字 就是认字 杀人的意思 李莲花欠然道 这个字最是好认 他用击鼓在墙上画了一个 你跟着我写一遍 先画一横 再画一撇 再一纳 再一小撇 再点一点 方多病跟着他画了一个虚字出来 目瞪口呆 李莲花微笑道 像不像 方多病看了看那图画 再看看那虚字 勉强道 有点像 但这图上有两滴血 李莲花在虚字上大大地画了个圈 笑嘻嘻地道 这又如何 方多病瞠目结舌地看着那个字 半嗓大叫一声 闲 李莲花点头 这是一个闲字 闲字从虚 为战俘之行 最早的时候 就是杀人的意思 方多病 喃喃地道 他妈的 这也能给你想出来 不过这绣花的人 好端端地字不写 却专门编造些歪门邪道的字 却是什么用意 李莲花微笑道 用意自然是他只想某些人看懂 方多病道 不管是谁 这人肯定不是为清仇 为清仇肯定没懂 否则他不会杀人割皮 把这八个字描了去 不也就八个破字而已 李莲花微微一笑 方多病又问 那这个两个小人是什么 李莲花在墙上再画一个 这字再明白 不过两个人 两个车轮子会是什么 方多病道 什么两个人 两个车轮子 李莲花叹了口气 十分耐心地道 有人 有车轮子的东西 是什么 方多病道 车 马车 李莲花道 若是没有马 只有人呢 方多病道 撵车 李莲花瞪眼指着那图画 这不就是了 两个人 两个车轮子 一辆车 方多病尚未领悟 待了半天 突然醒悟 撵 李莲花看她那模样 又叹了口气 不错 撵 方多病 喃喃地念 画山下 闲日撵 这没有意思啊 哪有什么意思 她怀疑地看着李莲花 你有没有解错 李莲花不理她 用击鼓敲了敲墙壁 剩下两个字 我想了很久 方多病兴兴兴道 原来你也会想很久 李莲花道 这个像个瓶子的东西 再古怪没有了 我就没想通那是什么玩意儿 一直到我突然明白最后这个字是什么 它将画了出来 这是个旗杆 上面记着飘带 古时用以测试风向 其中挂着一个用旗杆影子 只是时间的鬼表盘 太阳的影子指到哪里 就是哪个时辰 这东西叫做鬼表测影 方多病听得满脸迷茫 哦 李莲花这回是真的很同情地看着她 所以鬼表测影的杆子所插的地方 是很讲究的 这个字是个中字 表示一个特定的地点 方多病仍旧满脸迷茫 哦 李莲花道 古文中的中字 在中的遗述上下都有两点 想必是不会错的 方多病极其不幸地看着她 伴赏道 如此说来 这七个字就是 华山下 闲日念中 那我们快去华山看个究竟 李莲花道 但这里是瑞州 离华山有七百多里 如果秘密真的在华山 这女人和魏青丑 跑到瑞州来做什么 方多病道 这个我怎么知道 李莲花道 但瑞州有一座玉华山 方多病一阵大喜 那这女人肯定是要去玉华山了 那前面那个瓶子就是玉字 李莲花道 我也这么想 玉字古为一种礼器 我虽然没见过 但据书上所说 和这瓶子也有些相似 方多病不耐得到 总而言之 这八个字就是 玉华山下 闲日念中 我们去玉华山 必定错不了 李莲花道 玉华山是错不了 但什么东西在闲日念中 她斜眼看方多病 你可知 闲日念又是什么东西 方多病一呆 李莲花微笑道 所以你我要放松心情 好好享受一下 睡睡觉 吃吃东西 养好身心 这才能去查看玉华山下 闲日念中究竟有什么令人杀人剥皮的东西 方多病狠狠倒了杯酒 大灌自己一口 能令为清仇放着奇春兰女婿不作 洞房花烛夜逃走的东西 必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李莲花也小小喝了口酒 呼道 我若不要你下个月吃胖五斤五两 换你做件别的事 方多病大喜 忙道 你要我做什么都成 李莲花甚悦 欣然指着白墙上被她画的油腻不堪的种种痕迹 小小打了个哈欠 那这就交给你了 我睡了 她湿湿然拖鞋爬上床榻 想了想伸手从桌上捞走一杯茶水 惬意喝下 才倒下闭目睡觉 方多病目瞪口呆地看着墙上许多油污 正要破口大骂 李莲花突的诱导 对了 明日奇春兰问起 你要向她善家解释所谓图案之谜 方多病尚未说话 李莲花又道 今天喝了多少酒 方多病道 三两 李莲花不再作声 约莫以梦周公去也 方多病望着墙叹气 一股怒气被李莲花漫步惊心一问 再问冲散 要怒也怒不起来 只得寻了块抹布 在月明星西 乌雀南飞的好夜里 慢慢抹墙 第二日一早 方多病装模作样 向奇春兰解释了所谓图案之谜的秘密 奇春兰果然心悦诚服 十分仰慕 当下让展云飞带路 带领方多病和李莲花前往玉华山 五 贤日年 玉华山为瑞州最高山 号称奇 幽 秀 显 以各种怪石闻名天下 山上许多道观 乃是道家圣地之一 不过既然图案写明玉华山下 三人就在山下转悠了几圈 也未曾看见什么古怪石头 只见了遍地野草野花 开得倒是好看 正当毫无收获 方多病正要说李莲花胡说八道 异想天开之际 胡听不远处有人道 就是此处了 鱼龙牛马帮的贤日年 就是在此处消失不见 方多病一乐一生 这人声音耳熟得很 往外一叹 居然便是霍平川 只见他和傅衡阳两人紧装配件 正对着山脚一片草地指指点点 听到方多病疑寻味声 霍平川猛地回头 低声喝道 什么人 方多病奔了出去 叫道 霍大哥 自从他参与了心四股门 便把霍大侠称作霍大哥 心四股门上上下下 都是他大哥或小弟 霍平川一正 脸现喜色 方少 傅衡阳也是大出意料之外 略意沉吟 叫道 李莲花 李莲花本不愿见到这位少年才高的军师 此时只得冲着他胡乱一笑 不知傅军师为何在此 傅衡阳的目光在展云飞身上流连 口中问道 你们又为何在此 展云飞简单回答 傅衡阳微微一笑 方少能解开绣花人皮之谜 足见聪慧 我等也是因闲日念一事 远道而来 原来近来数月 佛比白石百川院下188年 已被鱼龙牛马帮攻破第四牢 共有40位罪徒依附鱼龙牛马帮 不知何人将消息泄露出去 江湖为之大花 鱼龙牛马帮坐下 闲日念近来在江湖时又出现 试用一种奇毒 中毒者出现幻觉 神智丧失 听从闲日念驱使 导致江湖中人闻闲日念色变 视之为洪水猛兽 傅衡阳率领新四顾门追查闲日念之事 一路追踪 追到玉华山下失去闲日念的踪迹 却撞见方多病一行人 原来闲日念已经开始霍乱江湖 却不知究竟是何物 展云飞沉吟道 敢问可是一种轻车 傅衡阳朗声大笑 不错 乃是二人所拉一种轻车 四面以轻沙掩盖 不知其中坐的何人 一旦路上受阻或者有所图谋 车中往往飞出一种粉末 令人嗅之中毒 神智丧失 展云飞缓缓地道 一种粉末 可是一种褐红色的粉末 或平川洞容道 不错 难道你们已经查明是何种剧毒 展云飞披散的长发 在山峰中微微飘动 文方突然微微一笑 这种剧毒 他很少言笑 这一笑让方多病吓了一跳 只听他看了李莲花一眼 李楼主想必比我清楚得多 方多病又吓了一跳 死莲花对医术一窍不通 怎会认得什么剧毒 却听李莲花咳嗽一声 那是一种毒蘑菇干研磨成的粉末 吸入鼻中或者吃下腹中能让人产生幻觉 做出种种疯狂之事 而且酒吸成瘾 非常可怕 傅恒阳对李莲花尤其留意 牢牢盯着他的眼睛问道 可有谢药 李莲花道 金针刺脑或者可解 但并非人人有效 多半没有戒药 方多病大齐 难道他几月不见 李莲花苦读医书 医术突飞猛进 傅恒阳获得一生一副秀 望天道 那便是说 成日年不除 这毒孤不除 江湖微矣 李莲花甘笑一生 这也未必 这毒孤并非生长在中原 它长在东北极寒之地的沙漠林中 而且数量稀少 要运入中原十分困难 要大量使用 只怕不能 傅恒阳眉目耸动 闲日年非除不可 方多病却忍不住问李莲花 你怎么知道这许多 李莲花正色道 我乃绝代神医 生死人肉白骨 怎会不知道 方多病张口结舌 只觉匪夷所思 或平川目光一直在四周青山绿水间打量 刚才我们一路追来 到达此地 成日年突然消失 想必在这里左近 就有鱼龙牛马帮的门户 我们几人人手不足 既然知道在此地 我定要召集人手 广邀天下豪杰 和鱼龙牛马帮会议会 问一问他们 脚帮主门下 做出这等事 究竟是什么用意 傅恒阳冷冷的道 今日到此为止 不过 既然斩兄说 寻到身带毒粉的女子尸体 我却要登门桥上一桥 他扬眉看着斩云飞 其家不会不欢迎吧 斩云飞淡淡地道 傅君是要看 我自不便说什么 请 傅恒阳也不生气 朗朗笑道 我知我一贯惹人讨厌 哈哈哈哈 几人谈论已毕 缓步往其家神仙府方向走去 渐渐走出去一两里地 李莲花脚下微微一顿 傅恒阳 霍平川和斩云飞突然转身 施展轻功悄悄往来处眼去 方多并起道 咦 哎呀 他突然明白 原来他们几人 装弦日年消失之处 高谈阔论 说了大半天 那里若是有门户 里面的人必定听见了 一旦他们离开 多半门户里的人 就要出来张望 所以聪明如傅恒阳 江湖经验老道 如获平川 斩云飞 都是不约而同 往回摸去 打一个回马枪 李莲花看着那几人远去 脸上一直带着 很愉快的微笑 方多并瞪眼问道 你在笑什么 李莲花道 没什么 我看到副军师年轻有为 武功高强 总是很高兴的 方多并哼了一声 但我却觉得 他好像不大喜欢你 李莲花道 啊 这个吗 这个 方多并得意洋洋的道 那是因为本公子秀义潇洒 聪明绝顶 比之你这不懂医术的 雍医对四顾门来说重要多 李莲花连连称事 满脸露出静养之色 此时五时已过 日光渐渐偏西 玉华山山鸾墨绿 在日光下晕上一层暖色 趁之蓝天自云 望之令人心胸畅快 方多并和李莲花 望了山景没多久 傅衡阳三人已经回来 霍平川夜下还夹带了一个人 方多并大事惊奇 等奔到眼前一看 霍平川夜下那人眉清目秀 生得俊美绝伦 看这张脸皮 便是从未见过 也认得出这就是江湖第一美男子 魏清愁 魏清愁 李莲花和方多并一口同声地问 霍平川微微一笑 拍了拍夜下那人 将他提起来摔在地下 没见到鱼龙牛马帮的门户 却看到这丝鬼鬼祟祟 躲在大石头后面 顺手抓了来 展兄却说他杀了身带毒粉的女子 这下定要问个清楚 展云飞的表情大事缓和 想必抓了位清愁 对他来说很是安慰 你杀了一个身上 绣着闲日年字样的女人 傅恒阳俯下身问 未清愁雅学被点 一双眼睛睁得老大 说不出半句话来 傅恒阳柔声道 只要我问一句 你答一句 我就给你放手一搏的机会 否则他妈的我一刀宰了你 他容貌俊朗 衣着华丽 此时皱地说出这种语言 却让人只觉痛快 不觉粗俗 为清愁点了点头 傅恒阳一手拍开他穴道 贺问道 那女人是谁 她是 我的妻子 为清愁沙哑地道 众人面面相去 方多并惊奇之极 张大了嘴巴 她 她都七老八十了 你妻子 为清愁点了点头 虚弱地道 她叫刘青阳 我18岁那年死了师父 是他收留了我 我娶他的时候 并不知道 他已41岁 或平川心道 你师父是我杀的 但你既然娶他为妻 怎会不知道他的年龄 众人又是惊奇 又是好笑 方多并问道 你既然有妻子 那怎的又出来骗人 要娶我那表妹 魏清愁问道 你表妹是谁 方多并喝道 我表妹自是齐春兰的女儿 齐如玉 你为何要骗她 魏清愁脸现欺然之色 我 本是真心娶她 若没有青阳 青阳下在我身上的毒 毒 她极其俊美的脸上 露出一抹凶象 猙獰的挣扎了一会儿 才喘息着接下去道 青阳在我身上 下了一种剧毒 我每日都要吃那种蘑菇 没有那种蘑菇 我就活不下去 那天和青阳绝恋 我们两败俱伤 我被如玉所救 本想其家偌大财富 只要我摆脱了刘青阳 有什么东西买不到 但是我错了 那 那种蘑菇 世上还有 只有青阳 青阳手中才有 她跟着我派出去买蘑菇的人到了齐家 她威胁我跟她回去 我知道她不会善罢甘休 但我万万不能再和她在一起 所以 所以 她看向展云飞 颤声道 我知道我娶如玉 她一定会来 所以才 才假扮新娘杀了她 展云飞不为所动 冷冷的道 你若是真有良心 怎会割下你夫人的人皮 放在你心爱女子的床边 这一句话击中要害 为青丑脸色一僵 方多病本来信了这男人懦弱无用 却突然醒悟这人其实比她想象的更为卑鄙无耻 你为何要包你老婆的皮 魏青愁不达 狠狠地咬住了牙 傅恒阳笑道 我来替你说吧 你无可奈何以下下策杀了刘青阳 知道杀人 之后定不可能留在其家做女婿 所以必须尽可能找到钱和需要的毒孤 你不知道刘青阳将毒孤放在何处 但你知道她有毒孤的来源 并且那来源和她身上的绣花有关 所以你非杀她不可 杀她之后才能取得她附上的图案 苗城寻宝图 慢慢寻找金库 又能引开其家的注意力 晚些发现蜡烛中的女尸 有时间尽快逃走 是也不是 魏青筹哼了一声 还视了几人一眼 我不过书在 迟了一步 你们找到她的钱和蘑菇了 方多病瞪眼 什么钱 魏青筹大吃一惊 叫道 她有钱 成堆成山的金子 整整一盒子的干蘑菇 你们没有找到吗 那张人皮呢 那张人皮呢 方多病踢了她一脚 你疯了吗 你看到过她的金库 魏青筹拼命点头 不住地道 干蘑菇 很多干蘑菇 傅衡扬道 刘青阳是什么人 他哪里来的金库和独孤 魏青筹呆了半赏 秃得笑了起来 哈哈 他说他本姓王 是前朝皇帝的 不知道几代孙女 他发起疯来的时候 说他是角力乔的娘 哈哈哈哈 他和我一样疯 哈哈哈哈 傅衡扬微微一领 他说他是角力乔的娘 方多病和霍平川面面相去 方多病忍不住哈哈大笑 原来你是角力乔那女妖的后爹 哈哈哈哈 展云菲微微一审 他若是角力乔亲娘 怎会身上被绣下文字 坐在成日年中为角力乔买命 魏青筹恶狠狠地道 他说角力乔给了他一座金库 在他身上绣下这些图案 哪一日他能解开其中的秘密 他就叫他娘 鱼龙牛马帮的人 曾经蒙住我们的眼睛 带我们去看过那个金库 里面全是金子 金砖 翡翠 琥珀 还有蘑菇 说到这里 他嘴角不住流出白沫 神情呆滞 男男念叨 蘑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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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力乔的亲娘 傅恒阳淡淡地道 这女人竟连亲娘都害死 真是恶毒之急 不过听为青筹所言 若是他故意要折磨刘青阳 或许真会在闲日脸中留下线索 困难的是 咱们要能在玉华山下 逮住一个闲日脸才行 李莲花一直站在旁边发呆 看这位青筹神志尽失 叹了口气 男男地说了句什么 傅恒阳突的警醒 你说什么 李莲花吓了一跳 东张希望 半赏才醒悟 傅恒阳是在和自己说话 我说魏青筹聪明得很 傅恒阳盯着他看了许久 仰天大笑 你说得极是 魏青筹怎会知道图案的秘密 怎能赶到这里来 定是有人故意告诉他的 既然有人能故意告诉他图案的秘密 指点他到这里来 那所谓闲日脸中的秘密 此地的门户所在 都没有再追查的必要了 他一脚将地上神志不清的 为青筹踢给展云飞 这小人交给你了 平川 我们走 若有人暗中指点魏青筹图画的秘密 那魏青筹就是敌人故意送到手中的羔羊 他所传递的信息便不能用 若有人希望新四顾门将精力集中在神出鬼没的闲日脸上或者玉华山下 那自然是要在其他的地方有更大的作为 这叫做声东击西 是一种很常见的把戏 所以傅恒阳马上就走 李莲花看着傅恒阳的背影 叹了口气 难难的道 他怎么不想 其实说不定魏青筹真的十分聪明 或者说不定鱼龙牛马帮看管金库的美貌女子轻木傅军师的聪明才智 想暗中帮他呢 展云飞也看着傅恒阳的背影 微微一笑 年轻人 有冲劲总是好的 他看了李莲花一眼 突得道 你现在这样很好 李莲花又叹了口气 难难的道 你也不错 只是若把头发砸起来 就会更好些 展云飞不答 字地上提起味青筹 背对着李莲花 晚上要喝酒吗 方多并忙抢着道 要 当然要 展云飞嘴角流露出淡淡的笑意 那今夜 刘云阁设宴不见不散 那天晚上 展云飞在刘云阁中喝得大醉 方多并不住逼问他 李相仪究竟如何封神去 绝代 他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只说李相仪武功很高 当年他不是对手 让方多并失望至极 而李莲花在喝到第十杯的时候 已经醉倒 抱着酒坛躺到花坛底下睡觉去了 他的酒量本就差得很 晚 晚 感谢观看